这个男人本是一代建筑 他就在他冲击神王之境时 遭遇了强敌围剿 本该历劫寒河而终的他 没想到惊意外穿越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就在他一头雾水之际 一个美女推门而入 哟 已经醒了呀 无福 看到 男主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原来女人名叫李梦瑶 是自己的女友 可就在不久前 他出轨了一个富二代公子哥贺天号 男主为了找他正式分手的原因 就换来了贺天号的一顿毒打 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因此惨遭公司开除 恢复记忆的无福 强忍着怒火冷冷地说道 你还有别的事吗 李梦瑶听完心事一愣 他隐隐感觉男主变得有些不一样 但很快便开口嘲讽起来 无福 就你这实力还敢无端得罪天号 也不照照镜子 瞧瞧自己几斤几两 贺天号说了 只要你和你妹穷爹去给他下跪道歉 就能恢复你爸的工作 毕竟你全家就靠你爸每个月扫厕所生活 没想到自己曾经喜欢的女人竟如此绿茶 无福宝缓起身看着李梦瑶说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们是不会去的 回去告诉贺天号 他想怎么样 我都随时奉陪 没想到这个废物前男友这时候还死鸭子嘴 李梦瑶丢下一句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死了也活该 之后便摔门离开 眼看麻烦很快就要找上门来 无福明白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恢复伤势和提升实力 不过好在自己生前的功法密集 接在脑海之中 于是他决定先挑选九明炼弃绝开始修炼 只见他盘腿坐下 灵气凝聚于周身 片刻之后 头上竟然发出阵阵嗡嗡之声 他猛然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柄泛着蓝光的宝剑赫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而这柄宝剑正是自己生前的配件星辰剑 本以为他早已被人抢走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相遇 可无福还没来得及高兴 星辰剑就瞬间碎裂 只剩下剑柄握在自己手上 看来大战之后 宝剑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之后无福接着运功疗伤 在伤势稍作恢复后 他缓缓起身 现在可以试试目前自己的力量 只见无福将灵气包裹于手掌之上 随后一手挥出 坚实的水 藏在轰的一声巨响后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没想到自己只是普通的拳脚功法 都能带着如此锋利的剑气 无福不禁在心里暗暗的 李梦瑶 贺天昊 你们不是想要我道歉吗 来 我等着你们 再见尊刚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没有就上门和他提出分手 甚至还让他去给带了 自己绿帽的富二代下归任何 为了更进一步的恢复实力 来面对即将到来的麻烦 无福来到灵气稍微浓郁一点的公园处修炼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有几人的对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无福定睛一看 发现是大学设有王蒙蒙 而他也是自己在地球上唯一的好友 此时 有几个混混将他团团为主 原来 贺天昊派人找不到男主的下落 就想从他身边的朋友下水 面对几个混混的逼问 王蒙蒙不停地求情 大 大哥 无福的伤才好 浩哥那边我会再去求情 你们就放过他吧 可带头的混混听完却冷笑一声 浩哥就是上次看你孝敬有诚意 所以才没把他腿打断 但是那废物竟然不懂感恩 还在嫂子面前装C 这次谁求情都没用 说罢便一拳将王蒙蒙打翻在地 见主人被欺负 蒙蒙领养的小狗立刻在一旁狂废固执 就在几个混混准备连人带朵一起教训之际 男主及时出现 并单手握住对方挥来的拳头 随后轻轻发力 小嘎嘎就瞬间惨叫连连 接着无福抬起一脚 将其踢飞后 看向几人霸气地说道 在我生气之前 你们最好赶快给我滚 看到无福 王蒙蒙赶忙大喊男主快逃 可混混头子已经拿起铁棍来到二人身前 居然敢出现 还打伤我兄弟 上 给我弄死他 看着连自身安危都不顾 还义无反顾为兄弟担心的王蒙蒙 无福笑着安慰道 放心吧小胖 该跑的人是他们 说完 便开始了见尊的虐杀时刻 面对提刀冲杀而来的小嘎嘎 无福先是一个闪身灵巧躲过攻击 然后迎面就是一击中拳打在对方脸上 见情况不对 于是其他小嘎嘎们便纷纷一拥而上 但无福依旧一拳打飞一个 这操作直接看待一旁的小胖 卧槽 牛逼啊 福哥 混混头子更是满脸不可思议 不可能 明明前几天 你还是一个废物 无福面无表情 将剑气凝聚于掌尖冷冷说道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 看着一股强大的剑气向着自己看来 混混头子差点没把裤子下降 好在无福手下留情 只是削掉他几根头发以示警告 可就在几个混混被无福打跑后 亡萌萌的狗子却在这时突然大叫起来 无福刚顺着声音望去 就看见一片树叶如同飞刀向自己射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男人刚打跑几个为武作娼的小混 就被人当成是一个以强欺弱的坏蛋 甚至还要出手教训 原来在这个世界 修仙者是不能随意和普通人动手的 男主刚想解释原由 不料对方就已经高高跃起 向他扑杀而来 以一个练气劲的实力 普通人敢找你麻烦 编理由也要编得像样点 然而 面对对方的攻击 无福先是一个灵桥闪避 随后一掌击出 对方瞬间就被打得跪倒在地 这绝不是练气气能有的实力 可就在对方以为男主会乘胜追击 结果掉自己之时 无福却在此时停手并收回了灵力 原来 在刚刚的对战中 他看出对方明明修为高出自己两个大境界 但灵力却相当微薄 所以身体应该是受了重伤 只见无福一个顺身来到对方身后 一掌就将他体内的淤血打出 这操作直接让对方惊呼不可思议 只是简单的一掌 受损的经脉就已经恢复大半 没想到区区一个练气劲的年轻人就有这样的实力 可还没等他和男主致血 打来的手下就将男主团团包围 就是你小子打伤老板了 给我抓住他 无福无奈只能再次将灵气凝聚与手掌之上准备回击 见男主只是一个年轻的修仙主 小嘎嘎举起小玩具一脸不屑 他刚扣动扳机 无福就已经闪身到了自己身前 好 好快 而且连子弹都能动 你们都给我滚开 只见小嘎嘎的老板一个大逼都直接甩他脸上 谁让你开枪的 紧接着赶忙抱拳向无福致谢 感谢小兄弟出手疗伤 看来先前是我误会你了 实在对不住 这一席话直接把身后的手下整猛 无福看着对方面无表情冷冷回来 军手之劳而已 我看你也没有恶意 不然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见少年有如此本事 男人便恳请他也救治一下自己的女儿 可还没等无福答应 身后的小嘎嘎就赶忙制止 老板 小姐的经脉堵塞是旧疾 连学院道长都无法抑制 您怎么能去相信一个江湖骗子 老板还请三思啊 小嘎嘎越说越起劲 甚至指着无福大声叫嚣着 连半部宗室都束手无策 你一个练气劲的也敢出来骗人 我看你是活腻了 这个小嘎嘎以为自己很帅 但殊不知下一秒一个巴掌 就狠狠地甩在了他脸上 臭小嘎 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小兄弟 我看你天赋一笔 可这公园的灵气远远不够修炼 老哥我刚好在天府 好远有一套没住过的别墅 那里灵气浓郁 你修炼起来必定事半功倍 为了能更快地恢复修为 且对方也是诚意十足 于是无福便爽快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他刚离开公园后不久 手机铃声就突然响起 来电的居然是自己的女友李梦瑶 好你的无福 不来道歉还敢打人 给你十分钟 如果看不到你 你的朋友还有他的狗通通给你陪葬 没想到 自己都还没找你们要的说法 现在就主动送上你了 那心仇旧恨就在今天一次性解决吧 这是我见过最绿茶的女人 她不仅背着男友出轨了有钱的富二代 甚至还拿男友兄弟的性命要挟 让她去给富二代下跪道歉 但她不知道 她曾经的废物男友早就已经脱胎换物了 很快 无福应约来到PTV的包厢门口 可还没等她进门 一根铁棍就朝着她脑门回来 但这种低级的偷袭 在堂堂见尊炼前没有丝毫作用 只用单手 无福就挡下了攻击 没有给小嘎嘎反应的事件 紧接着就是一拳直接将其秒杀 这操作瞬间看傻贺天昊 李梦瑶二人 不 不可能啊 明明你昨天还躺在床上 就在这时 一堂的小嘎嘎柯南附体 头头是道的和贺天昊分析 这废物肯定在身上藏了铁板 才能做到徒手挡铁棍 李梦瑶听完小柯南的分析 长舒一口气 我就说嘛 一个废物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 原来是早有准备 无福没有理会众人 静止走向了王萌萌 就在萌萌正感动着好兄弟能不够安慰来就自己时 没想到无福竟然对着一旁的小狗把玩起来 王萌萌见状还准备吐槽 一个小嘎嘎却在这时向着无福发起呼吸 真是不长记性啊 无福直接抬起一脚就把他踢飞 但哪怕看见无福这么能打 贺天昊依然镇定自若 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 几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手下纷纷走到他身旁听后指令 他向着无福嘲讽道 可我道你连资格都没有 随后他一声令下 小嘎嘎们瞬间向着无福扑杀而去 可谁都没发现 此刻无福的眼神中已经杀气骤起 想死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只见他手中的灵气快速的凝聚 随着他一拳挥出 小嘎嘎们立刻感觉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开始撕裂 时间也好像停滞了一般 紧接着听见喷的一声巨响 几人的外套瞬间就被炸得粉碎 本来还想着教训一下无福 可没想到他现在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刚刚还一副有恃无恐的贺天昊 现在彻底慌了 你还有人吗 没 没有了 那咱们之间的仗是不是可以算算了 这个富二代有多嚣张 他不仅抢了男主的女友 还想叫人把他堵打一顿 但没想到 男主早已不是曾经的废物 见尊重生的他 三下五除二就把小嘎嘎们打到位底求牢 而在无福面无表情地走到富二代面前时 曾经的女友却紧紧挽着新欢的手 对着他就是一顿怒斥 无福 有点本事你还以为能上天不成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都这时候了 这个傻女人居然还看不清局势 贺天昊直接对着李梦瑶怒吼 让他赶紧闭嘴 没想到居然为了一个废物吼自己 李梦瑶气得咬牙切齿 对无福更是恨之入骨 然而就在无福镇考虑怎么收拾这对狗男女时 逆琳突然踹门而入 只见一个萝莉少女对着杰问 是谁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无福看着这个盛气凌人的小丫头 还有她那如同两个铁锤般的发型 一个没忍住就笑出声来 没有想到区区一个炼气警也赶在这里闹事 小萝莉当即就想给她一个教训 而贺天昊看到有靠山了 更是赶忙在她耳边一顿添油加醋 就是她 刚刚的保安都是被她废掉的 小萝莉一听 瞬间火冒三丈 不由分说的就向着无福冲雪 没想到这个萝莉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无福赶忙做好防御架势 但毕竟对方的修为超过自己一个大经济 哪怕挡住了攻击 无福也还是被打退了数里 而小萝莉继续乘胜追击 抬起一脚就向着无福踢来 可无福不慌不忙 虽然小萝莉身手不错 但是破绽还是太明显了 只见她一个俯身躲开了攻击 然后朝着小萝莉的屁体就是重重一拍 这羞羞的操作顿势把众人的下巴都给惊掉 小萝莉更是羞愤难当 没想到你不光是一个坏蛋 还是一个色狼 给我去死 可她用尽全力的一拳打在无福身上 却如同饶痒痒一般 怎么会 灵力居然施展不出来 难道是她刚刚那一下搞的鬼 还没等小萝莉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福的拳头就已经到了自己面前 失去灵力的打 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她抬手抵挡的能势 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 无耻 夏刘 有种你把灵气给我解开 姑奶奶我今天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然而无福却只是摸了摸她的脑袋 然后一脸严肃地告诉小萝莉 可以给你解开灵力 但是不是现在 看这架势 男主的第一个后宫 应该很快就要拿下 这个富二代上一秒还搂着男主的前女友 叫嚣着说要给她好看 但下一秒就被男主狠狠地甩了一剑锋 自己还要屈辱地和她低头道歉 就在刚刚收拾完小萝莉的无福 缓缓走向贺天号 贺天号见状彻底慌了 你想干什么 关键时刻 小萝莉却再次将无福拦下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在我们许家的地盘上就不能闹事 小萝莉的话虽然依旧强硬 可见识到无福实力的她 还是不经一阵发血 冷汗直流 如此是非不分 无福也是无语了 她看着身后几个被报医的安保冷冷说道 到底是谁在闹事 我想他们几个会说清楚的 在无福强大的威压之下 安保们只能老实地交代了实情 是 是贺天号让我们动手教训她的 没想到自己居然被贺天号给忽用 还被她拿着当枪使 小萝莉转头看着身后的贺天号 气就不打一处来 在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后 无福便开口要求贺天号道歉 可打心底就瞧不起无福的贺天号 要他道歉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但下一秒 他就后悔了 只见无福对着贺天号脸上就是一戒耳光 这一巴掌直接把他给扇猛逼了 他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缓不神来 你居然敢打我 无福 老子要不弄惨你 我跟你姓 可他狠话才刚说完 他的一声 无福又是一戒耳光打在他脸上 想要报仇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不过在此之前 必须道歉 这时 在一旁吃瓜看戏的小萝莉都看不下去 对着贺天号就是一顿吵谎 你在我的地盘上闹事我都还没计较 让你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借眼下自己不是对手 贺天号只能不甘地咬牙道歉后转身离开 李梦瑶健壮一把追出 他抱住贺天号的手腕 本还想着安慰一番 却不料贺天号尽一把将他甩开 然后一脸不耐烦地丢下一句别烦我 就独自离开了 这好不容易才攀上的高帅骨 可不能让无福这个废物给毁了 想到此 李梦瑶在心里对着无福就是一顿乱骂 而处理完事情的无福也不想再多做停留 拜别小萝莉后就关门离开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想到先前被他的羞辱 小萝莉顿时就感到羞愤难当 与此同时 在离开KTV后的贺天号来到了一处台球馆中 看到狼狈不堪的贺天号 台球馆里的小嘎嘎们瞬间炸了锅 号哥您 您这是被人打了 是谁胆子那么肥 我看他是活腻歪的呀 贺天号没有领会众人 静止走向一个手臂布满纹身的壮汉 彪哥 帮我教训一个人 大汉听完音乐的笑 连贺家的二少都敢欺负 难道他不知道你大哥贺天刚是谁吗 他一个没什么背景的罪 怎么可能认识我大哥 彪哥 你留他一条命然后慢慢玩 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贺天号是什么下场 这个男人只因为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富二代 立刻就成为了全校公敌 这天 吴福来到教室准备上课 几个人高马大的篮球社队员就朝他走来 原来 富二代也是篮球社的一员 而他们这次就是要来给吴福一个警告 得罪贺天号的后果就是 你还有你的同班同学 以后都会遭到篮球社的重点照顾 此话一出 其他同学顿时慌了 为什么他无福得罪了人还要牵连我们 还真是一粒老鼠屎坏的一锅粥啊 一旁的斑花健壮 对吴福更是一脸的唾弃 和这个倒霉蛋一般 真是热闹永远看不完 见整个班都因为吴福一人怨声在道 篮球社一人趁机向他发出挑战 要想其他人不受牵连也行 就和我们篮球社比赛一场 赢了就放过你们 不过要是输了 以后碰到面就得喊我们爸爸 那如果你们要是输了呢 面对吴福的提问 篮球社差点没把肚子笑脱 哈哈我们会输 要是我们输了也一样叫你爸爸 很快双方来到篮球场 大战一触即发 但场边的同学竟没有一人给吴福加油 而相反了 篮球队队长周探则是弥媚成群 他不仅是笑懂的儿子 还长得又高又帅 你会输得很惨 记住我的名字 周探 周探可是贺天昊的兄弟 得罪这两人 吴福以后别想在学校待 是啊 来和他们比赛 这不就是纯粹找念吗 在周围同学的嘲讽声中 裁判示意双方准备跳球 只见篮球被他抛向空中 周探瞬间高高跃起 这反应速度之快 让身为贱尊的吴福也大为吃惊 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周探就使出一记飘逸的干把三分 篮球空心入网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躺上顿时就响起了 伤夫喊啸般的吱声 王萌萌一脸担忧地看向吴福 福哥 这回算是灾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 裁判也是一开始就把球扔给了周探 然而吴福此刻却战役昂扬 毕竟比赛不是才刚开始吗 很快 周探再次运球杀向禁区 就在他以为这一分又要轻松到手之时 吴福却以出乎意料的惊人速度出现在他身前 紧接着就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抢断 没有想到吴福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周探赶忙大喊其他队员挡住吴福 然而 一群瞎兵蟹将又怎能阻挡健分前进的角度 只见吴福单手抓住篮球高高跳起 然后就是一记事大力尘的担腹劈扣 这一球既经四座 刚刚还在嘲讽吴福的众人 此刻惊讶的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我靠 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 吴福竟然这么忙 然而这只是见尊表演的开始 很快他又是一记漂亮的后眼跳台 随着篮球应声入网 李芬也来到了17比20 身为篮球社社长的周探 怎么可能让吴福一人就出尽风口 他快速运球摆脱过人 然后当着吴福的面就想要来一把颜色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 吴福的身影就如同一座大山一般遮天蔽日 随后一记晴天大冒顿时 让现场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篮球社的人居然被吊打了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吴福已经胜券在握之时 周探却突然朝着吴福的其他队友使了一个眼泽 而在收到周探的暗示后 吴福队友瞬间心领神会 二打八 吴福你就算在厉害 结局也是输 这个篮球队长才当说完要在场上打爆男主 下一秒就被他虐成了渣渣 为了找回颜面 周探居然收买了男主的其他队友 想让男主孤立无援 毫不知情的吴福在摆过防守后 将球传给了身处枯萎的队友 本来这一分可以轻松拿下 但没想到队友竟直接把球传给了周探 周探接过篮球手起刀落 轻松拿下两分 看到队友这操作 吴福瞬间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进球后的周探则满脸戏血地说道 你不是很牛吗 还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啊 没想到打黑球还能如此明目张胆 就连刚刚还看不起吴福的观众 此刻都纷纷替他开始加油起来 见王萌萌一脸担忧 吴福轻拍着他的肩膀 然后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因为真正的屠杀才刚要开始 随后比赛继续进行 见吴福被团团包围 周探运球轻松过人 就你还想和我玩 做梦呢 可就在他摆出投篮姿势准备拿下这一分事 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挡在了他面前 然后就是一波精彩的单身抓帽 这操作周探傻眼了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可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头 只见吴福高高跃起将篮球投出 随着贯穿全场的一道抛物线 篮球空心入网 超远距离投射 这也太牛逼了吧 在火力全开的吴福面前 所有人就仿佛被他降为打击一般 只能不断目送他过人得分 吴福绚丽的球技也让场面的观众彻底最同情 他们开始歇斯底里的为吴福加油等气 而吴福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先是送给周探一记晴天大貌 再接一球超远距离抛射 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 吴福队最终以42比37拿下比赛 而被吴福打得颜面扫地的周探 此刻更是被气得咬牙切齿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就在周探一伙人离开球场之时 王萌萌一把叫住他们 输了球就想走 你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我一边去 让探哥叫你们爸爸 你有命受吗 任个不孝的儿子 有什么受不起的 听到这话小嘎嘎们坐不住了 大喊一声你小子找死 然后抡起拳头就向着吴福打去 但是何见遵拼武力 这简直就是在送人头 只见吴福一个闪身躲开攻击 再接一个回旋踢直接命中 这脚力道之大 竟把小嘎嘎踢飞数里之远 其他队员也被这飞来的冲击 直接撞飞 周探见是不对刚想逃走 可没想到吴福已经挡在他的身前 他单手握住周探的手臂 然后轻轻发力 周探就直接跪倒在地上 输了就想跑 是不是该把堵住给对线了 见周探还想嘴 吴福再次发力 这下可把周探疼得嗷嗷直叫 在吴福强大的威慑之下 周探只能咬着牙寒恨叫了一声爸爸 你可以滚了 我才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儿子 福哥 贺天昊和周探在学校的能耐可不小 你可要当心他们后面的报复 这个男人正和前女友一同 坐在前往露营的大巴上 而女人看他的眼神却充满着恨 甚至还在心里暗暗 要男人后半辈子都躺在床上 就在大巴途经云海市最顶级的豪宅区时 吴福却突然让司机把车停下 王蒙蒙不解地问道 福哥 咱们还没到目的地呢 我有一个朋友约我去他家一趟 你们先过去 忙好了我会自己找来 听到这话 全车的同学纷纷大笑起来 李梦瑶更是一脸鄙视 真是装C装上演的呀 一个屌丝还能有住在天府豪远的朋友 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 吴福缓缓下车 并拨打了许应山的电话 原来 吴福今天就是赴约去给许家的女儿治病的 一进别墅 吴福就感受到了振振充沛的灵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要治疗的对象 居然是先前KTV里的小魔力 色狼 怎么会是你 不对 难道老爸说的世外高人是他的师父 可他师父在哪呢 你不用找了 救我一个 你想干嘛 也以为你会点雕虫小技我就怕了你 我是来给你治病的 救你 一个练气静的也想替我治病 秦秦 不得无礼 练气静又如何 吴小兄弟实力不凡 可就算听了父亲的说辞 许秦秦依旧满心不服 他认定老爸肯定是被这小子 用什么歪门邪道给骗 越想越气的他指着 吴福就是一阵怒斥 没想到你不光是一个色狼 还是个骗子 连我爷爷请来的宗师 都没能治好我 我倒是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然而吴福不想再做口水治病 只见他将灵气凝聚于单手之上 缓缓走到许秦秦面前 紧接着对着他的胸口 就是一记重掌击出 这操作直接把许应山看傻了 这是治病还是害命 他着急地大喊着女儿的名字 身旁的手下也举起了玩具 准备拿下这个凶手 说 你到底是谁 可当吴福收回灵力的那一刻 奇迹出现了 许秦秦的周身灵气环绕 而毒色的经脉 现在也全部都畅通无止 没想到吴福的实力 居然如此强悍 真的就把女儿的病给治好了 许应山赶忙让手下放下武器 然后向着吴福跪地之前 而按照约定 许应山也拿出了别墅的钥匙地理吴福 小兄弟 以后这别墅就是你的了 日后要是有需要我许某人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在云海市 我还是有几分薄面的 这个男人今天就要教会你 如何酸爽地打脸爱慕虚荣的前女友 就在刚刚 在公园玩耍的小哈 因不小心弄脏了一位女同学的裤子 就被他一路狂追 危难之际 吴福及时出现 抱起小哈并向女同学道歉 对不起 小哈弄坏的我会赔给你 但这个女人估计没有接受到钱 甚至还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嘲笑了 你知道这是多少钱买的吗 卖了你也赔不起 而女孩的闺女也走到她身边 对着吴福就是各种阴阳怪气 娜娜 她朋友可住在天府豪园呢 这点钱她可不会在乎 对啊对啊 她可是出入天府豪园的有钱人 我看呀 她就是为了装作认识有钱人 其实只是躲在附近为了装C 哈哈哈哈 但下一秒 吴福就瞬间打脸了众人 只见她从身后的口袋掏出厚厚的一叠钞品 然后递给了女同学 这操作让刚刚还在嘲讽她的其他同学 直接惊掉下了 卧槽 那么有钱 该不会她真的是有钱人吧 但李孟瑶却不以为然 她打心里就认定 吴福这个穷鬼是在学人装C 而就在她正期待着 吴福一会儿被打脸的场景时 吴福却一脸冷漠地朝她走来 你想干嘛 别惹我 不然贺天昊就是你的下场 好好管住你的嘴 面对吴福霸气的警告 李孟瑶敢怒不敢言 她只能在心中暗暗闹 就让你再多嚣张两天 贺天昊会让你后悔的 而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估计一会儿肯定要下大雨了 可巴是要明天才能来 这可怎么办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 李孟瑶赶忙抓住了这个显白的机会 她拿出手机查理查气地 拨打了贺天昊的电话 喂 天昊 快下雨了 你赶紧来天府豪园附近接人家吗 挂完电话就立马转头和同学们说道 一会儿天昊会开车过来 可是只能带走几个人 太麻烦了 我刚好在天府有一套房子 大家不介意的话可以过去躲躲雨 天府有一套房 哈哈你不吹牛会死啊 其他同学听完也都跟着嘲笑起来 于是李孟瑶为了戳破无福的谎言 就开始煽动大家去看看 无福口中的房子到底是啥样 一群人很快就来到了别墅门口 可当看到门口的门卫时 李孟瑶就接着说道 你看现在门卫都来了 这下打脸了吧 咱们还是自己想想怎么回去 就别指望他了 但当看到门卫恭敬的和无福打招呼 并问到这些人都是您的朋友吗 石 所有人瞬间傻眼了 这 这可是天府豪原了 怎么可能 老娘勾搭你的时候 你明明就是一个臭屌丝 没想到还藏着这么大的一套别墅 无福 你个混蛋 对了 其他人都是我朋友 除了他 收到指示的门卫果断将李孟瑶兰在门口 这可把他气得心态爆炸 无福 我跟你势不了力 这个男人 是众人眼中的穷光蛋 可现在却能邀请全班同学到最豪华的别墅里 并且还告诉所有人这就是他家 第一次见到如此奢华的别墅 众人纷纷拿起审计去拍照 可就在这时 逆人突然大 这不是大三学姐情情吗 斑花顺着声音望去 瞬间就感觉自己人间清醒了 我就说无福这穷鬼 怎么可能拥有这一套别墅 原来别墅的主人是云海雪家的 果然屌丝还是屌丝 无福本不想理会斑花的闲烟碎 只是让众人先去挑选客房休息 可没想到斑花却没完没了的嘲讽起来 还休息 别刚睡着就被人给轰出去了 一个穷鬼还真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 没错 这房子原先是许家的 不过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郑主还在楼上呢 雪姐让我们来避 你站出来装什么大尾巴吗 我好心好意让你们来避 不是让你们来找不自 不想留在这 现在就可以走了 萌萌送客 我们走不走你管得着吗 雪姐都没发话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是啊 装C还装上瘾了 嘿 在二楼目睹了一切的许晴 情面无表情的看着众人 随后冷冷开口道 喂 我说你们干嘛呢 听到雪姐发话 斑花瞬间变成一副乖巧可人的模样 人想着自己嘴甜一点 也好和许晴情攀攀关系 可没想到斑花才说完一句雪姐好 许晴情电大手一挥 让她立刻给老娘滚出去 这下可把几个绿茶女中猛逼了 雪 雪姐 是无福让我们进来 可她刚刚不是让你走了吗 别墅是无福的 她想让谁滚 谁就得滚 此话一出全场 卧槽了 别墅还真是她的呀 脸被打得巨疼的斑花 此刻就如同小丑一般处在原地 最想羞辱别人的人 现在却反过来被羞辱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少年仅仅只是打了一个喷嚏 就有四辆轿车停在了她的身前 就在她疑惑之际 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下车 冷冷开口问道 你就是无福吧 原来就在不久前 惨遭无福打脸的贺天昊为了往回颜面 于是便找来了当地出名的黑道大哥来踢自己出头 只见几个小嘎嘎手持铁棍来到彪哥身后 老大 费这小子的活让我来 天昊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像这种废物也让你出马 然而面对这群凶神恶煞的流氓 无福却没有丝毫慌张 他轻轻放下怀中的小哈 不耐烦地对小嘎嘎们说道 等会儿还有课 你们一起上吧 听到这话 两个小嘎嘎瞬间暴怒 拿起手中的武器就向着无福扑杀而来 你磕么的还给老子装 给我揍他 可没想到只是简单的一脚 结实的铁棍就被无福剃成了碎炸 这彪汉的实力瞬间就吓傻了这两个小嘎嘎 还以为贺天昊会请几个能打的 没想到还是几个小喉咙 我就说 能打贺家二少脸的人 肯定不会简单到哪里去 话音刚落 就看见一双手突然从无福身后伸来 下一秒他就被两个小嘎嘎给紧紧抱住 彪哥抓住他了 动手吧 在云海大学周边 赶在我大彪面前狂的人 还没出声呢 可就在彪哥准备动手之时 看到无福有危险的小哈一把 就冲过来咬住彪哥的腿 但体型娇小的小哈 又怎么可能会是彪哥的对手 在吃了彪哥一记鞭腿后 小哈就直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而在不远处目睹了一切的许晴晴 已然知道见尊的屠杀时刻 马上就要来临了 于是便开口和身旁的社员说道 赶紧去给他们叫个救护车吧 对啊 无福他再怎么废物 也是我们云海大学的学生 我现在就叫 不 是给那些混混叫的 两个美女社员听完顿时一脸猛逼 混混 社长 为什么是给混混叫救护车呀 因为无福 他才不是废物 这群混混把少年团团围住 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可女孩却让人给混混们叫救护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男主的爱犬被混混老大一脚踢翻 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小哈 无福顿时怒火中烧 本来还想让你们几个人被扶着离开 现在就让你们在医院躺上几个月吧 切 死到零头了还和老子装 可彪哥话音刚落 就看见无福一个发力 两个抱住他的小嘎嘎便被瞬间甩飞 紧接着他又以迅雷般的速度冲向了彪哥 紧紧一记鞭腿 结实的铁棍就被踢到彻底变形 而上一秒还说要把无福腿打断的彪哥 现在已经两眼翻白 口吐白墨倒在了地上不停的抽搐 见老大被秒杀了 所有小混混们拿起武器就向着无福一拥而上 但在听见郑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后 小混混们个个都被无福揍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这哪是废物 简直就是一终活阎王 而与此同时 贺天昊正一脸悠闲地坐在教室之中 突然周探推门而入 昊哥 听说大镖都被拧起来了呀 无福那小子这回算是完蛋 而一旁的李梦瑶听完 也茶里茶气地附和他 就他无福得罪了天昊 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天昊的人词了 从今往后 云海大学再也没有无福这个人了 对呀 像他这种废物死不足惜 可几人话音刚落 就听到教室门被推开的声音 顺着声音望去 众人顿时傻眼了 无福 怎么会是你 你们是在找我吗 还是找他 看到躺在地上口吐白墨失去知觉的大镖 贺天昊这下彻底慌了 怎么可能 然而就在这时 看到突然闯到教室的无福 几个不知好歹的小嘎嘎 缓缓向着他走来 喂喂 你一个大一的心声 进门的时候连敲门都不会吗 还真是把我们这些学长当空气了呀 石像点的现在就给老子滚出去 可放完狠话的学长 看见无福依然无动于衷一脸冷漠 气得他直接就拎起无福的衣角 就要给他一个教训 但下一秒 他就被一个巴掌给拍到墙上 这里没你们的事 都给我滚一边去 这个嚣张的富二代 不仅抢走了男主的女友 甚至还找来了黑道大哥 想要彻底飞得来 可下一秒 男主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面前 看到被揍得口吐白沫的黑道大哥 富二代这下彻底慌了 就在这时 周探突然站出来指着无福一顿怒斥 这里是学校 敢在这闹事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信不信 趁现在我还没有生气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一旁的小嘎嘎 更是直接操起板灯附和的 探哥和他还要费什么话 看我揍他 然而面对冲向自己的小嘎嘎 无福却连躲都懒得躲 紧靠着缠绕在周身的灵气 就将小嘎嘎手中的椅子 震飞到墙上 看到被砸裂的墙面 周探这下连大气都吓得喘不出来了 不想死的就给我滚 无福 你想干嘛 你以为你有点本事 就能在我面前嚣张呢 以我贺家在云海的分量 可贺天昊就连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被无福一脚踹飞出去 随后 无福冷冷地看向自己的绿茶前女友 想报仇我随时奉陪 不过 下次别再找这些废物 在无福的威压之下 李梦瑶竟被吓得冷汗直流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个男人 会是自己曾经的废物男友 事后 许晴晴追上了离开教室的无福 并告诉他 贺天昊只是一个二世祖 但是他哥哥贺天刚可不是等闲之辈 以你目前的实力对上他 是绝对没有半点胜算的 这下可真是惹上大麻烦了 然而无福听完却依旧一脸从容 到底是谁惹上麻烦了还真不好说 在几天后的一家豪华医院内 贺天昊手脚打着绷带和石膏躺在病床上 看到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 贺天昊的老爹决定亲手会会无福 放眼整个云海市 都不曾有人如此灭过贺家的威风 话音刚落 病房门就被一个人缓缓推开 贺天昊顺着动静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浑身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神秘男人赫然站在门口 二少爷放心 无福他要只是一个恋奇景 过几天我就让他彻底消失 少年打跑了一群来学校认识的混混 可教导主任却要将他开除 因为他把全校的两个富二代都给得罪了 其中一个人便找来了身为教导主任的舅舅 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为了给自己的侄子出头 教导主任甚至都不问缘由 就直接给少年按上了勾结校外人员殴打本校学生的对面 作为无福好兄弟的王蒙蒙刚想出口解释 一堂的周探就直接让他滚一边去 见自己兄弟被呵斥 无福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他将灵气凝聚于手掌之上 猛的一拳挥出 拳风在两人面前呼啸而过 教导主任的假发都被吹飞到了地上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 无福 都这个时候了 我劝你最好老实点 要我送你 无福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给校领导 一定要从重处罚 见自己不是对手 放完狠话的主任丢下周探就直接跑路 第二天一早 吃了瘪的主任卷土重来 他带着几名领导来到班级 对着所有同学宣布道 大义心生无福扰乱校级 目无师长 更是殴打贺天昊重伤住院 经学校领导商议 决定开除无福 以谨校友 此话一出 全班哗然 明明是贺天昊叫人堵住了无福 怎么最后被处罚的却是无福啊 没办法 要怪就怪他得罪的人太多 而且主任可是周探的舅舅 就在门外看戏的周探 正得以无福即将受到的处罚之时 许晴晴带着两个猛男就推门而入 并且还带来了主动闹事的混混头 想要给无福作证 见许晴晴出现 周探一下子就慌了起来 毕竟他可是许家的掌上明珠 如果要真向校方施压 那无福多半会没事 可没想到无福却没打算 接受许晴晴的帮助 他缓缓起身来到周探身边 然后将灵气凝聚于指尖 指尖无福一指点出 周探瞬间痛苦的嗷嗷直叫 全班同学见状也顿时都猛逼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叫得如此凄惨 混蛋 你竟然在我面前出手伤人 但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还指高气扬的周探 此刻竟然跪在地板上 对着无福不停的求饶 无福 我错了 我的名字可不是你能叫的 爸 爸爸 我要死了 请放过我 那你现在能不能说出实情了呢 这个少年有多牛叉 仅仅只是用手指点 在了富二代的额头上 他就痛苦地倒在地上嗷嗷之间 看着他不停的求饶 无福冷冷地开口说道 现在能不能说出实情了呢 是贺天昊叫人去读服的 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 此话一出 全班顿时鸦雀无声 就连刚刚还宣布 要将无福开除的教导主任 现在也只能尴尬地丢下一句 会重新将事情调查清楚 然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在事情结束之后 无福也回到了自己的豪华别墅 可才进门 几点黑刀就向着他飞射而来 好在无福里面 一个闪身就轻松躲开 谁 还真有点本事 可惜落在我手里 同样也是死 话音刚落 就只见这个神秘的杀手 周身散发出一股黑色气息 同时手上掏出数把小刀 下一步 他就发出阵阵诡异的笑声 向着无福冲沙而去 然而面对杀手雨点般的攻击 无福仅用单手就全部轻松化解 徒手接百刃 这小子果然还是有点实力 自我重生归来 还没遇到像样的对手 来 今天我就陪你玩了 一个练习经中阶的实力 还敢在本大爷的面前嚣张 简直就是在找死 说完 杀手就摆出架势 黑色杀气瞬间从身体迸发而出 还没等无福反应过来 杀手就已经闪身到他的身后 回着他一刀挥出 无福纵然已经做出了闪躲的动 但仍然还是被削掉了几根头发 剑弓既得手了 杀手也越发张狂起来 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 我怕我一出手 就将你杀了 死到里头了 你还想着要装逼呢 然而无福已经没有耐心 再陪他玩下去了 只见他眼神突然变得凌厉 紧接着就打出一道强大的剑气 这一击直接吓傻了杀手 他没有想到一个练气劲的少年 居然已经可以剑气化形了 看到身后被炸裂的石 杀手慌了 这 这不是练气劲该有的实力 你到底是谁 你不配知道 目睹战斗全过程的许晴晴 也不禁在心中感叹道 这家伙 果然没那么简单 看到许晴晴的突然出现 这个杀手顿时就感觉找到突破口 只见他一刀架在许晴晴脖子上 然后一脸得意地看向无福 小子 不想让你的小女友死掉 就乖乖地按照我说的做 这个身穿泳衣的女孩 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 可她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还气得快要爆炸了 原来 面对杀手的挟持 母服不仅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还一脸嫌弃地解释 少女并不是她的女朋友 这操作直接让许晴晴心态抱着 问 你有没有人心 姑奶奶我现在是人质 就我就算了 还解释 可是杀手还没弄清楚状况 被挟持的许晴晴 就突然浑身灵气暴起 卧槽 画 画行径的高手 几点是剧烈的爆炸 杀手已经被震飞到地上 不停地求饶 姑奶奶我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你的命 你居然还敢拿我当人质 我看你就是找死 可没想到 这个杀手竟然将一根毒 珍藏在了自己的舌头中 只见她一嘴吐出 来不及躲闪的许晴晴 被直接击到 无福见状 彻底暴怒 她已经一顶 将杀手踢得口吐进去 你等等 你可别乱来 没 没有解药 这女娃娃必死无疑 可本还想着 拿解药来威胁 无福的杀手 下一秒 她就直接认诺 脖子一顶 无福 我还不能死 看着奄奄一息的许晴晴 无福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我在 你死不了 随后她拔出了许晴晴 脖子上的鼻子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片刻之后 陷入昏迷的许晴晴 突然就感觉到 身体中充满了 一股温暖的气 她渐渐恢复了意识 脖子上的不识传来的触感 也让她感到无点舒适 可就在这时 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被惊醒的二人 顺着声音的方向回头望去 原来是许晴晴的 两个美女社员 而误以为 打扰了两人羞羞的他们 此刻尴尬的脸都红透了 社 社长你们继续 打扰了 我们就先走了 卢素已经彻底拔除 没事了 第一次被男人 亲密接触的许晴晴 一脸害羞 但还是吞吞吐吐的 向无福致谢 然而无福只是冷冷地回应的 他们的目标是我 救你是应该的 不用谢 然后就自顾自地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则电话 如此直男的操作 也是让许晴晴彻底 与此同时 在病房里 贺天号的手机突然响起 我 我父 是无福的电话 失败了吗 太阳生气 见 三天内 我要看见贺天号来学校 给我下轨道歉 这是我给他最后的机会 这个男人是权势最顶级的伙侯 可自己的儿子 却被人打到重伤住院 甚至 对方还嚣张地要求 三天内 如果没看到他儿子 在学校下跪道歉 就让他白发人 送黑发人 挂掉电话 贺天号脸都给气黑了 凭他一个臭屌丝 也配让我上门道歉 你哥哥过两天 就会回来了 倒是无福必然会死得很惨 第二天一 无福在宿舍 和萌萌一起愉快地 斗着小孩 可就在这时 一群身穿训练服的空手 到社员突然踹门而入 福 福哥 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得罪 金哥 社长让您教训的 就是这个大爷新生 他可不是一般人 打伤了社长的家人 就算要了他的命 也不为过 原来空手到社的社长 就是贺天刚啊 没错 老大休学一年 期间的社团 都是由我来搭理 话音刚落 两名小嘎嘎 就向着无福冲杀而去 小子 我们社长的名字 也是你这种废物能叫的吗 然而面对几人的围攻 无福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毕竟这群小嘎嘎 在他眼中 就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只见他一个膝顶 一个小嘎嘎就被撞飞树米 见自己不是对手 小嘎嘎赶忙招呼 其他人一起上 看着这群紧忙饭带 无福轻烈一笑 然后优雅地 脱掉了自己的外道 废物再多终究 还是废物 你小子越来越狂妄了 兄弟们上 给我把他送进医院 这群小嘎嘎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狠话才说完 下一秒 就被无福揍到休克等 来 继续 不是要送我去医院吗 就练器尽这点实力 对付普通人还行 可是对上我 你只有死路一条 见领头的要亲自动手了 无福也伸出手指 嚣张的挑衅起来 就在这时 对方一记手刀横批而来 无福俯身躲闪 你确实还是有点本事的 只不过 在我面前依旧还是蝼蚁 只见无福抓住时机 一记重拳 直击对方腹部 这权力道之大 竟把这个领头的给打飞树米 没想到无福的实力如此强悍 竟让自己在手下面前如此丢人 简直是找死了 就在这个领头 准备拿出实力 想要再次发动进攻时 许晴晴却突然出现 一脚踢在他屁股上 在云海大学 欺负我武道社的人 问过老娘了吗 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 却你最好别管 免得惹祸上身 不就是贺天罡内的死仆鸡 要回来了吗 老娘等着 这是没完 我武道社随时奉陪 废物就是废物 死到领头了 还只能躲在女人的后面 有本事出来和我单挑啊 面对这个领头的激将法 无福自然是欣然接受 可许晴晴健壮却急了 他修为比你高出一个境界 你可千万不要惩了 见无福已经答应 领头的得意一笑 下午来体育 我等你 这个少年仅仅只是为了好 就答应和实力高出 自己一个境界的学长单挑 可这个学长却根本没有打算 和他公平对决 他在接过富二代 递给他的三根毒针后 便露出了一门邪想 有了这个宝贝 今天无福必死无疑 没多久 无福便带着许晴晴来到体育馆中 他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何天昊 便冷冷开口道 我让你亲自上门给我道歉 这难道就是你的态度 何天昊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让我给你道歉 恐怕你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听到 今天你就算是跪下来求我们也没用 而身为无福前女友的李孟瑶 更是一点不念就情 直接就招呼一旁的学长动手 看着对面这一群跳梁小丑 无福只是淡淡一笑 就在这时 学长一脚堕裂地面 周身灵力四散抱起 他缓缓走向无福一脸梦陷 区区练气节 也敢在我面前装逼 我怕你是活腻了 没想到此人的修为 竟然已经到了化行径 一旁的许晴晴健壮 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他本还想劝一劝无福 要是打不过 认输也没关系 可谁知无福却好像一点都没 把对方放在眼里 只是让他照顾好怀里的小孩 战斗一触即发 两人都没打算让对方活着离开阵 学长率先发起进攻 只见他一个剑步冲向无福想要速战速决 没想到 自己全力挥出的一拳竟被他轻松堵 见正面交手不占上风 学长就立马掏出了藏在袖子里的毒针进行偷袭 但依旧被无福幻化出的半截神兵挡起 无奈之下 学长也不装了 他直接一个转身将藏在袖中的所有毒针全部射向无福 这可把血情清给急坏了 没想到对方居然可以这么无耻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 只见无福挥舞着手中的神兵 细小的毒针全部被他打飞 第一次见到两个修仙者的对决 一旁李梦瑶傻眼了 心里不禁暗暗道 这 这是在变魔术吗 而两人的对决还在继续 学长利用无福阁挡的空隙闪身到了他身后 练气静就能凝练出化形神兵 确实有点东西 可惜了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但学长是在必得的一招还是打空了 只见无福高高跃起 然后在空中使出必杀星辰剑角 原本的断剑竟在瞬间重置 随后只听见扑刺一声 一把利刃直穿学长胸膛 不可能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表情中 学长成功领了盒饭 见自己老大都被杀了 小嘎嘎们吓得撒腿就跑 贺天昊也彻底慌了 他大喊着身后的李梦瑶推他逃跑 但李梦瑶此刻哪里听得进去 他早已被吓得瘫倒在地 拉了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厉害 为了活命 贺天昊丢下轮椅就拼命地往外爬 可就在这时 一个无比冰冷的声音从前方传 这是要去哪儿 对 对不起 我错了 不是说 这辈子都不会道歉了吗 福哥 求求你放我一马 我发誓不再找你麻烦了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现在道歉 已经迟了 说吧 无福便将毒针刺入贺天昊手上 看着自己瞬间腐烂的双手 贺天昊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快 快给我解药 他对着身后的李梦瑶嘶吼着 可等来的却是这个绿茶女的唾气 你连一个废物都干不掉 活着还有什么用 贺天昊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最终在不甘和怨恨中彻底地闭上眼睛 见贺天昊领了盒饭 无福便直接转身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李梦瑶突然叫住了他 你为什么不杀我 听完无福冷冷地回答道 你还不能死 因为活着的人才能感受到绝望 连同上一世的恩怨 我要你加倍偿还 这个男人才刚洗完澡 就发现自己的床上 突然坐着一个性感的黑丝美女 正当她一脸疑惑之际 美女竟突然旋转起了手中的纸扇 向着她发起了进攻 可就在攻击即将命中男人之时 美女却突然停手了 因为在她的头顶之上 赫然悬浮着三把利刃 没想到男人居然可以在自己 毫无察觉的时候出见 这不禁引起了美女的兴趣 她好奇地开口向男人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出手了 然而她得到的回答 就只有冰饿四个字 从一开始 原来这个美女是学生会的会长 而她今天前来的目的 就是想要了解贺天号死亡的前因后果 可就在这时 无福突然感到身体出现了莫名的躁动 本就到了要突破灵界点的她 又因为刚才的出手 引动了剑气 现在马上就要突破了 然而会长见状后却彻底无语 因为她没想到突破这么大的事 无福竟然连丹药都没有准备 可下一秒她傻眼了 只见十里内的灵气 突然全部聚集在无福身上 这操作让见多识广的会长 也不禁感叹道 这 这真的是一个炼气劲的人 该有的实力吗 就在这时 无福突然睁开双眼 整个房间的灵气也随之瞬间四散炸开 还没等会长反应过来 身上的衣服就因为 补助着冲击爆裂开来 紧接着一个女孩的尖叫声 瞬间就响出了整个男生宿舍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王蒙蒙 立马带着几名热心的吃瓜群众 赶往了无福宿舍 可原本只是想在门口偷窥的他们 却因为一个不小心推开了房门 而在看到屋内一丝不挂的美女会长后 几人顿时傻眼了 卧槽 服个牛啊 你给我滚出去 你也给我转过去 再给我拿一件衣服 几天之后 在许家的豪华别墅内 一个男人正一脸不爽地抱怨着 大伯 都这个点了还没来 不会是在耍我们吧 财炼器进架子就这么大 原来在连番就下许清清后 许老为了表示对无福的感谢 便约他在今天相见 并给他准备了一份好礼 可众人等了半天 依旧不见无福的身影 就在这时 小哈突然闯了进来 对着众人就是一顿狂吠 许英山一眼就认出这是无福的狗 抱怨男见状则是在一旁骂骂咧咧 妈的 他一个练气劲的小子 等半天不来 最后竟然放一条狗来羞辱我们 就在许清清一头雾水之际 小哈突然一把咬住他的袖脚往外转 你是想让我出去 看样子 吴大师是遇到了麻烦了 许英山听完当即决定出发 看看到底发生了啥事 众人刚跟着小哈来到附近的一处小树林里 就看到一把利剑向着无福飞快的刺去 但这种等级的攻击自然是难不倒见尊 只见他一个摆头就轻松躲开飞剑 可对手太阳领域 闲之北 他用手指不停的预见 而长剑在他的抗空下 竟突然旋转掉头向着无福身后刺去 就在无福再次躲开攻击之时 一个人已经闪身到了他的身前 境界到化行镜的无福究竟有多巧 面对同等境界的对手 那简直就是碾压般的存在 就在刚刚 两个身穿道袍的修仙者找到无福 而他俩的身份正是贺天刚的尸体 为了给弟弟报仇 贺天刚提前下山 他先是救下了想要轻生的绿茶女李梦瑶 然后又派出两个尸体去探一探无福的虚实 两人本以为无福只是一个练气境的废物 就想直接把他给斩杀了好回去找师兄妖宫 可仅仅打了两个回合 其中一人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自己全力斩出的一剑竟然被无福轻松挡下 下一秒 更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直接斩杀了 这操作可把一旁的许家众人给看待了 他们不敢相信 无福手中那把残破不堪的画形断解 竟能有如此的威力 见自己的同门师兄这么快领了合反 另一人脑海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可杀人不成 还想跑 天底下可没有这么好的势力 只见无福手起刀落挥出剑起 另一人也直接领了合反 画面一切 几辆豪车突然停在无福的豪宅门口 而来人正是贺天号 见师弟们久久未归 他的表情略显反 只是让他们过来调查无福的底细 这用的时间也未免太久了吧 就在小嘎嘎们堵在门口 大喊着让无福滚出来 杀人偿命之时 许家众人的突然出现 让贺天号动感叉了 许老爷子怎么会出现在天府豪远 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嘎嘎开口道 是不是无福那小子 真的被他们俩给杀了 贺天刚听完淡淡一笑 还以为这个无福有点本事 要他真被我两个师弟给杀了 那倒也省得我出手了 一旁的李梦瑶一听到无福已经领了盒饭 瞬间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 无福你可算死了 可没想到他话都还没说完 一人便拎着两具尸体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是在找我吗 看到来人 李梦瑶猛了 天刚 你不是说无福死了吗 我两个师弟都有化行进的实力 他无福一个炼气劲的小子 绝对不是对手 一定是许家出手相助 好一个许家 竟出手斩杀我中阳派弟子 你们别误会 人是他无福杀的 和我们许家可没半毛钱关系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贺天刚嚣张的态度 顿时让许老爷子勃然大怒 贺天刚 你好威风啊 我许家毅历云海这么多年 都是说一不二的主 岂容你质疑 许家全体听令 外人胆敢踏入我许家地牌椅 给我杀无赦 然而 我们的逼王无福却在此刻淡淡的 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吧 有实力的人能有多装C 只见无福宁起一具尸体 就丢在贺天刚面前 贺天刚健壮傻眼了 这不是自己的师弟吗 好你的无福 先是噶了自己的地 现在又噶了自己的师弟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然而面对贺天号的滔天怒火 无福不仅毫无拒调 甚至还出言冷冷挑衅的 想要报仇 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说完 更是直接爆出骇人剑气 这架势也是把许家众人给惊呆了 好 好强的剑气 贺天刚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这个废物竟然就已经突破到化行径了 如今形势比人强 纵使贺天刚恨不得立马 就将无福千刀万挂 但如今许家强行弊武 许沧岚更是半步宗师强者 贺天刚的老爹也只好劝拿 今天先撤 离开前 贺天刚转身和无福再次放下狠话 无福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一旁的绿茶女李梦瑶 也是一点也不放过 可以嘴炮无福的机会 炮着攀上许家上尉的小白脸 能有什么本事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他眼里始终看不起的小白脸 才是云海许家真正的大脸 回到豪宅内 无福端坐于沙发之上 而不久前还各种看不起无福的许嚣张 此刻直接来了一波川剧便利 闭口一个无歌叫的别提有多轻啊 就在这时 许沧岚毕恭毕敬地开口问道 小兄弟实力不凡 连老头子我都看不透 可想令师大有来头吧 可无福总不能告诉他 自己是重生归来的建尊吧 这不得把这群人给吓傻了 于是只能随口敷衍一句 师父游山玩水去了 也许过阵子会回到云海 此话一出 许沧岚不禁在心中暗暗道 本以为这小子 只是一个目中无人的黄毛小 可没想到居然有如此深厚的背景 我许家要想更上一层楼 说不定还真要靠他的帮助 忽然 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一旁的许晴晴 顿时犹如醍醐灌 好家伙 这老头为了家族前途 看样子是打算把自己亲孙女给卖了呀 在一番交谈之后 吴福也准备起身离开回学校去了 就在这时 许应山突然叫住了他 只见他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木盒 打开之后 竟是两枚价值连城的神灵丹 这是我爸送你的礼物 两次的救命之恩 这枚丹药不足挂齿 可没想到如此厚礼 吴福竟然直接婉拒 丹药就不必了 前辈们倒是可以帮我留意一下 这把剑的剑刃碎片 许晴晴听完直接急了 是不是傻了 这灵神丹可比你这把破剑强多了 可他话才说完 马上就被打脸了 无辜只是协议 剑气便将大地割裂 简直就是卧槽了 只是一剑 就堪比玄通强者 难怪面对贺天刚 他都没有丝毫惧惧怕 这个小子已经带给人 太多的不可思议了 许藏兰长舒了一口气 并表示自己会帮他留意的 而与此同时 在学校的宿舍内 王萌萌正在幸福地 梦着美女肉包 突然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王萌萌猛然惊醒 看到来人后他傻了 这是贺天刚 唱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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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周探赶忙对着身后的无福大喊救命 可没想到对方直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群 叫啥叫 下劳兹一跳 打完人 金发壮汉对着他继续挑衅他 废物 还不快滚去把陆林那小妞叫过来陪哥几个玩玩 此话一出 身后的几个手下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如此欺人太甚 周探再也忍不了了 他再次对着无福大喊着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云海大学未来的希望吗 过来揍他们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无福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 这下周探彻底无语了 本来还想来一波借刀杀人 但如今无福就是不上头 而对方的嘲讽依旧持续不断 哈哈哈哈 果然 云海大学全部都是废物 这次修仙者交流会 你们云海大学就认输吧 就在这时 一个小嘎嘎拦住无福的去路 紧接着更是嚣张的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给学姐学长们带路啊 你这个混蛋 真是不作死 就不会死啊 只见无福的表情逐渐阴沉下来 下一秒直接一脚就把他踢得跪在地上 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手动脚的 这强健尊从生回到大学时代 却被外笑的几个小嘎嘎命令为奇带路 他本不想理会这群猫影 可不得对方竟然直接动手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自己送上门来讨打 那就怪不得自己了 只见无福一脚踹出 直接干翻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这个小嘎嘎居然挣扎着起身 对着无福就是一顿呵斥 臭小子 你找死 然而无福看他的眼神就如同看待一只蝼蚁 就在这时 小嘎嘎的周身瞬间爆出如同火焰般的炽热能量 而他周围的同伴们看到这驾驶都不禁嘖嘖撑起 这可是学长家传的猛虎拳啊 威力这么刚猛 可别把人家给打死了 放心 也就吓唬吓唬这个废物而已 但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自己被打脸了 只见这个小嘎嘎全力挥出的一拳 竟然被无福单手接下 无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然后冷冷说道 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滚还来得及 如此装逼的话 这个小嘎嘎哪里忍得下去 只见他再次爆起比刚才还强烈数倍的能量 就连眼睛都散发出骇人的金光 周围同伴见状不禁再次等他 这次他是动真格了 没想到今年的云海大学还争出了几个有点实力的飞力 但是一顿花里胡哨的操访 依然无法改变被打脸的结局 无福的眼神冰冷而目空一切 是认真的吗 老子要让你知道在我面前装逼的下场有多惨 就在小嘎嘎挥旋的一瞬间 恰好被赶来的会长撞见 很快他就意识到无福危险了 他大喊着周围的同学赶快上去救人 没想到下一秒 众人傻眼了 因为仅仅只是一脚 刚刚还大言不惭的小嘎嘎就已经倒立不起 彻底失去了意识 前一秒还一边看戏一边嘲笑无福的几人 此刻只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疼 你是学生会的吧 果然 果然你是云海大学学生会的干部 真够卑鄙的 居然扮猪吃老虎 这可把无福整猛逼了 什么学生会 如果非要说他在学校和什么组织有关系的话 那就只能是许晴晴的舞蹈舍 什么舞蹈舍 我可没听说过 你少骗人了 学生会代表着你们学校的最强战力 陆会长 这次我们失业来找你们切磋 希望这小子也能出场 陆琳听完 自然一口答应 可一旁的无福不乐意了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答应人家 然而下一秒他只能无奈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原来 贺天昊的事情都是陆琳在背后替他处理 所以才会在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后 学校里无人来找他麻烦 看着无福离开的背影 陆琳不禁敢探断 没想到无福这小子这么强 才突破没几天 竟然把师院猛虎王刚这个早已踏入化行径的人给打败了 这次的交流赛 说不定我们会赢吗 最强的重生建尊被邀请参加学校的交流赛 可没想到最近引发了学生会代表们的强烈抗议 在会议室内 一个学长对着陆琳愤怒地咆哮着 让一个大一的新生去参加交流赛是不是太儿戏了 听完怒拍桌子 很显然在了解到无福的实力之后 他想赢 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希望 只见他对着所有的学生会代表无比严肃地说道 学生会代表着云海的最强战力 如果这次输了 我不建议将你们全部清除出去 无福 交流赛是在下午别迟到了 众人听完这才发现 无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会议室内了 然而与火药味十足的会议箱 无福却是一脸的不耐烦 他冷冷地回应了一句 要是没什么事 我现在就走了 对手比起猛虎王刚还要强大 你可别轻敌 面对陆琳的提醒 无福只是一手把玩着小哈 然后头也不回地说道 玄通进门有多厉害 这嚣张的态度也是直接让身后的小嘎嘎怒火中烧 他手指着无福就是一顿嘴炮输出 你小子别太狂了 也就是赢了师院最弱的王刚而已 别以为自己有多厉害 无福本不想理会这些娄影 自顾自地开门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这个小嘎嘎竟然不依不饶 学长在和你说话了 可下一秒 他就彻底闭死了 你也就在紧密闭前 无福紧用了一拳 坚硬无比的墙壁就被轰得碎裂 他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呆落目击的学长说道 我劝你 最好省点力气 不得不说无福这波真的是帅诈了 看着无福摔门离开的背影 陆琳露出了微笑 因为他知道 这个男人会给所有人带来希望 画面一切 在一个凌乱的宿舍内 王萌萌正捂着伤口喃喃道 没想到贺天刚的实力居然那么强悍 看来不能让福哥知道 不然他肯定又会找上门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无福此刻就站在他的身后 贺天号来过 听到无福的声音 王萌萌吓了一跳 赶忙慌慌张张地说道 福 福哥你说什么呢 这 这是我自己摔的 别躲了 我已经看见了 放心吧 我会让他亲自给你道歉的 虽然无福此刻看起来面无表情 但是看着兄弟为自己受伤 谁都能猜到他内心早已怒火滔天 很快就到了下午学院交流的时间 陆灵带着学生会众人来到约定地点 此时身边的一众学生会成员 依然对无福的参与感到比气 会长 师愿一直都是我们的强敌 这次动用低年级的修仙者 会不会太冒险了 然而陆灵对此却充满了自信 才不会冒险 云海大学可藏了不少实力强悍的人物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 无福缓缓出现在了众人身后 学长在看到他后 直接双手插都一脸 不可一世走上前去 喂 小子 想参加交流赛吗 那就得先过我这关 然而面对挑衅 无福却显得不屑一骨 本想着用激将法逼无福出手 自己再狠狠教训一下 这个狂妄的小学弟 但没想到无福竟完全不上头 甚至直接转身准备离开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参加了 这可把会长陆灵给挤坏了 无福 你这个混蛋 来了就别想走 如此目中无人 学长再也忍不住 二话不说 飞起一脚就向着无福提去 然而无福却连头都懒到位 只用单手就将这个学长给震飞出去 在空中倒飞了数米 然后狼狈落地的学长 额头上顿时流下了无数冷汗 他真的只是一个大衣的心神吗 这时 无福缓缓转身 浑身散发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王者霸气 随后他冷冷地开口问他 现在还想要试试吗 了解到实力差距的学长 慌忙摇头 不用了 现在的大衣都这么屌了吗 各天刚终于和无福正面交手了 就在无福轻松击败不可一世的学长后 许晴晴的突然出现 顿时让众人大吃一惊 我都还没来呢 这么快就开始了 没有想到许晴晴的修为 居然都已经达到了化行进后阶 刚刚挑衅无福的学长也不禁感叹连连 就在他惊讶之际 一个高大的人影突然从身后将他撞开 正当他转身想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人士 突然就被吓傻在了原地 原来来人正是贺天刚 而他的修为更是已经达到了玄通境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人连续打击 这学长也只能无奈地在心中暗暗的 这低年级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而此时贺天刚的目标就只有无福 只见他双手插都缓缓走到他面前 然后一脸轻烈地说道 呦没想到连你这种废物也来了呀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两股灵气瞬间爆起 为了不全大局 王蒙蒙赶忙挡在两人中间 现在交流赛要紧 交流赛要紧 可没想到无福竟然率先开口挑剂了 交流赛有他没他结果都一样 有我在就能赢 这霸气的英姿顺便就把王蒙蒙这个小胖子 移得翘起了兰花指 紧接着无福又向着贺天刚开口说道 弄死你弟弟的人是我 不是王蒙蒙 所以在交流赛开始之前 你要给他道歉 贺天刚听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也配让我道歉 他看向王蒙蒙一脸唏嘘 喂 胖子 我给你道歉你敢接吗 他本以为王蒙蒙会被自己吓得不敢说话 但没想到 在无福身边王蒙蒙竟没有丝毫未知 直接回应道 我敢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脸 贺天刚杀意瞬间骤起 只见他换出东门去 一块神秘的石头在他手中嗡嗡坐下 他看着无福冷冷说道 没想到我们中央派的质宝对你的反应居然如此激烈 看样子连他都想让你死 可贺天刚做梦也想不到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无福就感应到了这块石头的存在 而在他换出了自己的星辰宝剑后 石头的反应竟然越发激烈 甚至到了贺天刚都控制不住的程度 忽然 无福大喝一声 进来 上一秒还在贺天刚手上的石头 竟然瞬间就飞向无福 并与他手中的宝剑融合在了一起 这不可思议的操作直接把贺天刚给惊呆了 紧接着众人就看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剑气 从无福周身四散暴 反应过来的贺天刚对着无福愤怒的嘶吼 把我治保 说到里面就此浑身灵气全力扑杀而去 没想到哪怕无福已经全力格导 但依然被这一拳阵退束 这就是通玄境的实力呢 而就在他感慨之际 贺天刚的拳头已经再次向他回来 可就在这时 一道令人窒息的黑影突然出现在二人身旁 都给我住手 等二人载过来之时 剧烈的爆炸已经将两人彻底分开 没有想到 贺天刚居然打起了星辰宝剑的主意 就在刚刚 陆林转身对着无福就是一个死亡凝视 毕竟交流赛还没开的 自己人就开始内斗 是不是明摆着给外人看笑话吗 为此无福只能假装咳嗽两声来缓解尴尬 然后转头对着小胖说道 萌萌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在看到无福的星辰宝剑后 贺天刚顿时就萌生地抢走他的想法 他没想到只是一把画形之物 却可以将门派的三大志宝都给吸收了 而就在这时 试验的代表们纷纷来到广场 可在看到贺天刚后 众人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他们不敢相信云海大学里 居然还有一个玄通镜巅峰的学生 此时 试验代表中的一个女人缓缓开口道 贺天刚如今是云海大二的学生 而他早在一年前 就已经拥有了练气劲的实力 看来今年的云海是有些棘手了 反观此时的云海大学队伍中 陆林正对着无福披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我说你啊 你才踏入了画形境 就对上通玄境的贺天刚 你是在找死吗 况且交流赛在即 而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贺天刚突然抱起全身灵气一声大喝 无福 我走的至宝现在还我 可无福却只是一脸淡定的冷冷回应道 他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神兵碎片三年前就已经在我们中央派放了 你也不找个像样的借口 说话 贺天刚变一个剑步登出 向着无福扑杀而去 还没等他近身 就只听见喷的一声 上一秒还杀气腾腾的贺天号 此刻居然在众人面前摔了一个狗吃屎 原来 刚刚小哈因为太无聊了 于是便在地板上淘了一个血 而贺天刚一个不留神 顿时就成了众人眼中的笑顿 王蒙蒙见状后 更是抱着小哈笑得连眼泪都流传 颜面扫地的贺天刚被彻底激怒 他掏出长剑就向着王蒙蒙刺去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无福及时出手将其挡下 紧接着他便让王蒙蒙带着小哈先走 而再次看到保健威能的贺天刚露出了一抹坏笑 还真是个宝贝啊 要是将一柄剑所需的碎片都筹齐了 又该有何等的威力呢 要是无福实力再强一点 说不定连我都不是对手 眼看这两人又要开打 陆灵极了 你们之间的恩怨能不能先放放 也被诗院的人看了笑话 可是吃瓜这种是谁不爱呢 看着正在火拼的二人 诗院代表们议论纷纷 没想到啊 他们内部反倒是打起来了 听说对上赫天刚的人只是一个大一的心声 这人估计要凉凉了 可其中却有一人神情严肃 因为他隐隐地感觉到 无福并没有用出权力 不然 面对比自己整整高出一个大境界的贺天号 无福自始至终都显得从容不迫 在二人队拼数个回合之后 贺天刚突然抓住机会一脚 将无福手中的宝剑踢飞 没了这把神兵 你无福就是一个废物 可还没等他开心几米 无福就一种把他的腹部手 这一击威力之大 静静生生把贺天刚打背数米之远 看着自己裂开的衣服 贺天刚一脸的不可思议 是 这居然是剑气 不过没关系 反正宝贝已经到手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无福只是随手一台 星辰导剑便再度回到他的手上 他冷冷看向贺天刚说道 他一直都存在我的体内 你是夺不走的 对上修为 高出自己整整一个大境界的贺天刚 无福竟然还能略占上风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也是让一众师院代表的目瞪口袋 卧槽 他真的只是一个大一的新生吗 听说这个人在两个月之前 还因为情感问题 被贺天号打到住院 我推测 他要么只修炼了两个月 要么一直都在伪装自己的实力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无福一个闪身就来到贺天刚面前 速度之快 贺天刚根本来不及反 就被一道无比强横的剑气穿铁 这妖孽般的战力 让一旁的陆灵也直呼不可思议 他不是才突破化神境吗 怎么连玄通镜都可以轻松站上 被打飞的贺天刚更是一脸错误 这小子怎么可能 何等他缓过神来再次抬头看向无福时 眼前的画面又再次刷新了他的三观 只见蓝色的剑气不断从无福身体爆发而出 甚至在他身后凝聚成了一尊威严无比的战神 贺天刚健壮自知不敌 也只好无奈的留下一句狠话 然后转身离开 无福下次心仇旧恨一起算 而贺天刚刚走 诗愿代表中突然走出一人向着无福说道 以天赋和实力都不足 可惜太过依赖于神兵 顺着声音的方向 无福缓缓转头望去 来人正是这次诗愿代表的老大 就是你带人来挑衅的事吧 学弟 修仙者交流赛可一直都是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传统 我们可不是来砸场子的 听完无福一脸不懈的看向一众诗愿代表人 贺天刚被我打跑了 就由我来代表他出战吧 你们谁来 这狂妄的姿态瞬间点燃了对面的怒火 别以为神兵在手你就能为所欲为 刚刚一直在看戏的女人也一脸戏谑的说了 你修为也不过才华行初期 就在有神兵在手 在老大的手下也撑不了多久 可没想到 无福在听完后不仅毫无巨色 反而直接表示 为了节省时间 你们干脆一起上算了 太嚣张了 你一定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言 只见诗愿老大直接掏出一柄巨大的战斧 大战一触即发 别以为有神兵在手就能赢过我 那就来吧 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拍在了无福的肩膀上 回头望去 陆林婉如死神一般一脸阴沉 原本算上鹤天刚 我们至少有六成的胜存 可你要是输了 我可是会吃人的 没想到 两人亲密的画面让一旁的许情情不乐意 他粗意大发地对着两人大吼了 现在不是对抗赛吗 大敌当前你们这样对手会很尴尬的吼 没想到一场学生之间的交流赛 经过变成无负担方面的屠杀 就在刚刚 粗意大发的许情情遭到了诗愿老大的吵醒 小姑娘吃错了呀 好小的厌妇不浅了 没想到这一句直接点燃了许情情的怒 他二话不说就向着对方扑杀而去 可没想到 诗愿老大竟没有丝毫拒责 反而嘴角还扬起一抹诡异的邪性 就你还差了点 突然 他全身的肌肉快速膨胀 许情情一种下去 顿时就感觉打在了一块 坚硬无比的金属上 自己明明已经使出了权力 可对方依然纹丝不动 这让许情情彻底傻眼了 对方可丝毫没有打算怜香惜意 只见他举起巨斧居高临下一脸细血 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完了 这下来不及躲了 就在那一声爆炸后 诗愿老大却满脸诧异 人呢 怎么消失了 原来 在千军一发之际 吴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将许情情救了下来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 眼神冰冷至极 顿手是我 你小子可算出来了 老子祖传的护体神功 可不是你这铅笔刀能削开的 是吗 看我一击撂倒你 看到老大火力全开 诗愿众人也都纷纷大声为其加油助威 在两人全力一击之后 全场顿时就陷入一片死寂 紧接着在看到吴福将星辰宝剑收回后 入灵满脸错愕 这是什么情况 难 难道认输了吗 就在众人都觉得云海这次又要落败之时 诗愿老大的身体却突然传来一阵咔嚓声 他那引以为傲的护体神顿就轰然破裂 这让在场的众人顿时目瞪口呆 反观吴福则一如既往的狂妄霸气 没有什么能挡住星辰剑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没想到这个大义心声竟然能打败自己的老大 诗愿代表们面对这个结果 也只能无奈地认输投降 要认输可以 但前提是你们得把灵石全部交出来 吴福此话一出 诗愿一众代表们猛逼了 灵石 你到底想干嘛 因为我家的狗子喜欢啊 随后在广场一阵阵七彩无比的囚牢生中 本次两个大学的修仙大赛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你敢相信这个男人敬畏了一只狗 便在拍卖会疯狂消费省千万吗 就在刚刚 吴福抱着小哈准备参加一场私人拍卖会 他刚到门口 就被两个小保安给拦住了 原来他入场的擎帖被小哈给咬坏了 而擎帖一经损坏 便无法进入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期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擎帖被狗咬坏了 也不找个像样的借口 吴福回头望去 来人竟然是周探 看到此人 吴福瞬间豁然开朗 他把手搭在周探肩膀上 露出了一抹善解人意的微笑 说 你不想进去 大 大哥 这是干嘛 大街上拉拉扯扯的影响多不好啊 而这看似平淡的一句话 却犹如死神的镰刀一般下的周探冷汗直流 他赶忙转身向着 吴福就是一个90度鞠躬 然后双手递上琴铁 吴哥 来来来 点您 我过来就是为了给您送琴铁的 这操作直接把一旁的绿茶你给看待了 卧槽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吴福接过琴检 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谢谢 便静止地向会场走去 看着吴福的背影 周探不禁发出感叹 怎么感觉他好像变得更强了 拍卖会场内 许应山和许晴晴早已等待多时 原来 今天有一块神秘的剑刃碎片要在这里进行拍卖 在收到消息后 许应山便第一时间通知了吴福 并表示今天的拍卖会自己一定会全力支持 见许应山诚意满满 吴福抱全致谢 并答应事后传授一套功法赠予许家 可一旁的许嚣张听完后却不以为然 哥们 你恐怕不知道这玩意儿拍多少钱吧 你觉得什么样的功法能值五百万 我见许老爷子停滞在原神境十日已久 这套功法足够帮他突破到反虚境了 许应山听完顿时大吃一惊 没想到他竟然看出了我爸的困境 难 难道他真的有办法 随着台上主持人一锤落下 拍卖会也正式地拉开了我们 而本次拍卖的第一件商品便是一颗极品林翠 起拍价更是高达五十万 就在这时 吴福怀里的小哈突然眼放金光 显然他特别喜欢台上的林翠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旁的许应山看在了眼里 他二话不说直接举拍 好至五百万将其拍下 这操作 一旁的许晴晴顿时就表示看不懂了 爸 我们家不缺零食 就算这块林翠珍贵 可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用啊 许应山听完后却指了指吴福的怀里说道 这不是小哈想要的吗 听到这个话 许晴晴整个人瞬间就实话了 为了报答吴福 如今是连他的狗都要舔了 这只狗就只是叫了两声 一个顶级的私人拍卖会 竟瞬间成为他的购物专场 原来为了讨好吴福 许应山直接放出豪言 小兄弟 今天不管是你还是你的狗 看中哪个就直接吱声 我全力支持 许晴晴听完后彻底猛了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父亲吗 之后 不管是两百万的普达士 还是三百万的通灵丹 甚至是五百万的龙颜灵芝 只要小哈看中 许应山便统统拿下 看到此处 小编也不禁泪流满面 活了这么久 黛玉竟然还不如一条狗 在一阵疯狂的消费之后 拍卖会也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压轴商品 当主持人掀开颈部的那一刻 耀眼的蓝光顷刻间便照亮全场 定睛一看 一块湛蓝色的神秘石头赫然悬浮于展台之上 许应山赶忙转头向五福确认 这是否就是他想要的剑人碎皮 可就在五福微笑点头时 一个神秘男子突然刷的一下站起身来 紧接着便对着全场来宾嚣张地说道 在下里酒 出来炸道 这枚碎片可有人帮我出价赠于我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你个穷逼也敢来拍卖场 还让人花钱送你 他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不远处的贺天刚听后也是一脸无语 他本以为五福已经足够无耻的 可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比他更无耻 然而面对全场的嘲笑 这个神秘人却始终一言不乏 但片刻之后 他的双眼突然一瞪 强大的威压镜瞬间笼罩全场 上一秒还在嘲笑男子的众人 此刻都纷纷陷入了一片死寂 就在此时神秘人再次开口说道 师父说 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所以在场可有人将商品拍下 然后赠于我 见此人实力深不可测 贺天刚果断出手 直接一千万将剑刃碎片拍下 师父说 滴水之恩应当涌全享望 所以我满足你一个愿望 后续可以找我帮你任何一个忙 宝贝配强者 理当如此 理当如此 许英山做梦也不会想到 会场内居然会出现一个 实力如此逆天之人 可还没等他开口之前 就被无福打断 没关系 因为这已经不是你们 许家能解决的事情了 况且这个人会主动 把剑刃碎片送给我呢 许英山听完彻底晕了 他好奇地开口问道 他认识你吗 这时 无福眼神突然变得冰冷至极 他冷冷回应道 他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他 陆灵居然被无福毕 踮在了床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离开拍卖会的 无福刚回到宿舍 陆灵就不紧自来 无福冷冷地看向陆灵问道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想到 陆灵竟突然妩媚地爬到床上 然后一脸坏笑地挑逗了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你看现在孤男寡女的 他本想看看 无福害羞出糗的模样 可谁知 我们的重生见尊突然一个坏笑 二话不说就把他推倒在床上 你想干嘛 要是没做好准备 就别玩火 万一燃起来 很危险的 吃了瘪了陆灵一把推开无福 找 找你来是想让你代表云海大学出战的 没兴趣 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反正对手实力强大 我们云海大学也不会拿到好的名词 一听到有实力强大的对手 无福顿时来了兴致 看到无福表情的转变 陆灵也开始欲情故纵起来 此次参赛选手 光是玄通静的旧有诗人 算了 看来我只能找其他人了 而就在他说完准备转身离开时 无福就一把将他拦下 等等 见自己计谋得逞 陆灵咧嘴微微一笑 这招还真是百是百 可就在无福让陆灵帮自己报名后 他的肩就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这是什么操作 陆灵赶忙捂住眼睛大喊 干嘛 耍流氓啊 玄通静虽说不难对 但我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化行镜吧 既然如此 今天就先突破到化行镜中阶吧 原来是要修炼 害得我瞎想 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陆灵也只能以咳嗽来缓解尴尬 可是大哥 实力提升又不是买萝卜 哪能说突破就突破的呀 我要是愿意 就算突破到玄通又有何难 只见无福突然睁开双眼 磅礴的灵气瞬间在房间内汇聚 陆灵见状傻眼了 但下一秒他马上开启防御罩防身 瞎的一声巨响 灵气就以无福自身为中心四散炸开 陆灵见状后也不经庆幸 还好这次及时防御了 不然恐怕又像上次一样把衣服给爆碎了 随后无福闭上眼睛 呼了一口长气 这 这就突破了 不然呢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想想自己光是到炼气劲 就用了足足五年 浪费在化行镜更是四年之久 而无福竟然随随便便的就突破了 这差距之大让自认为天才的陆灵此刻 也只想出去透透气 而就在他刚开门出组 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这个胖子邀请好友到酒店陪自己过生日 可几人刚进门 房间就发生了剧烈的扭曲 等众人回过神来 竟发现周围突然变成了一片狠狠的身 而更可怕的是 眼前还有一条空体金黄的参天巨蛇 他的双眼发出令人打寒的红光 下一秒更是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众人扑杀而来 而就在这危难之间 平常憨傻呆萌的小哈竟突然面露凶性 紧接着 身体更是幻化成一只巨大无比的地狱恶群 仅用一个回合 巨蛇就被小哈一口眼碎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愣是把一旁的鹿灵精的目瞪口呆 原来 平时就把零食当成狗人吃的小哈 身体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而今天的表现也让一旁看戏的无福相当满意 不错 零食没白吃 可虽然解决了巨蛇 但这里到底是哪里 接下去又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遭遇 也让一旁的王蒙蒙和陆灵一头雾水 然而无福却自始至终都一脸一淡灵 他早就看出这是某人使出的幻症 只要找到现实中共存的东西 并将它打破 幻症便可以破解 他缓缓走向不远处的餐桌 一脸戏谑地说道 这么明显的攻击放在这里 真当我们是瞎的吗 突然他一拳砸向餐桌 只听见一声巨型 地面瞬间就被炸得很碎 而尘埃散去后 一个熟悉的人影也出现在了无福面前 原来你也在这样 看样子这些就是你和贺天刚爽的花招吧 是又怎样 无福 这次你死到临头了 这句话我听着真熟悉 原来为了复仇 贺天刚便利用王蒙蒙的生日 将无福等人引到九年 然后计划利用周家之事 来一场戒装杀人 而就在这时 一个墨镜男子往反上前开口威胁 想离开这里就把你的神灵交出 一旁的陆灵剑撞后 立马便紧张地提醒无福要小心 原来此人名叫周通天 他不仅自身实力强悍 在云海更是有着不幸的事 可没想到无福却丝毫 没将对方放在眼底 他主妇王蒙蒙躲在角落照顾小花 暂时先别出来 我哪都没用 即使破了我的幻症 但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跑 可谁知周通天刚放完狠话 周立马掉进一个神秘的幻景之中 无福则宛如一分天神力于空中 你看看入门的幻景 别敢拿到我的面前丢人现 这下周通天是彻底猛逼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化行镜的人 怎么连幻阵引路 他当想抬头 就听见无福一脸冷漠而霸气 说出两个字 跪下 话音当作 恐怖的气息瞬间就将 玄通镜巅颠峰的周通天压的跪地不起 他终于害怕了 在无福面前他居然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可就在无福换出星辰剑 打算给他致命一击时 突然一道声音隔空传来 小兄弟已强气弱 未免有失体面 紧接着一只手就突然打破幻阵 一把将周通天拉了出来 一直在寻找小兄弟的踪影 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 看到来人无福嘴角微微一笑 找我有什么事 不知小兄弟可否跟我走一趟 见无福爽快答应 一旁的陆林赶忙扶指 看出陆林的担心 无福轻轻拍了拍 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说道 没事 我很快就回来 李久 上一世你未求突破毒害时 这一世 我定要在他面前揭穿你虚伪的面具 这个老人已经活了三百岁 可最近他却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 但如果可以突破境界 就有机会延长寿命 为此老人特意让徒弟将无福请来 因为他希望利用无福身上的神兵 来寻找突破的契机 可无福一见面就告诉老人 没突破的原因恐怕是他身上就急缠身 此话一出 老人满脸震惊 他不敢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 居然可以感应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且对他还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随后无福表示可以为老人置毙 不过条件就是用李九身上的剑刃碎片作为交换 他说完便将灵气凝聚于指尖之上 然后指尖一道蓝光一闪过 老人顿时惊呆在原地 一旁的徒弟李九剑撞极了 你胆敢伤我师父 找死 可在他即将出手之时 老人赶忙立生阻止 原来 刚刚无福是在传授功法 而老人才只是修炼了一招办事 就感觉经脉通畅了不少 如此神通 让老人也不禁赞叹 小兄弟果然身藏不漏 可见师父病情好转 徒弟李九的表情却愈发难看 甚至决心要除掉无福 原来 在上一世中 这个老人最终就是死在徒弟李九身 只因为他嫉妒师父将门派的治保禄 抵藏给了一个外人 而老人的病状之所以越发严重 也是因为李九偷偷把治病的药 患成了慢性的毒瘾 在得到无福赠送的功法后 老人看着李九不解的问答 不是让你遇到拥有神兵的有名语 就把碎片赠云了 面对师父的质问 李九一脸心虚 纵然他心中万般不愿 可如今也只能将剑刃碎片交与无福 而在得到碎片 星辰宝剑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融合 几日之后 李九找到周通天 只见他将一瓶丹药放在桌上 处理掉无福 这颗聚神丹就是你的了 重金之下必有勇福 周通天当即表示 明天就让无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臭小子不要以为有师父的庇护 我就没办法了 敢抢我的东西 兜得死 可当第二天周通天带人 闯进无福宿舍时 他傻眼了 因为出现在他眼前了 竟然是一个裹着玉袍的少女 你们是谁 我劝你们现在立刻就给我滚出去 这是我见过艳府最深的男主 不久前才把陆陵壁冬在床上 今天许晴晴又跑来家里洗澡 可就在这时 周通天带着一群手下突然破门而入 几人一看到裹着玉袍的许晴晴 顿时眼冒金光 悠喝 过来收拾无福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周通天冷冷问道 无福呢 他还没回来 郑主既然还没出现 哥几个就先陪你玩玩吧 只见一个小嘎嘎一脸猥琐地 喊了一声来把小宝贝 就向着许晴晴扑去 可没想到下一秒 他就被许晴晴一个大逼都拍飞 周通天这早傻眼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女孩居然是个画行径的高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小嘎嘎也被许晴晴一脚秒杀 以无福画行径初期的实力 我完全不用担心 倒是你 确实有点麻烦 一听到这话 许晴晴顿时乐开了花 你也觉得我比无福那个混蛋厉害 可正当周通天准备出手之时 他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凉意 听说你们在找我 无福的突然出现 也是把周通天吓了一跳 他慌慌张张地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直都在啊 都看你们打了好一会儿吧 你只是画行径中期而已 要不是上次我疏忽大意 你早就死了 你就没问问李久 为什么不亲自来 杀鸡烟用牛刀 而且你已经跑不掉了 就在这时 许晴晴突然大喊一声 小心脚下 无福这才发现 地板上不知在何时 已经冒起了一团烈焰 竟然 创出无数锁链 将无福牢牢捆 原来周通天在刚刚跳走的瞬间 就布下了幻阵 但这种雕虫小技 哪里能难得倒我们的重生剑尊 只见无福换出星辰宝剑 紧紧一击 这个花里胡哨的幻阵就被击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周通天气得咬牙切齿 可恶 他神兵在手 我连幻阵都施展不开 还不服气 无福当即表示 那就不用星辰剑 咱们重新来过 周通天一听立刻露出自信的微笑 没了神兵 十个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可没想到他连续进攻了几个回合 都被无福轻松闪 为了限制无福的移动 周通天使出幻阵 泥沼浴将其捆入 见无福无法动弹 他得意一笑 这回看你往哪躲 就在他全力吹出一拳后 却发现被自己打到的居然是一件衣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全身泛着蓝光的无福 就已经闪身到了他身后 看到这一幕 周通天彻底傻眼了 你到底是谁 我不配知道 随后只见无福一拳轰出 周通天瞬间灰飞烟灵 这一拳力点之强 就连别墅的墙面都被他轰得碎裂 许秦琴见状也不禁感叹 他又变强了 这个男人紧紧一拳 就将整套别墅的墙面轰得碎裂 拥有幻术能力的玄通巅峰强者周通天 更加轻轻松秒杀 一旁观战的许秦琴 也不禁感叹男人的情况 可就是一阵微风吹过 竟把它裹在身上的浴巾吹落在地 这下场面顿时就变得尴尬了起来 紧接着就听见 阵阵无比刺耳的尖叫声 无福 你这个色狼你看啥呢 可当他换好衣服走出来时 竟发现小哈的周身居然灵气缠绕 原来 在吃下各种珍贵的零食之后 他不仅拥有了可怕的战斗力 甚至连修为都即将突破 这不禁刷新了许秦琴的三观 从没见过一只狗还可以修炼的 看到他锋利的爪 坚硬的牙齿 看来以后这会拆家是越来越方便 就在这时 下人抬来周通天的遗体 而无福健壮后则当即分 把他带着 我要亲自去拜访一下鹤家 难得有这个机会 可得天轿车才刚停到门口 一群西装墨镜的安保店将无福团团包围 这动作还挺快的嘛 来这么多人欢迎我 舰队方人多 许秦琴保镖正准备请示下车帮忙 可许秦琴却一脸从容淡定 你给我老实坐着 好好看戏就行 听到无福找上门来 贺天刚顿时无比惊讶 没想到我还没去找他 他竟然敢主动上门 可一旁的李孟瑶却慌得不行 因为他深知自己前男友如今的实力有多强 然而贺天刚对此却胸有成主 原来他一早就安排了十几个身手不错的保镖 而只要消耗掉无福三成的实力 他就有信心一举将他灭杀 可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因为无福都还没动手 所有的保镖就都被小哈给团灭了 这下可把贺天刚气得咬牙切齿 一群废物都给我滚 就在这时 无福冷冷命令下人将周通天的尸体扔到地上 没想到就连周通天都不是对手 贺天刚这下慌了 他赶忙向着无福开头解释 你别误会 周通天可不是我派去的 然而无福却出人意料地说道 你别害怕 我只想让你把周通天这个废物的尸体交给李久 这个男人是玄通镜强者 身边更有无数身手不凡的保镖 可如今面对他先前最看不起的废物时 却被吓得冷汗直流 因为这个废物都还没有出生 仅靠着一只宠物狗就将所有的保镖给团灭了 贺天刚满心不甘 他发誓一定要借着即将开始的高校擂台赛弄死无福 可身后的李梦瑶却是一脸的担心 毕竟就连实力强大的周通天都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贺天刚却显得无比自信 因为他请来了拥有天生神力的师兄熊奎帮忙 这次肯定不会再失手了 就在这时 李九突然出现 贺天刚健壮 胆忙毕恭毕敬的抱拳行李 可正当他好奇 为何李九会突然出现在此之时 对方却突然拔出腰间的佩剑一把甩住 而仅仅只是一道剑锋 就可以将一块坚硬无比的巨石劈成两半 此乃玄天黑铁打造的利剑 哪怕是玄通镜的强者也扛不住一剑 贺天刚健壮后彻底傻眼了 前辈这是想干嘛 原来 李九也想要无福的命 先前的周通天就是他派决 但现在他并不想亲自动手 所以便将宝剑赠予贺天刚 想要借刀杀人 而有了宝剑的加持 贺天刚瞬间信心爆棚 无福 要怪就怪你树敌太多 有缘神境强者的帮助 你必死无疑 一日 高校擂台选华赛的选举即将开始 无福带着许晴晴刚来到学校 就看到后山灵气突然变得无比的浓郁 可就在他来到一个神秘的水潭边 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时 起到灵力的剑气就突然从他身后袭来 不过好在无福眼疾手快 一个侧身轻松躲开攻击 落地之后 他抬头一看 只见眼前一个神秘少女缓缓落地 他一袭长发白衣 宛如仙女下凡 他睁开双眼冷冷问他 来者何人 我说这是误会你相信吗 那我也要把你的眼睛给挖了 可女孩在看到无福后 心里还是感觉诧异无比 因为自己使出的羞羞剑爵 可是一套顶级的剑法 但这个男人不过化行径的修为 竟然可以轻松避开 他再次发起进攻 我没想到 这次无福仅用单手就将他拦下 女人见后彻底傻眼了 这 这是剑气 然而无福并无意继续与他纠缠 直接甩下一局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就都不离开了 看着无福的背影 女孩气得咬牙切齿 可恶 下次最好别让我再碰见 这个沙马特男人是一个暗器高手 听闻至今从未失手 而且修为更是已经达到了化行径巅峰 可下一秒 他就被男主打得尿了裤子倒地不起 原来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高效擂台的选择 为了争夺一年级为数不多的两个参赛名额 率先跳上擂台 他霸气无比地看向台下众人说道 你们谁来挑战我 如此之 瞬间把众人气得骂声连连 可当看到就连暗器高手方昆都被他轻松秒杀后 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无一人敢再上台挑战 至此无福也顺利地拿到了参赛名额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 一个绑着马尾的男人突然走进场内 看到了 一旁的助教力马力声呵斥 华峰 你到底想干嘛 那当然是帮忙管教一下小学弟了 原来 这个马尾男是云海的大三学生 不久前 他刚与陆林一同拿到了参赛名额 而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想看到底是谁抢了他这个学长的风头 华峰学长闭关快有半年之久了 这次出关恐怕实力又强大了不少 就在台下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华峰身后的小嘎嘎坐不住了 他拿起手中的木棍就准备上去给无福一个教训 我还没出手 他就被无福一个闪身给秒杀了 看到居然有人在自己面前玩速度 华峰直接化身为一道绿色闪光在台上光速移动 同时还不停地嘲讽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无福 我还以为 就你这反应 足够我杀你十次了 一旁的助教看到后也不禁发出感叹 这华家的祖传轻功果然是名不虚传 可就在他准备发起致命一击时 无福却突然微微一笑 下一秒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这可把华峰给整猛逼了 冷冷地拉开距离 想要思考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没想到 消失的无福竟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 你是在找我吗 看到这一幕 台下的助教顿时傻眼了 他不敢相信无福的速度居然比华峰还快 而且不光是速度 就连力量上也完全碾压着华峰 仅仅只是挡下无福的一脚 他的手就差点废掉 之后更是直接被一拳打飞出了擂台 被一个新生打得口吐鲜血 华峰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真的只是话行径 然而无福只是冷冷地告诉他 准确地说 我的修为在你们所有人之上 最强健尊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为了拿到高校擂台赛的入选名额 他在校内选拔中大杀四方 就连号称大三最强的学长都被他打得口吐鲜血 可就在陆林公布最终的参赛选手名单时 负责本次擂台赛的大四学长逍遥 却要将他从名单中踢除 因为这里实力最差的都有着玄通镜修为 而男主却只是话行径 一旁的方昆听后立马站起来落井下石道 学长说的是 他无福就是靠着神兵才能一直嚣张到现在 一旦没了神兵 怕是连还手的余力都没有 可万万没想到 贺天刚竟然在这个时候站起来帮无福说话 学长 他无福自身的实力也不差 在学校就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呢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瞬间猛逼了 他不是和无福有仇吗 怎么还会帮他说话 然而逍遥可不管这些 因为有多大能耐从来就不是用嘴说的 只见他活动了一下手 立马就一掌打向无福 如雄狮怒吼 这旁的露林剑撞下的胆盲大喊无福相信 可没想到 拳头却在即将打中时停了下来 原来 在逍遥出手的同时 无数把剑刃就早已瞄准了他的脑袋 他不敢相信 这个大一的心声居然能以气化行到这种程度 而一直沉默不语的无福终于缓缓开口说道 如果你们瞧不上话行径 那我就直接突破玄通吧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 别太疯狂 修炼意图讲究的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你这样激进会被反噬的 可露林的劝告无福却丝毫没放在眼里 自我重修星辰剑决以来 修为已然不代表自身的实力 如果他们想看 那就给他们看 整间会议室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 当尘埃散去之后 众人惊讶地发现无福居然真的突破了 这是无福眼神冰冷一脸戏谑地看向一旁的逍遥 我现在已经是玄通镜了 敢问学长 我能参加此次的高校擂台赛了吗 这下逍遥是彻底跪了 而周探和教导主任在得知无福突破的消息后 瞬间震惊无比 不可能啊 他才突破话行径没多久 怎么可能就玄通镜了 原来逍遥就是受他两所多 所以才会不断针对无福 可如今他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突破到玄通镜 要想再拦下他 已然是痴人说梦了 男人只是一个大义学生 却能让整个城市的富商名流都等着他吃饭 因为他仅仅只是传授了一套下品功 就让许家之主突破修为 成为云海市的首个半部宗师 可众人在看到姗姗来迟的少年后 无疑不被震惊地哑口无言 一个宗师难道就是为了等这个矛头小子吗 贺天档的父亲也不敢相信 堂堂的许家居然会去巴结一个 只有话行进的废物 他当即命令一旁的手下出手 想要将无福当场就地正法 手下刚要动手 一束金光就犹如子弹般将他直接抱头 贺天档的老爸见状后彻底傻眼了 这 这就是半部宗师的实力吗 原来刚刚出手之人正是徐老 在命令下人清理完现场后 他就学习向了现场众人宣布道 从今天开始 我许家将会以无福马首示战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贺天档的父亲更是气得一拳砸在桌上 许苍兰你一个半部宗师 是何等的义气风法 现在居然会去巴结一个话行进的小子 说完便带着一众手下转身离开 这操作别说其他人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许应山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父亲会为了无福做到这个份上 甚至不惜与贺家为敌 原来 在许苍兰顺利突破修为后 他才发现无福所送的功法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于是便大胆地猜想他定然还有着另外的一个身份 得此结论后 许苍兰当即决定宴请四方 来借此告诉所有人 今后只要是无福的敌人 那便是许家的死敌 他一个闪身追上郑玉离开的贺家众人 台口之间就将贺天罡父亲的两个手下当场秒杀 从今天起 我许家将与你贺家不共戴天 可即便如此 贺父依然面不改色 半步宗师又如何 别忘了 我儿可是中阳派的清传弟子 听完此言 许苍兰眼神瞬间杀一四起 可就在他抬手就要将贺父击杀之时 吴福靖突然出手将其拦下 前辈心意晚辈已经明白 他贺家三番四次想置我于死地 所以要杀他 自然还是要我亲自出手 杀我 你敢 从你贺家对我起杀心的那一刻 结局就已然注定 片刻之后 贺父的遗体就被送到了贺天罡面前 以梦苗看到这一幕 顿时就被吓得面色铁青 我们去给吴福道歉吧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再这样下去 我怕死的就是我们 哈哈 他先是杀了我弟 现在又杀了我爸 你让我给他道歉 是你的钱有吗 或许他还那里就寝了 我不光要他死 还要他一丑万年 少年随意传授了一套低阶功法 就让老人突破到了半步宗师 随意抬手一指 这门隔空取人性命 为了报答少年 老人甚至不惜向贺家宣战 因为他坚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这个少年必然有能力 带领家族走得更快 可就在少年即将离开之时 一堆纸钱突然从空中洒漏 原来 在贺富被杀之后 贺天刚立刻就带着 中阳派的弟子找上门来 而在他身后的轿车内 更是坐着一个 实力深不可测之人 因为此人仅用威压 又能让身为半步宗师的 许苍兰都面露巨色 这 这人是宗师 我来就是看看到底是哪个人 害我徒儿家破人亡的 顺带恭喜苍兰兄成就半步宗师 原来 此人正是中阳派的宗师 同时他也是贺天刚的师父 可即便如此 吴福依然面不改色地 走到贺天刚面前挑衅他 念你中阳派不过二 跟我说话 你连资格都没有 此言一出 贺天刚立刻勃然大怒 可就在他正准备出手之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车内传来 徒儿 我们走吧 原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 吴福就可以将神兵成性一半 而神兵一显 天地一变 贺天刚师父当即命令 中阳派全体弟子去收集神兵碎笔 等吴福练成神兵之时 就是他亡命之日 而在贺天刚等人离开后 吴福的嘴角竟突然流出了鲜血 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了呢 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受伤 许晴晴胆忙上前关心道 吴福你没事吧 你流血了 一旁的许苍兰则是一脸严肃 他没想到吴福竟然可以以一人之力 硬抗宗师的威压 就在这时 许晴晴的小手突然被吴福一把抓住 他小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心里还想着是不是自己刚才的关心 让吴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了 可就在他天真的以为 吴福要开口表白之时 这个大直男却立马将他脸打得啪啪指向 你在犯什么花痴 我只是想让你帮忙找神剑碎片而已 没关系 我忍得住 我忍得住 吴福你这个混蛋 少年只是抬手将灵气凝聚于整 地上就瞬间扬起了一阵狂暴的红色旋风 片刻之后 胸前突然浮现出了一把神秘的短剑 他猛然睁开双眼 周围的灵力被四散炸开 原来 他为了不让修为限制了自身的实力 所以遍原地突破到了通玄境中间 可如此逆天地操作 却让一旁的许晴勤气地咬牙切齿 因为在两人刚认识之时 吴福还只是一个连练气静都不是的废物 而现在却彻底地超过了自己 他不服气 更不想被眼前的自大狂甩开太多 于是 他便立刻转身回房 励志马上开始刻苦修炼 而为了报答许家帮助自己寻找剑刃碎片 吴福直接将两瓶丹药扔给一旁的许苍兰 更表示 若是能找到碎片 还有武器相增 许苍兰在接过丹药后 瞬间就傻眼了 因为这可是万金难求的碎星丹 而吴福竟然一次性就送了两瓶 他赶忙抱全感谢 更承诺寻找碎片一事 许家定然会极尽所能 回到学校 陆林第一时间找到了吴福 他将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然后说道 学校里有一个剑道教师指明要对你传授剑刀 你确定是他教我 若细导师对剑道的认知远在你之上 你切记不能懈怠 而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一个长发白衣的高冷仙女便推门而入 他目光冷烈地看向吴福 然后缓缓开口说道 随我来后山 老师是想传授我剑法 不 是切磋 这对话直接把一旁的陆林整猛逼了 这是啥情况 片刻之后 几人来到后山 此时陆林在吴福耳边轻声说道 导师停顿在通玄境多年 实力远超你想象 不过一会儿你还是要适当地放水认输一下 毕竟他可是你的导师 此话一出 洛西顿时勃然大怒 你认为我会输 陆林瞬间被这气势吓得冷汗直流 他立刻退到一旁 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两人变摆好架势 对决一触即发 可吴福还未出手 洛西便自信地说道 你输了 原来他所使得羞羞剑爵能将周围的灵气幻化做无数的蝴蝶 而在接触敌人的那一刻 这些蝴蝶便会瞬间变成一阵剑刃风暴让对手无数可逃 洛西自信自己的实力在原神之下没有对手 一旁关战的陆林也被此招震惊的目瞪狗呆 若说剑法造诣 我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可没想到他才说完狠话 就立刻惨遭打脸 因为在剑刃风暴之中 无福居然安然无恙 原来是剑气 怪不得伤不到他 一套双修的剑法改成这等模样 怪不得老师停顿在玄通境多年无法 这套剑法光是致命的破绽就足有两处 没两处 我若是帮你找出来 那这次高校擂台的对战名单就麻烦你帮我调整一下 你要我帮你换一个实力差点的 不 是把实力最强的都给我安排上 可你才刚突破玄通 我怕死吗 要知道修为从来都证明不了实力 少年让美女导师脱掉衣服 躺在自己面前 可导师不仅没有生气 还乖乖配合 原来 她是想要给导师传授一套剑诀 而为了方便传功 所以两人只好坦诚相见 快 少年便运转起了周身的灵气 片刻之后 一整套修改好的修修剑诀就传入了洛西的临时之中 可当洛西睁开双眼 目光却变得异常冷冽 因为她感觉眼前的这个少年实在太过神秘 她不仅能够一眼发现藏在石壁之中的剑诀心法 甚至还能看出其中的破绽 并修改得如此完美 洛西在穿上衣服的同时也拔出了宝剑指向吴福 修修剑诀乃是我家族从不外传的秘密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然而面对洛西的质问 吴福却是一脸的从容半年 她用食指一开抵在咽喉的场景 缓缓开口说道 我不光知道修修剑诀 还知道你爷爷即将成就返续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秘密 当然也包括你 离开前 吴福再次拜托洛西将几天后比赛的名单进行调整 因为她决定在那天 一个人单挑全场的高手 高校擂台赛就正式打起 观众席上坐无虚席 豪门许家更是全员出动 许晴晴无法理解为何要这般大动干戈 毕竟吴福的实力又不差 原来 这次擂台赛的总裁判正是贺天刚的师傅 中央派大场老韩破 他成就半部宗师多年 如果真的出手 吴福定然九死一生 所以为了确保他的安全 就连刚刚晋升半部宗师的许苍兰都赶来现场助阵 可当荧幕上公布了比赛的对战表后 全场便瞬间炸开了锅 因为今天一共就三场比赛 而南海大学的出战选手却只有吴福一人 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贺天刚的师兄熊奎 此人天生神力 手持两柄悬天俱辅 修为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原神境 如此悬殊的差距 现场观众都纷纷直呼 吴福上去就是在送人头 而在比赛前 熊奎也是嚣张地对吴福放下豪言 一会儿我就要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 然后当球踢 可当比赛是谁 现场的所有人却都瞬间傻眼 因为 就硬生生地把一个原神境强者给打退树 这简直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而在比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吴福的宿舍内却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门外巡查的教导主任和众位老师在闻声后 立刻推门而入 一进门 就看见一个女人正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哭起 而她正是吴福的前女友李孟阳 她眼泪汪汪地向众人说道 吴 吴福他这个畜生昨晚下药将我们移倒 然后就对我做了情受不如的事情 在场的老师听完后 瞬间怒火冲天 光天化日之下 竟做出如此流氓行径 太可恨了 居然还下药 可就在李孟阳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将吴福弄得身败名裂之时 教导主任却突然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因为吴福昨晚根本就不在宿舍 她人在许家 这个女孩遭到了前男友的非礼 她眼泪汪汪地向着推门而入的老师们哭诉 可教导主任却在听完后 直接一巴掌甩在了少女脸上 因为她的前男友昨晚根本就不在学校 少女被这一巴掌打懵了 她不明白为何教导主任会帮着前男友说话 原来 在得知连拥有半部宗师的许家都沉浮于吴福后 周探和教导主任当即就决定回头试案 再也不敢得罪这尊杀神 于是 两人对着奥斯卡引后李孟阳就是一顿呵斥 你想死 可别拉着我们 说完便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与此同时的比赛场内 被吴福一拳打得掩面尽失的熊奎正气的咬牙切齿 骇人的气势 想要当场将吴福灭杀 可没想到自己权力的一击 竟然被吴福单手挡下 一旁的观众见状后都傻眼了 这小子真的只有通玄境吗 然而熊奎的进攻并没有结束 只见他再次举起两把锯符 起来就如同一道紫色风暴杀向吴福 看到此招 贺天刚也不禁笑道 师兄权力爆发的状态 就算是原神境巅峰的强者也难以置抗好 吴福这下是死定了 旁边的陆灵也是一脸担忧 可许晴晴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一边吃着薯片一边观战 因为他知道 以吴福那自大狂的口气 就算对方是原神境也一样是不堪一击 果然 下一秒吴福周身的剑气就凝聚成一尊巨斧 只听见军的一声巨响 熊奎那两把引以为傲的巨斧瞬间就被轰得粉碎 如此精彩的跃及对决 也是把场上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然而一旁的许苍蓝却始终一脸严肃 因为擂台赛的总裁判可是中阳派的大长老 若是真的动起手来 恐怕自己也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吴福将灵气全部集中于右手 想要一击结束战斗 可没想到一位白发老者 却在千军一发之际挡住了他的攻击 只是切磋而已 切勿伤人 老者正是熊奎的师父韩珀 剑胜负一分 吴福便让韩珀赶紧宣布结果 自己则转身准备离开 而贺天刚却在此时将玄天黑铁建地给熊奎 此乃离九小前辈所赠的神兵 杀了吴福就趁现在 熊奎听完二话不说 拿起宝剑便向着吴福发起偷袭 可没想到 吴福连头都没毁 简直身上爆发出的树道剑气 又将宝剑斩的支离破碎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韩珀 眼神变得冰冷至极 这就是前辈所说的切磋 既然如此 那就送你一个见面了吧 韩珀一听顿的一秒 他赶忙大喊 熊奎快跑 可随着一道 的斩机从天而降 熊奎也在请客之间灰飞烟灭 这个少年有多巧 巨大的斩机就能将擂台一分为二 原存尽的强者瞬间被轰得灰飞烟灭 赫天刚背着眼前的一目睛的目瞪口呆 他愤怒地向着吴福咆哮 擂台上也敢出手杀人 可少年对此却是一脸的冷漠 因为如果不是熊奎偷袭 他也不会有此下场 此时面对中央派众人的围攻 吴福不屑在做口舌之争 他直接霸气喊话全场 人我杀了就杀了 你们要报仇的就给我一起上 众人听完瞬间一拥而上 给我杀呀 没想到他居然狂妄到如此程度 许晴晴看得人都麻了 而一旁的吴福不在 当即就运转弓法准备出手 可没想到许苍兰却突然一把将他拦下 韩老先生 你的对手是我 为了个矛头小子 值得你们许家亲戚所有吗 这个就不用老大哥操心了 看招 可其实两人羞为相同 但许苍兰毕竟刚刚突破不久 全力对拼一招之后 还是败下阵来 可韩破还来不及得意 身后的战况就把他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 只见吴福杀气四起 周身剑气缠绕 写阁之间 中阳派的弟子们就被他打得死伤过半 贺天罡人都傻了 这不可能 你只不过才悬通敬而来 可他不知道 在吴福眼里 好戏才刚开始 他目光冷烈地悬浮于半孔 周身剑气凝聚成无数把力剑 而就在他即将出手之时 韩破突然一声大喝传来 住手 你要敢再动一下试试 看到有师父替自己撑腰 贺天罡也再次硬气起来 师父 快帮突然杀了他 可下一秒 就只听到吴福冷冷地说了一个字 战 宫中的无数把力剑 便瞬间如雨点般落下 在一阵巨大的爆炸声过后 作恶多端的贺天罡也终于领了盒饭 一天之内 控尸两名爱徒 吴福瞬间怒火攻心 他咆哮着向吴福扑杀而去 想要给徒弟报仇血恨 可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时 原来是一条条金色的细线将他缠绕在了原地 而身后突然出现的老者 更是散发出令人打寒的气势 此时老人向着含破冷冷开口说道 放开他 这个少年是重生归来的绝世建尊 内天之下 他大杀四方 不仅中央派弟子死伤过半 就连贺天罡也被欺一招挪杀 这天之内 两名爱徒先后死于少年之手 宗师含破顿时怒火滔天 是要无福血绽血长 可就在他冲向吴福 正要出手之际 一个神秘的白发老人 却突然出现将他拦下 原来这个老人是李久的师父 修为更是已经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可寒破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理智 一心只想将无福当场斩杀 他一声目的挣脱束缚 随后迅速将周围的灵气凝聚成兵 前天他一掌挥出 树道巨大的冰砖瞬间便向着无福射去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场上顿时扬起滚滚沉烟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李久不禁暗自窃醒 许晴晴更是一脸的担忧 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祈祷着无福没事 可没想到当尘埃散去 无福依然坚挺的站在原地 虽然他目光如炬 但宗师的一击还是让他受了点内伤 见自己爱慕的男人没事 许晴晴也是松了一口气 混蛋 我还以为你死了吗 吓死我了 而一旁的许苍兰则是在心里乐开了花 居然连韩破的权力一击都可以躲过 看来自己把家族的未来堵在他身上 果然没错 可就在众人庆幸之时 含破的第二波攻击已经接踵而至 无福不慌不忙 连忙使出星辰见诀回应 哪怕对方是宗师 今天也要让他留点东西在这 只见无福使出攻法乱星辰 最大的风筋瞬间就被他斩得支离破碎 随后两人便在产力准开了激烈的队 众人见到这画面 无一不被震惊的目瞪口袋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玄通镜的人 可以和半步宗师打的部分上下 这简直就是怪物 而更夸张的是 在两人决定一击之后 含破竟然被打背树米 右手更是鲜血直流无法动靠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到底是什么剑法 竟然如此的强悍 本还想复杀无福 可没想到现在不光自己被打得狼狈不堪 身后还有一个大宗师虎师丹丹 而是 含破只能撂下一句狠话 然后慌忙逃走 无福 我中央派定与你不共戴天 下次见面必定取你同意 而经历了连番血战的无福 也终于体力不支 他摇摇晃晃的倒在了陆林的怀里 今日一战 无福也明白今后的挑战必然更加凶险 所以需要加快速度来回复自身的实力 此时 一旁许晴晴的表情则显得有些干燥 他看了看倒在陆林怀里的无福 又看了看一马平川的自己 然后一言不发 这个老人是超群绝伦的大宗师 整个城市无一人士其对手 可现在他居然要拜一个少年为师 原来老人在丹道意图已经停滞多年 但几日前被少年随意指点了几句 便顿时过紧心中的疑惑 于是 他当即决定拜少年为师 可少年却在听完后喷出一口老血 因为在上一世 这个老人才是他的师父 但在一番思索后 他还是同意了老人的请求 既然老天给了他一次重生归来的机会 那自然要走出不同于前世的崭新路途 此时 裁判跌跌撞撞地走上擂台 而就在他要向众人宣布吴福为本次比赛的冠军时 却有三个人走出来将他打断 一个大一的新生就抢了所有人的风头 你们还真是有够丢脸啊 原来 这三人是南华舞蹈学院的学生会干本 同时也是本次擂台赛的举办方之一 因为看不上一个大一新生夺冠 身为南华副队的红发男子 走到吴福身前就抢了下马威 这个废物就是吴福 可没想到他逼还没装完 就直接被吴福单手先翻在地 另外两人见状人都傻了 因为副队实力不差 特别在力量方面更是不逊色于队长 可刚刚居然一下子就被人撂倒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 陆林赶忙在吴福尔边轻声嘱咐道 南华舞蹈学院是整个北海省的顶级学府 这几人还是擂台赛的受邀嘉宾 得罪他们可不理智 可对方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只见三人中的白发女孩一脸的鄙夷不屑 他静止向着吴福走去 并对身后戴眼镜的领头说道 秦队长您在一边看着就好 待我将这丝锤下擂台 眼看战斗无法避免 陆林也只能嘱咐吴福要千万小心 小学弟 听说你很屌啊 让学姐来试试你有几斤几两 就你那小狼头 恐怕是不够看了 是吗 那我还真是想让你试上一试 说嘛 白发少女便一个剑步向着吴福扑杀而去 手中的小锤也在瞬间变得无比巨大 只见他奋力一锤轰下 并念瞬间便被剧烈的冲击砸得粉碎 可就在他正洋洋得意 觉得吴福不堪一击之时 巨大的铁锤竟瞬间被炸得粉碎 白发少女这下傻眼了 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吴福就已经闪身来到了身后 眼看少女即将被秒 阳华队长及时打断两人的战斗 一个大一的心声抢了所有人的风头 你们真够丢脸的 要不然 学长亲自上台和我切磋切磋 学弟实力不差 可在我们面前装逼 是不是有些过了 既然如此 那我改日亲自登门拜访 到时还请学长赐奖 不用 过几天我们会去一趟云海 我们到时再见 说完眼镜难便转身离去 而一旁的陆灵和许晴晴 也是一脸无语 这吴福还真是自大到没边了 恐怕他连南华舞到学院的名字 都没听过 至此 学院的擂台赛也终于画上句话 云海大学也在吴福的神威下 顺利拿下了冠军 少年将十几枚丹药抛向空中 他想要一次性将其吞噬 来突破修为 而一旁的李九见状后 却在心里乐开了花 因为那么多丹药的药效同时浮入体内 就算是原神境修为的强者 也会马上暴体而亡 可没想到 少年竟在此时召唤出星辰宝剑 下一年 周围的灵气便迅速汇聚于他的周身 只见凤的一道红色光速直冲天际 少年便轻松地完成了突破 看到如此逆天的操作 李九也是气得咬牙切齿 他明白如果再不尽早下手将少年灭杀 这神兵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夺取了 而一旁的许苍蓝则是赞叹连连 吴福小兄弟真是年轻有为啊 可就在他正准备转身离开 回家养伤之时 吴福却突然出手 将一道血色气波打入许苍蓝体内 挨了一击的许苍蓝 瞳孔瞬间不满血丝 之后口中更是直接喷出鲜血 这可把许情情妇女急坏了 一旁的手下健壮后也是怒火滔天 冲着少年就是一顿呵斥 吴福 我许家待你不保 你竟然伤我老爷 李九也赶忙落井下石 对着老人说道 师父 你看吴福这人就是心性难测 可老人听后不仅不为所动 还反说李九见识的 原来 吴福刚刚是在替许苍蓝疗伤 而他的一缕灵气 不光可以将内伤治愈 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修为 这下李九对吴福是更加恨之入骨了 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小废物 没想到居然藏得那么深 看来除掉他的计划是要加快了 在结束完所有的事情后 吴福一行人也是回到了学校 而他刚进校门 就看见周探带着一群小迷地拉起了横幅 并大喊着恭喜福哥凯旋归来 紧接着他对着吴福说道 福哥 李孟瑶串通贺天刚想要陷害你 现在已经被我们关在宿舍里了 吴福听后冷笑一声 随后告诉周探 贺天刚 他已经死了 周探听后顿时冷汗直流 他在心中暗自庆幸 好在当时做了正确的决定 没有帮着一起陷害吴福 不然这下肯定凉凉了 与此同时 被关在宿舍里的李孟瑶 还在不停地向着门外疯狂叫马 你们最好给我开门 不然后果自负 而就在这时 宿舍门被缓缓打开 可他在看到来人后 却是一脸的惊恐 你不是要死了吗 贺天刚呢 呵呵呵 贺天刚 他死了 贺家 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下李孟瑶彻底傻眼了 他敢忙跪着抱住吴福的胳膊 不停地求饶 吴福 我知道错了 都是贺天刚让我这么做的 你就放过我吧 放我一条生路 我能给你做牛做马 为了保密 李孟瑶此时还妄想着 利用身体来诱惑他曾经的男友 可吴福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立刻就一个巴掌 把他给甩飞在墙上 带上你的东西 给我滚 受到如此大惹 李孟瑶也在离开后 彻底的黑化了 吴福 我发誓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个美女导师 跟着少年来到山洞 随后表情却愈发地害羞起来 他小脸通红地说 自己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就想要 可少年在听完后 却是一脸的冷漠 他头也不回地 抬起黄金右手冷冷地说道 我没空 但是我可以用手 帮你解决一下 美女导师听完 直接气的原地爆炸 原来 吴福此刻正在帮助小哈突破 而洛西则希望 吴福能够指导一下 自己的修修剑决 可这套功法 需要男女双修 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不过 如果利用手印 来压制住剑决的弊端 那发挥出九层的威力 也是没有问题 知道自己误会了吴福的意思 洛西顿时就感到无比的尴尬 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紧接着吴福双手便开始结印 只见一阵气流穿体而过 他便进入了洛西的神石之中 看到眼前一丝不挂的吴福 洛西的脸蛋再次羞红起来 你还愣着干嘛 赶快给我修炼剑决 吴福的一声大喝瞬间 让洛西清醒过来 他赶忙闭上眼睛专心修炼 骗死自己 只见一道白光直冲天际 洛西缓缓睁开双眼 困扰自己多年的壁垒终于在此时突破 他开心地手舞足蹈 甚至忘记了身后还有吴福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 吴福身前的小哈也即将破解出 洛西好奇地问道 这狗子难道还能变成蝴蝶不成 可当这厚厚的茧彻底碎开之时 两人却彻底无语了 没想到这头傻二哈 居然真的长出了一对极不协调的小翅膀 在结束完所有的事情后 洛西也是感激地向吴福致谢 并表示自己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可吴福在听完后 他眼睛挑向了洛西的身体 军手之劳而已 若真要谢 那就 可还没等他说完 洛西就立马用手将自己护住 他红的小脸立声拒绝 不行 我是不会出卖自己肉体的 我可是你的老师 说完便赶忙转身逃走 这可把吴福整得一头雾水 因为他只是想要让洛西帮忙找几个厉害点的对手而已 他至于那么无情地拒绝吗 与此同时在学校门口 周探突然被人一个巴掌给甩飞在底 几个神秘男子将他团团围住 并肆意地展开嘲讽 你小子不是和吴福有仇吗 怎么现在开始巴结他了 然而 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早就让周探对吴福的恐怖两然于心 毕竟报仇可没有命重要 就在一个小嘎嘎抬起一脚 又要踢向周探之时 一道蓝色火焰突然串出 替他挡下了攻击 姐回头望去 顿时大吃一惊 没想到居然是一只长着翅膀的二哈 而吴福此时也从不远处缓缓走来 你们这群人在干嘛 最强健尊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在高速那台赛上 他大杀四方 不仅以一己之力拿下冠军 更是一队中央派的宗师高手 而今天他刚回到学校 一个红发男子就突然飞起一脚向他踢来 原来这人正是中央派弟子 为了找回颜面 同时替众多死去的弟子报仇 众长老们便派出门派里的最强弟子 前往云海大学灭杀吴福 这叫红发男子 先是一套犀利的腿法攻击 然后又使出一套八卦掌将吴福的剑气吸数格挡 周围观战的人群都被他凌厉的掌风吹得连连后退 见吴福只有招架之力 他一脸戏谑的嘲笑起来 你的剑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交出神兵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话音刚落 吴福便瞬间闪身到了他的身后 他冷冷地对着红发男子说道 去给你们中央派传个话 下次别再派你们这些垃圾来了 你们想做啥 我吴福随时奉陪 红发男子顿时愣在了原地 到底吴福是什么时候闪到他身后的 而一旁的周探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不禁在心中暗暗道 果然吴福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损爆了 最后他看着一旁摇头摆尾的小哈 果断拿出一些高档零食投喂了起来 来来来哈哥 这是孝敬你了 感谢你刚才救了我 慢点识别掖着还有很多的 此时 教训完红发男子的吴福缓缓走来 怪不得这段时间小哈长胖了 原来是你在偷偷地喂他 周探听后则一脸笑容地表示 这不是先前大家有矛盾 所以就想着先贿赂贿赂小哈嘛 最后他还不忘提醒吴福 再过几天 南华武道学院的干部就要来云海了 让他自己要好自为之 而吴福心里也非常明白 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了 堂堂顶级门派 居然被一个原神经的小子轮番羞辱 掌尾也是气得一把捏碎茶杯 还真当我中阳派没人了 门派势力本不该插手世俗恩怨 可他吴福再三挑衅 那就算逾越了规矩又如何 韩破 带着他的头来见我 与此同时在一个草屋之中 一名白发老主正在炼制混灵丹 而李九则在一旁不停地拍着马屁 丹道意图师父敢称第二 那谁敢称第一 可老人自从认识吴福之后 他便非常清楚 对于丹道的认知自己远不如他 就在这时 吴福突然突门而入 他一进门就发现屋内充满着浓厚的灵气 同时也一眼就看出老人正在炼制混灵丹 此话一出 顿时震惊屋内二人 因为混灵丹可不是这小小地球上的修仙者能够知晓的 此时 吴福缓缓掏出一本古老的丹术秘籍 他用着霸气无比的眼神看向老者开口说道 我已灵绝九天之上 不是云云众生 我的目标 自然是那九天之上 最强健尊意外重生回到了大学时代 而这天他刚推门而入 就一眼认出老人在炼制的丹药名为混灵丹 在场师徒二人听后顿时一脸震惊 因为这丹药一经炼成 就可成就无上道计 地球上的修仙者是不可能知晓这丹药存在的 然而吴福此时却从怀中掏出一本古老的丹术秘籍 并缓缓开口说道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是来自于九天之上 李久在听后 瞬间惊讶地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吴福的身份竟然如此恐怖 他当即告别师父转身离开 打算在山下一举将吴福灭杀 看着李久离开的背影 老人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原来 他早就知道之前下毒之人 正是自己养育多年的徒弟 可即使如此 他还是希望吴福能够手下留情 放李久一条生路 然而吴福在听完后 却只是淡淡一笑 师父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包容自己的徒子 听到吴福居然还自己师父 老人瞬间震惊地目瞪口呆 等等 难道你是 吴福此时也不再多说什么 留下一句后会有气便转身离开 他一来到山下 便对着藏在暗处的李久说道 别躲了 出来吧 见自己行踪败露 李久也不再躲藏 他缓缓从树后走出 对着吴福冷冷说道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然而吴福却丝毫没将他放在眼里 只见他抬手指向上空 然后告诉李久 如今两人同围缘神境 就算是利用了些小伎俩 他也毫无胜算 原来 李久为了打败吴福 竟提前下山布置了一道阵法 只见此刻无数道黑色剑气 悬浮于空中 可当这些剑气停止轰在吴福身上后 李久却傻眼了 因为当尘埃散去 他发现自己精心布置的阵法 竟然无法伤及吴福分毫 而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下午 吴福竟然使出和他一样的招数来进行对战 数招之后 李久愤怒地向着吴福发出质问 你的招式到底是在哪里学的 你到底是谁 可在一阵巨大的爆炸声过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知道答案 看着满身是血倒在自己身前的李久 吴福这才冷冷开口 如果放在前世 或许我应该要叫你一声 大师兄 最强健尊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在高级那时 他带领学校以碾压之姿拿下冠军 逆天的实力就连北海最顶级的学府 南华舞蹈学院都想将他招入麾下 而为了达到目的 南华校花甚至想用身体来诱惑少年 他挽着吴福的手 一脸娇羞地说道 加入我们 你将拥有更好的学习资源 而且学校内高手如云 你能成长得更快 一旁的许行情在听后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我凶就了不起啊 可没想到 吴福对此却毫无兴趣 甚至还把入学邀请函 当成垃圾直接丢掉 看到这一幕 陆灵也不禁赞叹连连 自己欣赏的男人果然够霸气 可对在吴福正要离开之时 一只手却突然重重地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站住 让你加入我们南华学院 可是校方的意思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而这个嚣张的小嘎嘎 此时还没有发现 他究竟是惹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只听见突然轰的一声巨响 整栋大楼都发出了剧烈的震诊 等众人回过神来 刚刚还在挑衅吴福的小嘎嘎 他就已经被瞬间抿杀了 南华学生会长见状后顺时勃然大怒 他指着吴福的背影就是一通叫马 吴福 你先是得罪了中央派 今天又来挑衅我南华 你是在找死 今天的耻辱 我会让你们云海大学如树凤凰的 可面对南华会长的言语威胁 吴福却只是转头淡淡地回应道 没资格和我相提并论 画面一转 吴福便带着洛西来到一处水潭中 修炼修剑军 这潭水冰冷无比 如果注意力稍微不集中 就会比血狂喷 可就在两人刚练挽起身穿衣服之时 陆灵却突然闯了进来 当他看到衣衫不整的二人 小脸瞬间刷得羞红起来 你们已经 别误会啊 都完事了 你当我瞎吗 而就在几人交谈之际 山洞却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接着 一股无比强大的威压瞬间 将几人压得喘不过气 洛西看吴福似乎知道些什么 于是便开口问道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只见吴福的眼神突然杀气骤起 他冷冷开口对二人说道 有几位故人造访 我先去打个招呼 吴福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终于出现了 就在刚刚 两个神秘人突然从天而降 而仅从他两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就可以让周围的群山位置震战 白发老者名为白元 是李久师父的同门师兄 一旁的紫发少年则是他的清传弟子 他们今日来此的目的 便是给李久的师父送上炼制混灵丹所需的药材 就在几人交谈之际 死发少年突然察觉到有人闯入 白元当即抬手便是一道气波轰出 李久师父见状后赶忙阻止 等等 师兄 来人可能是我在地球结交的朋友 当尘埃散去 吴福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到吴福安然无恙 李久师父便向他介绍起一旁的师兄 没想到吴福在听完后 竟直接杀气骤起 他冷冷对着白元说道 本以为提前炼制出混灵丹 师父就能躲过这场杀身之祸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 白元却是一头雾水 他转身问向吴福 怎么 你认识我 然而话音刚落 吴福便一个剑步冲杀过来 紫发少年剑状立刻挡在了白元身前 可仅仅一招 他手中的剑就被音声斩断 少年一脸不可思议 不好 低估了这小子 然而吴福却丝毫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能用你去跑来 便直接将紫发少年踹飞出去 紧接着 他便准备向着白元发起进攻 你往哪看呢 下一个就是你 你吗 师父看到这操作人都傻了 他对着吴福大声的怒吼着 吴小弟你在干嘛 赶快给我住手 可杀红眼的吴福哪里听得进去 只见他直接使出星辰见诀 想要速战速决 然而面对吴福最引以为傲的大招 白元却只是一脸阴沉的冷冷说道 找死 因为在他眼里 此刻的吴福就如同蝼蚁那般弱行 能不能去说什么 仅仅凭借周身的气浪 就可以直接将他给震飞出去 了解到两人之间的差距 吴福也不禁在心中暗暗的 是算了 以我现在的修为 能从白元手上逃走都难如登天 更别提什么保护师傅了 白元一掌打来 而他的身形在吴福眼里 就如同一尊巨大的魔神 他一脸戏谑地说道 区区原神迹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我杀你就跟捏死蚂一样简单 最强的剑尊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密天的实力就明宗师高手 也可以轻松秒杀 可今天他却败了 哪怕使出了星辰见诀 发伤机继的老人分毫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李九师傅出手阻止 吴福这才得以生还 李九师傅对着白元说道 这魂灵丹之所以能够提前练制出轮廓 吴福功不可没 白元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 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居然还懂练丹之术 见白元不信 吴福当即说道 不如我练给你看看 于是 众人来到草屋之内 吴福拿出丹炉就准备开始练丹 然而一旁的紫发少年却是一脸的不信 他嘲讽地说道 就你这点修为还想练丹 没想到他当嘲讽的立刻就被打脸了 因为吴福不仅会练丹 而且手法更是超群绝伦 看到这操作白元也不禁赞叹连连 就在这时 只见满屋的灵气全部汇聚于丹炉之中 片刻之后 几枚蓝色小药丸便练制完成了 紫发拿起其中一颗丹药好奇地观察起来 没想到还真给他练出来了 不过就这东西到底有啥效果 可就在他正准备亲自尝试下这丹药之时 一旁的李九师傅却突然口吐鲜血 紫发瞬间就傻眼了 他赶忙丢掉手中的丹药 对着就是一顿怒骂 你居然炼制毒丹 想要毒死我们 然而吴福听后却只是冷笑一声 他缓缓开口说道 不识货的家伙 看清楚了 话音刚落 只见澎湃的灵气突然从李九师傅的身体四散爆开 白元见状立刻意识到 吴福刚刚所炼制的丹药竟然是回魂在早丹 而且功效还非同一般 在服下丹药后 李九师傅残存在体魅的毒素瞬间被清除的一干二净 停滞多年的修为也开始出现了突破的现象 此时 吴福一脸冰稳地看向白元 虽说炼制丹药并不需要很高的修为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恶 从一开始就感觉一直被吴福有意无意地针对 白元不解地问道 你我可有仇 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面对白元的疑问 吴福只是盖上丹炉 然后淡淡地回忆 从你对我起了杀心的那一刻起 结局就已然注定 见吴福并不简单 而且还能炼制出混灵丹 于是白元当即决定暂时留他一命 毕竟一个原神经的少年 在他眼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于是白元立刻变脸哈哈笑道 小兄弟 刚才多有得罪 请勿见怪 而就在这时 许家传来的一条求救短信 瞬间让吴福怒法冲关 在中阳派的进攻下 整个许家危在旦夕 看着支离破碎的许家大宅 许秦秦已经哭成了泪人 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愿离开 因为他相信 相信会有个男人从天而降 然后以逆天的实力力挽黄澜 拯救一切 当吴福化身为见尊形态 那战力到底有多恐怖 就在刚刚 韩破率领中阳派大举进攻许家 在强大的火力下 弱大的许家大宅瞬间只剩残砖碎碗 修为最高的许昌澜 只能以一人之力尽量拖延时间 好让其他人可以逃脱 可许秦秦却坚持不走 因为他相信 一定会来力挽狂澜 可韩破听后却哈哈大笑起来 他就算来了 也只能看到你们许家所有人的尸体 随即他大喝一声 给我杀 无数中阳派弟子在收到指令后 便纷纷向前扑杀而去 危急时刻 许苍蓝火力全开 他奋力已经将中阳派弟子全部震飞 可就在这时 韩破出声 只见他一整挥出 树道蓝色蒸汽电化成一条条巨龙风冲而下 我以为这一击就可让几人当场立命 可当尘埃散去后 韩破却傻眼了 原来 有一头长着翅膀的巨群突然出现 而且在他的保护下 许苍蓝等人全部安然无恙 就在韩破一脸诧异至极 身后弟子们又突然传来一声声惨叫 他猛然回头望去 可见到的 却是宛如沙神一般悬浮于空中的无符 他目光冰冷地看向韩破 然后缓缓开口说道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终于来了 许晴晴也是喜极而泣 然而身为反虚镜宗师的韩破却丝毫没有把无符放在眼里 他一脸戏谑地说道 你来了又能怎样 今天也得给我死在这里 可就在韩破正要动手之际 无比强大的气息从身后传来 他顿时惊恐地愣在了原底 因为来人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河道境 如果这要是无符请来的援军 那今天别说杀他了 就连整个中央派都可能因此负面 就在这时 白元缓缓开口说道 老朽只是来看戏的 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会插手 不仅如此 他还拦住了想要前去帮忙的李九师傅 低等星球修士之间的事情 我们外来的人就别乱插手了 弹破天后 瞬间得意地放声大笑起来 无符 看来老天爷想让你今天死啊 最后他单手指向天空 周身顿时浮现出数万把利剑 见明之声响彻天地 无符小二 常常我中央派的护山剑阵 面对如狂风暴雨袭来的万把飞剑 许晴晴也不禁担心起来 可反观无符却思考 他单手换出星辰宝剑 眼神杀气浮现冷冷说道 今天露死谁手还不一定 对付你也不过就是代价大一点而已吧 不完 只见无符双手开始结印 血红色的剑气瞬间缠绕于神兵之上 他大喝一声 星辰剑决 逆转 坏 就看见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冲阔剑阵 紧接着漫天的金色剑气如雨点般洒落大地 而眼前的景象也让寒破彻底傻眼 因为此时的无符已然幻化成一尊身穿黄金战甲的剑神 傲立于天地之间 他居高临下的霸气开口冷冷说道 今天你既然来了 那就把命留下吧 无符的最强形态有多恐 随手一击便可斩碎反虚踪失势放出的护山剑阵 一旁看戏的白猿更是直接傻眼 因为这个少年仅仅只有原神技 就可以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无符缓缓睁开双眼 他还没动手 强大的气息就已经让寒破产生了想要逃跑的念想 下一秒 只见一道金光一闪而过 寒破的肩膀上顿时鲜血四溢 在场 无符被这操作震惊的目瞪口呆 发生了什么 那小子人呢 而白猿此刻脸上已经杀意路线 因为身为何道镜大宗师的他居然也没有看清无符的动作 此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空中冷冷传来 寒破 你对许家做的一切 今天我都要你加倍奉还 可寒破也绝非等闲之辈 只见他一声怒喝 周身瞬间出现一道灵力屏障 臭小子 我看你现在往哪里躲 谁说我要躲了 你这点灵气对现在的我来说 一点伤害都没有 说吧 无符便一剑轻松劈开了厚厚的防护罩 寒破剑撞人都傻了 紧接着 只见一把金黄色的巨剑从空中静置劈下 地面已随之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等到尘埃散去 众人发现这地面竟被封出了一个大洞 而寒破早已灰飞烟灭 紫发健壮也不禁敢看 知道这小子不是个废物 但这杀伤力也太过夸张 似乎都已经不弱于师父了 此时 无符宛如天神一般立于空中 然而下一秒 他身上的黄金铠甲就逐渐开始破碎 渐渐地 整个人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看着静置下坠的无符 许晴晴立马飞奔过去一把将他抱了下来 喂 自大狂 你没事吧 别吓我呀 离久师父也赶忙过来给无符把脉 可当看到迈向后他彻底震惊了 许晴晴慌了 他着急地问着无符的情况 泪水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自大狂是不是伤得很重 他是不是没救了 然而离久师父只能无奈地叹息了 他激发出如此巨大的钱 代价恐怕是不小了 白元见此也不再多做逗留 直接带着紫发转身离开 本以为这小子是个天外强者 现在看来无非也就是个鲁莽小子 紫发听完不及地问道 师父何出此言 他靠着燃烧寿源激发出如此巨大的钱 看来最后半生就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 可没想到无福不仅不会像白元所说的那样变成肺炎 还反而有了突破的迹象 这出乎意料的表现也顿时让离久师父大吃一惊 他不禁在心中暗暗道 无福啊 无福 你到底是藏了多少的秘密 这个男人有多幸福 全校最顶级的两大美女都在抢着给他做饭 美食的芳香也成功地吸引了一只苍蝇的光骨 可这小家伙却不知道这会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惨 看到这一幕的无福顿时下的冷汗之流 他赶忙找了一个理由做逃之夭夭 许晴晴二人也只能无奈地在原地哭笑 你还说没赌 你看苍蝇都死了 离开厨房后 无福来到了别墅大堂 这时 一堂的许苍蓝指着楼下的一众手下开口说道 小兄弟 这些全都是我许家的精锐 从今往后有事你尽管吩咐 就是不知道 你突然要我召集那么多人要干嘛 无福听后淡淡回答 当然是灭了中阳派 许苍蓝一听傻眼了 什么 你要灭了中阳派 小小中阳派覆灭不过小事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许家需要有能力来抵御他们的进攻 说罢无福便随手丢出了一本秘籍 可没想到 许家众人却不乐意了 他们愤怒地向着许苍蓝抗议道 老家主 中阳派乃是大门派 以我们这等修为 去了简直就是送死 见整个家族的年轻人都如此窝囊怕死 许苍蓝也是羞愧难当 可就在他正准备开口致信之时 无福却一脸淡定地表示没事 只需要练好武技就行 就在这时 许英山翻开了密集看了一眼 随后整个人就弄在了原地 因为这可是上等武技啊 许苍蓝在确认完后也不禁暗自打探 居然可以把上等武技随意送人 这无福到底藏有多少秘密啊 他当即拜权行礼向着无福恭敬地说道 跟随你 恐怕是老朽这辈子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我许家是要铲除中阳派 你们先练着我还有事先去办了就来 还有你们暂时要藏你起来 防止中阳派现在找上门 交代完一切 无福便转身离开 而他刚回到学校 就有一个熟悉的女人找上门来 看着披头散发的李孟瑶 无福冷冷开口说道 怎么 这次来还是想要报仇吗 然而面对无福的质问 李孟瑶却始终一言不发 在周身煞气的缠绕下 他缓缓地抬起了头 王蒙蒙见状后 直接开始活动起了惊骨 他自信地说道 福哥 让我出手教训教训他 我现在可是玄通静的大佬了 可没想到无福却一把将他挡在身后 因为此刻的李孟瑶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原神境 李孟瑶此刻的修为 居然达到了原神境 而从抬手之间 就能召唤出射人心魂的鬼魅王 在这诡异的招式下 王蒙蒙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 在陷害无福的计谋失败后 李孟瑶便投靠了中阳派 为了报仇泄愤 他甚至不惜利用 至阴至毒的白鬼神番来强行提升修为 无福 我会一直缠着你 看着你痛苦地在我面前死去 可仅仅一招 他引以为傲的招式便被无福斩碎 随着煞气的消散 李孟瑶也已经消失不见 在空荡荡的走廊里 只回想着他那无比圣人的声音 哈哈哈哈 今天我只是来打个招呼 往后你别再享有太平的日子过 无福听后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无奈地喃喃道 这李孟瑶是真的凡人 随后 晕死在地上的周探也醒不过来 原来他本想来点无福换门 却不要刚好撞见了入邪的李孟瑶 于是便当场吓晕了过去 为了不欠下人情 无福当即就甩了一本武技过去 可没想到周探居然直接跪在地上叫起了师傅 这下可把无福整无语了 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开口交代道 我要离开云海一段时间 这套断体术你自己情家练习 说罢便转身离开 见拜师成功 周探欣喜若狂 他对着一旁的王蒙蒙说道 那是咱福哥唯一的缺点就是心态软了 几日之后 为了与南华武道学院进行交流 无福一行人便出发前往吴同市 然而此行他还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前往霍家拿到星辰宝剑的碎片 可没想到 霍家家主再见到无福后缺下了逐克令 你们还是走吧 我要的价你们给不起 但就在他要关门之时 无福开口冷冷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霍家是以霍家权 才能与洛家并称为南华两大豪门 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霍家权 其实早已失传 而我们给你的东西便是霍家老祖 带进棺权里的那一整套霍家权吧 霍家家主听完顿时来了兴趣 他当即拿出一块红色碎片说道 我像你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为了他而来的吧 可没想到 话音刚落 碎片就突然发出一阵耀眼的红色光芒 紧接着只听见无福一声 现来 碎片就静止飞向了他手中的星辰宝剑 在嗡嗡作响的剑鸣声中 无福缓缓开口 这碎片本就属于我 这一眼 随手挥出一拳 坚实的围墙就瞬间被他轰出了一个大洞 霍家家主见状人都傻了 因为男人使出的拳法 正是霍家失传已久的霍家权 坐在这时 南华笑花推门而入 看到碎裂的墙面 他激动地说道 爷爷 您终于炼成了呀 下一秒 在看到无福一行人后 南华笑花又立刻摆起了攻击架势 说 你们来我家干嘛 我只是来做笔交易而已 爷爷 你可别信他 这人我调查过 压根没什么背景 小心被骗 听到这话后 一旁的许秦秦等人顿时笑出了诛叫 这人怕是不知道刚才的情况的 而就在霍老打算邀请众人到屋内一续之时 一个手下突然被人打飞了进来 霍家老头 我金灿又来了 看到来人 霍老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的起来 他一把护住身后的孙女 冷冷问道 你们想要干嘛 霍家老头 你们霍家权不是早就失传了 怎么今天还想交徒弟 谁说我霍家权失传了 你金灿是个什么东西 梧桐是人尽皆知 爽儿要是嫁给你 我死不瞑目 可金发男人在听完后 却冷笑一声 本想借坡下驴 你只要把霍爽许配给我 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 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 说罢 他便招呼起身后的手下准备动作 吴府本不想参合其中 可就在他要转身离开之时 几名壮汉竟然直接将其拦下 身后的金灿更是一脸嚣张的说道 怎么 不把我放眼里 老子让你们走了吗 你们就赶走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二话不说 抬手一拳就直接轰在金灿的脸上 这里 竟把他给蹦飞数十米之远 在场中人见状后 瞬间傻眼 而金灿的手下看到自己的少爷被打 当即就准备出手教训吴府 别让他跑了 给我弄死他 可没想到 手下刚走到吴府面前 就把手放了下来 这 几坏了 他愤怒地咆哮道 老玉你在干嘛 赶紧动手啊 少 少爷 你看上面 当金灿抬头望去 差点就吓得尿了裤子 原来 在他头顶一把新红的宝剑 正赫然悬浮于空中 吴府转身冷冷说道 算你今天走运 因为我不想杀人 给我滚 这霸气的英姿 也瞬间俘获了霍爽心 无畏强权 他是真男人 这个男人 仅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就一口答应帮女孩 去对付吴同士的顶级豪门金家 更是要在今天一人挑战 整个南华舞蹈学院 而在吴府一行人来到约定地点后 立马就发现一众小嘎嘎 早已立兵莫马 整个代代 露林健壮后 也是赶忙小生提醒的 这里是南华的主场 你可要小心点 他话音刚落 身后的一众小嘎嘎们 便疯狂地嘲讽起来 一个野鸡大学的修炼者 也敢和我们交手 一会儿看我怎么把他的尿都给打出来 而面对小嘎嘎们的挑衅 吴府只是冷冷一笑 随后他一脸戏谑地打了打手时 缓缓开口说道 想打架吗 那你们干脆一起上好吧 这嚣张的态度 瞬间就点燃了对面的怒火 臭小子都送到门口了 还打 给我打 不远处围观的同学 在看到这一幕后 就赶忙拿起了手机 想要给吴府较量救护车 可垃圾再多也是垃圾 面对数十人的围攻 吴府就只是一个暴气 就把一众小嘎嘎给震飞出去 剩一天的实力 顿时把南华学院的领队 给经的目瞪口袋 只见吴府举起 星辰宝剑冷冷说道 现在就只剩你了 小哈却突然被人 给重重地甩在了墙上 而下手之人正是金灿 原来 在霍家被吴府一顿暴揍后 便想越不服气的金灿 便再次带人找上门来 小子 我可算找到你了 一旁的许晴晴和陆灵 在探到这一幕后 都纷纷不约而同地叹息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嚣张的富二代 已经成功地激怒了一尊杀神 下一秒 只见吴府一步踏出 就向着金灿扑杀而去 就在这时 一人不慌不忙地开口说道 青少爷莫慌 让我来 在那里 出手后 为观众人也是纷纷感叹起来 这小子算是完了 这个人可是金家的供奉啊 哈哈 就你这点实力也敢得罪我 今天我就让你躺着出去 可没想到金灿花音刚落 就听到一声清脆的 贱民之声传来 仅仅一招 吴府就让金供奉直接领了盒饭 小哈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立刻给我滚 在吴府强大的气势下 刚刚还一脸目中无人的金灿 此刻已经吓得瘫倒在地连连求饶 而就在他被手下搀扶起来 准备离开之时 一道神秘的绿光突然从天而降 被击中后的金灿瞬间两眼一黑 静止倒了下去 而不远处 一个女人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哈哈哈哈 吴府 这回我看你死不死 这个男人的脑袋被一道绿光打中 就瞬间倒地不起 片刻之后 几十辆豪车立马将酒店团团包围 原来死去的男人乃是吴同是豪门金家的独子 为了挑起矛盾 于是李孟瑶便躲在暗处偷偷杀害了金灿 想要将他的死价获于吴府 可面对金家众人的逼问 吴府却一脸的不屑一躬 因为这种废物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动手 但就在他要转身离开之时 一群金家手下就将吴府团团包围 领头之人嚣张地说道 想走可没那么简单 金灿是我们金家唯一的独苗 他死了 你还有你们全部都得陪葬 现场吃瓜群众听后 顿时吓得发出尖叫 纷纷拔腿 想要逃跑 就被一颗颗子弹当场射杀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 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烂杀吴府 吴府瞬间怒火中烧 只见他一个闪身来到一个小嘎嘎身前 冷冷警告道 听好了 人不是我杀的 你连杀人都不敢承认 还是个人吗 剑多通吴府 吴府也不再废话 抬手一击就将小嘎嘎当场灭杀 金家众人见状纷纷傻眼 南华领队也是冷汉之流 大哥 要早知道你那么冷 打死我也不敢找你麻烦 看到局面已经无法收场 躲在暗处的李孟瑶 发出了阵阵冷笑 嘿嘿嘿 吴府 这可是你自找的 可就在他得意之时 吴府冰冷的目光突然扫射而来 发现自己暴露的李孟瑶 胆忙刷的一声消失在原地 而就在这时 一个手持小斧的金家妇人缓缓走来 他开口就是对着吴府一顿威胁 喂 小子 我可不管你是谁 在吴同市就由不得你嚣张 说吧 他便一个见不向的男主扑杀而去 可就在他即将得手之际 李孟瑶色剑气突然迎练刺来 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 现场众人无不发出震惊之色 而门口一个身穿白跑 手持常见的仙女冷冷开口说道 在吴同市 可不只有你金家可以指手遮天 原来出手之人正是洛西导师 而六神洛家在吴同市 也是顶级的修仙世家 就在这时 被打伤的金家妇人冷冷笑道 没想到你连双修剑绝斗练成了 你们六神山的老尼姑 看样子也耐不住寂寞了吗 但是他杀了我 今天不把命留在这里 就别想走 吴福听后冷笑一声 但脸上的怒火却是一览无疑 听着 人不是我杀的 你们要是感动一下 那下场就只有 死 这霸气的姿态 再次把一旁的许晴青霓的心花怒讽 这男人是真的帅啊 这个酒店刚刚发生了一起命案 而死者正是 吴同市最顶级豪门的公子哥 为了不放过凶手 金家在 就在这时 男主挺身而出 他目光冷烈的说道 你们要再感动一下 那下场就是 金家妇人听后 瞬间怒发冲冠 他刚想动手 就看见吴福单手一挥 一道凌厉的剑起迎面而来 这可把金家妇人惊得目瞪口呆 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个少年明明就只有原神镜 可真实的实力却是如此的恐 而就在这时 吴福抬手释放出 如同黑洞般犀利的真气 片刻之后 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就被阴生拽了下来 他一脚踩在女人的头上 冷冷说道 这才是你们该找的人 金家妇人背着操作 整个一头雾水 你的意思 是有人冤枉了你 小小一个金家 还不陪我去解释 爱信不信 说罢便带着许晴晴 等人出发前往落架 看着吴福离开的背影 金家手下开口问道 小姐 现在怎么办 查 给我查清楚 他到底是谁 我弟的死 必须给家里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都得完蛋 可就在这时 李梦瑶却发出 震震慎人的笑声 他死死盯着吴福离开的方向 冷冷开口说道 呵呵呵 那家伙 我认识 金灿就是他杀的 吴福不光心狠手辣 还色胆包天 听闻之前 金灿在霍家就和他有恩怨 你不妨去问问 听完李梦瑶所言后 金家妇人立刻转身 对下人吩咐道 带上十大供奉 现在就去洛家找那小子 我要让他血债血偿 见计谋得逞 李梦瑶顿时露出了一脸坏笑 嘿嘿嘿 吴福啊 吴福 这次你是死定了 画面一准 吴福一行人也来到了洛家 看到少年英姿萨爽 气宇轩昂 洛老太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气 甚至还对着洛西调坦的意味 不错 这小伙子俊得很 见到有人对自己的心上人有效 许晴晴瞬间醋意横飞 他重重地掐了掐吴福的胳膊 便转头开始傲娇起来 真是一块木头 非要本小姐主动点头 在几人简单寒暄之后 洛老太便单独把吴福喊到了舒服 我也不让弯子 以帮洛家改良了羞羞见语 这个恩情我铭记于心 可你与金家的破竭我也有所耳 只是我洛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的忙我们也无能为力 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 我没想到吴福听后 却是一脸无限的笑了起来 说了半天 原来是怕惹祸上身了 金家实力不凡 金灿又是他们家唯一的相互 动真格的 我洛家无能为力 我想你误会了 人可不是我杀的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管家突然慌慌张张的进门通报道 金戎已经带着金家的十个供奉来到半山腰了 见避无可避 洛老太也只能对着吴福说道 金家牙字必报 你可要千万小心 既然人都来了 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于是 双方很快便在半山腰相遇 金戎一脸的目中无人 他对着吴福戏谑的说道 你不会以为一个洛家能保你周全吧 话音刚落 一旁的许晴琴殿露出一脸焦虑之色 因为金家供奉全都是反须尽的强者 而且还是十个 就在这时 金戎像身后的手下百百损失 把他们给我带上来 然后一脸得意地看向吴福 他们 你可认识 最强的神王意外重生回到了大学时代 而在今天 他将要以一己之力应战顶级修仙世家的数十名高手 只见金戎一声令下 杀人长命 给我上 两个小嘎嘎就立刻拿起铁棍 向着吴福扑杀而去 原神镜的废物也敢偷袭少爷 让我们将他碎尸万段吧 然而吴福却丝毫不慌 他眼神冷烈地说道 就你们也想杀我 今天一个都别想走 许晴晴见状坐不住了 当即就准备上前帮忙 不料骆老太却一把将他拦下 并表示我们几个根本不用出手 只需要安静看着就行了 他话音刚落 就看见三道白光突然从空中飞下 紧接着地面便发生了一阵剧烈的爆炸 巨大的冲击也把一众小嘎嘎们给全部震飞了出去 许晴晴等人定金望去 来人正是白人三人 这下金戎是彻底慌了 何 何道进大宗师 这小子居然找外援 就在这时 李九师傅拿出一个锦盒上前缓缓说道 吴小兄弟 这要不是白师兄同我一起来 今天你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谢过前辈寻得此物 不然想要全灭他们 还真是有些棘手 李九师傅听后顿时大吃一惊 你想要全杀了他们 而一旁的白猿却来了兴致 他就想看看一个原神镜的荒野心 到底能有什么本事 可以如此张狂 话音刚落 只见吴福的眼神突然变得冰冷至极 他唤出星辰宝剑霸气地说道 今天我就拿你们来试剑 金戎也完全不虚 直接招呼手下一起动手 然而面对几名手持棍棒冲杀而来的小嘎嘎 吴福却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有手中的宝剑在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剑鸣 下一秒 他的身体突然消失不见 哭了一个寂寞的小嘎嘎们顿时一惊 好快的速度 而等到几人反应过来之时 吴福已如天神一般悬浮于空中 只见他缓缓举起右手 数万道血红色的剑气便随之浮现于空中 他一瞬间 万剑瞬间就如同冰雹般倾盆而下 在场观战的众人无不被这一目惊得目瞪口呆 等到尘埃散去 两个小嘎嘎早已领了盒饭 而吴福则踏过两人的尸体漫步上前霸气地说道 现在是不是轮到我进攻啊 这个少年有多张狂 仅仅只有这原神境的修为 这要一人同时挑战十位反须尽高手 一旁的许晴晴见状后 一脸的忧心忡忡 可他刚想上前帮忙 就被吴福阻止了 救他们还不是我的对手 对方可都是反须强者 救你一个绝不会是对手的 你们且在一旁看着 说吧 吴福便一个剑步向前杀去 就在这时 白元看出了自己的师弟想要出手帮忙 他当即出言劝道 对方可全部都是反须尽 就算师弟出手恐怕也是回天法术 但是他手中的神兵可真是好宝贝 如此平级的星球 居然能有如此神物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吴福突然飞至半空 周身的真气也随之幻化成了一笔血红色的巨剑 缓缓向着金家众人落下 今天你们通通都要死在我的剑下 看到这画面 洛老太人都傻了 他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少年 就只有原神剑 在吴福强大的招式下 金荣此时已经吓得面目扭曲 不过好在一众金家供奉全力释放出防御护盾 最终才勉强将吴福的这一击给挡下 若不是他手中的那柄神兵 这废物早就不知死多少次了 可没想到吴福听后却放声大笑起来 他直接扔掉了手中的星辰宝剑 然后对着金家一众高手挑衅他 我现在没有神兵了 你们倒是来杀我试试 见吴福如此自大 白元一脸比一的说道 明知道对方实力强大 还能如此狂妄 简直就是找死 但李九师傅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与吴福熟络已久 所以心里清楚 他越是如此 越说明没有危险 老子看你还怎么 没了神兵 你就是一个废物 就在这时只见吴福握紧拳头冷冷一笑 最后一记掏天猎拳就重重挥出 而他紧紧一拳 就直接将一名反须强者的胸膛贯穿 其他手下见状傻眼了 他们再也不敢答应 直接使出密集无上见证 想要速战速决 可即使如此 在吴福强大的实力念前 也依然难逃被团灭的结局 在解决完所有小嘎嘎后 他向着李梦瑶和金龙缓缓走去 现在就剩下你了 说金灿到底是谁杀的 在吴福杀神般的气势下 李梦瑶瞬间吓得胎软倒地 他颤颤巍巍地说道 金 金灿是我杀的 这个男人有多牛C 紧凭一己之力 就团灭了金家十个反须境的强者 在吴福强大的气势下 李梦瑶终于坦白了罪行 承认金灿是自己所杀 见真相水落势处 吴福眼神冰冷 缓缓开口说道 做个了结吧 李梦瑶竟突然使出了白鬼神番 只见他瞬间轰出一阵黑色煞气 然后赶忙拉开身位 可没想到 他前脚刚落地 一双巨大的邪手 就轰得一声逼近到了眼前 金蓉看到这画面 人都吓傻了 他在心中暗自喃喃道 我到底是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而就在这时 只见吴福单手一握 巨大的气势 瞬间就在地面炸出了一个大洞 惹怒我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等到尘埃散去 身受重伤的李梦瑶 狼狈地爬到吴福身前 他哭着祈求男主放过自己 他还不想死 然而等待他的 只有吴福贤气的一个部分 一旁的许晴晴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笑道 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 你看这回完栽了吧 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李梦瑶却突然起身 发出了一阵圣人的笑声 我还有回旋的余地 说了 许晴晴就只觉得背后一凉 紧接着一股黑烟 便快速地将其缠绕 他当即失去了意识 有了许晴晴当人质 李梦瑶也顿时硬气了起来 现在是否能放我走了 可没想到 吴福见状后居然笑了出来 他冷冷开口说道 不能 随后 许晴晴怀中的小哈 便大口地开始吸收起了周围的黑气 这操作顿时把众人都给看傻了 没想到就连男主身边的狗都那么变态 而等到黑烟逐渐散去 吴福赶忙上前接住了下坠的许晴晴 随后他对着李梦瑶怒目一试 你现在想要走 已经来不及了 他单手换出星辰宝剑 甩手就是一道剑气射出 来到这一季的地方 重重地从空中跌落下来 洛老太此时也不再沉默 他招呼身后的手下将李梦瑶等人团团包围 就在金蓉进退两难之际 紫发突然站出来想要充当和侍劳 既然双方误会解除 不如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如何 你也是我师叔的朋友 要是金家来犯 我定会出面 不过至于好处吗 原来 他是打起了吴福神兵的主意 所以想借此机会开口索要星辰宝剑 然而就这点小心思早就被吴福一眼看穿 追着紫发冷冷开口说道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男人有罗牛C 几凭意志之力就把金家数十位高手给屠戮带紧 可没想到 就在他要完成最后的收割时 紫发竟突然站出来 想要充当和侍劳 甚至还厚颜无耻打起了神兵的主意 但吴福怎么可能怪着他 直接一句你算了什么东西 就把他的脸给打了啪啪直响 白云听后瞬间大怒 指着吴福就是一顿呵斥 好狂妄的小子 而一败涂地的李梦瑶此刻更是满心不甘 他不想承认失败 更不想认输 于是他果断转身对着身后的金荣小声说道 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要是联手也许能杀他 而金荣在听后也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不能容许一个少年 可以如此目中无人地践踏金家的尊严 于是他重新举起了镰刀 决定先联手斩杀吴福后 再解决和李梦瑶之间的恩怨 说吧 两人的身影一个顺身就消失在了原地 而当吴福反应过来之时 两股巨大的紫黑之气已经逼至眼前 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李梦瑶大喝一声 金荣上 老二人立行精致 立马一刀重重挥下 可没想到这是在必得的一击居然扑了一个寂寞 金荣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 他人呢 可还没等反应过来 身后的李梦瑶就已经慌张地大叫起来 身后 等到金荣文言回头之时 吴福已经高举星辰宝剑做出了斩首之事 下一秒 只见一道血红色的剑气撕裂大底 金荣瞬间毙命当场 此刻 原本晴朗的天空在此时也突然风云变色 雷声滚动 在大雨滂沱之中 洛老太坦叹道 这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吴同事 今后怕是要换天了 这个少年就连我们不传的剑诀都能熟知一二 这等人物 怕是有着通天之能 于是他当即下令 若是日后金家来寻仇 洛家之人务必清尽一切 互助无福 此时 李梦瑶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金荣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杀了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之时 无福却转身收回了宝剑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不杀我 然而男主却只是不懈地看了一眼 并没有多做回答 可这举动却被李梦瑶天真的认为是无福对他还有感情 于是他当即换了一副绿茶的嘴脸 然后厚颜无耻地讲述 在分开的日子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这种虚伪的话 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无福就呵呵地笑出了声 李梦瑶见状顿时冷汗直流 他赶忙质问男人为何发笑 然而违离他的 就只有一道穿铁而过的血红剑气 我之所以收剑 只是不想你脏了他而已 啊啊啊 无福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在满满的羞辱中 李梦瑶也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声 当所有事情结束后 白元冷冷开口说道 师弟 这就是你认识的人 若不是刚刚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已经死了 可向来平和的师弟这次听后 却是一反常态地严肃起来 言语之中更像是一种警告 他冷冷说道 师兄往后切不要以意孤行 处处针对吴小友了 然而此番表态却更加坚定了白元的杀心 连向来不问世事的师弟都突然能有此改变 看来无福这人 不出事不行吗 为了和更强大的对手切磋 无福一行人来到了省内最高的武术殿堂南华舞蹈学院 可他们刚到门口 一个小嘎嘎就一脸戏谑说道 怎么 又是一个来挨揍的 无福听后一脸不解 但顺着小嘎嘎的手势向一旁看去 又看见一个手拿棒球棍的精神小伙 正站在学校门口叫嚣着 喂喂喂 这么大的学校 难道被老子吓破胆了 既然没人理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学生恰好从他身边路过 精神小伙二话不说就把人叫住 打算拿他先开个刀 可没想到 这个看似若不禁风的四眼仔紧紧一个回头 精神小伙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轰进地面扣都扣不出来 刚一来就能看到实力不凡的人 一旁吃瓜的无福也不听咧嘴一笑 看来这个地方是来对了 而且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喂 就是你们几个挡了南华的大门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早死了 又小子 和你说话呢 转过来让老子看看 老规矩 打到他们跪下唱征服 两人话音刚落 无福便缓缓转身 有什么事吗 看到男主 领头的男人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一瞬间他的额头上已经汗如雨下 居 居然是无福 甚至无福恐怖的南华领队当即就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他颤颤巍巍地和手下说道 那个我痴疮犯了 这里就交给你俩了 而就在这两倒霉的炮灰得令正要动手之时 小哈却突然叫了起来 无福见状后淡淡开口说道 小哈你要是饿了 那他们兜里应该有不少的零食 我给你拿点 小嘎嘎们闻言后瞬间勃然大怒 老子看你找死 可两人刚落过去 一条凶悍无比的巨兽就突然逼至眼前 雷霆般的嘶吼震耳欲螂 在他锋利无比的獠牙之下 两个小嘎嘎早就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直挺挺地站着军资洞都不敢动一下 哥 他这是在当麻 他是在向你们讨零食吃呢 这 这是讨 在绝对的气势压制下 两个小嘎嘎立马乖乖上讲了所有的零食 看着饱餐一顿的小哈 陆林还是贴心地提醒无辜 南华武道学院卧虎藏龙 万不可掉以轻心 谁知话音刚落 一个男人的声音就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听说有人在学校门口闹事 小子是你吗 包子 现在跪下来求饶 说不定我们队长还能放过你 他可是原神近巅峰的实力 轻轻松松废你一条胳膊 真是垃圾来了一个又一个 无辜显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没等这个小嘎嘎把话说完 直接就是一个大逼兜山飞 垃圾 给我滚 最强的神王重生回到大学时代 为了寻找更强大的对手 他来到省内最高的武术殿堂交流 可没想到 刚来到校门就被一个小嘎嘎给叫住一顿炒火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只见无辅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直接山飞 没实力 就别出来装逼 这霸气的姿态顿时就把一众小嘎嘎们给吓傻在了原地 然而就在这时 三柄黑色的飞刀突然从不远处射来 可这种低级的偷袭哪能伤到男主 只见啪啪三声 飞刀就被无辅单手抓下 此时 人群之中一个飞机头男子迎面走来 不错不错 是有在南华大门前嚣张的实力 导 导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呢 再不来 怕是要给你们收尸了 救他 不过原神境而已 就这样的我能打十个 听到自己学生这无脑的言论 飞机头也只能无奈地表示 你要想找死我也不拦着 说吧 便带着无福异行人来到了五道五 主动上门挑战 还能走到这呢 你是第一个 不过 也将会是最后一个 来 今天就由我来和你切磋 然而面对这个金毛的挑衅 无福却是一脸的不屑 他抬头冷冷说道 你还不配 这里难道就没有其他强者了吗 此话一出 金毛瞬间暴怒 他二话不说 抡起拳头就向着无福挥去 笑 别点脸不要脸 可没想到 无福的身体竟在铁拳逼近时突然消失 还没等金毛反应过来 一道黑影就已经顺身到了眼前 他回头望去 立刻再次挥拳 飞机头倒事件情况不对 胆忙大喊住手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金发男的手骨就瞬间断裂 巨大的直觉 更是直接把人蹦飞出去 等到众人反应过来之时 金发男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知觉 都说了你不配 还是换的能打得过来吧 臭小子 这里可是省内最高的武术殿堂 别以为没人能治你 那你们倒是叫几个能治我的人来啊 看无福如此给自己学校长脸 作为学生会的主席 陆林此时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他对着飞机头导师就是一顿挑衅 江导师 无福可是我云海大学学生会的成员 之前贵学校的人到我云海耀武扬威 这次换我们来看看 你们到底是凭什么可以如此目中无人 这个男人太强了 即使面对省内最顶级的武道学院 他依然可以在场上大杀四方 可就在陆林洋洋得意之时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嘴里叼着 跟巧克力棒的男子迎面走来 而他开口就是对着云海众人一顿嘲讽 这垃圾学校的人也好意思来捂着嚣张 不就是打败了些普通人 尾巴就恨不得翘上了天 许晴晴一听瞬间暴怒 指着男人就是一顿呵斥 可架不住自己实力不尽 所以只能转身拉着无福给他撑腰 无福 无福 快给我扇他 可没想到 男人一听到无福的名字竟瞬间大笑起来 哈哈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给我把悬赏令拿出来 现在整个梧桐市可都在找你呢 原来在屠灭了金荣一行人后 金家救出了一千万悬赏无福的人头 可看到这悬赏令上的照片 男主当即就怀疑人生了 我有那么丑吗 太可恶了 为了报复连照片都给我丑化了 好气哦 嚣张难见几人看到千万悬赏令都一脸无味 瞬间恼羞成怒 喂喂喂 我现在可是要抓你啊 能不能给我严肃点 但这次陆灵选择自己出手了 只见他掏出了一条红色长鞭不屑地说道 杀鸡烟用牛刀 我对付你就够了 老大 人家说你是鸡 奴 老子又没龙 需要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吗 现在搞得大家都知道了 而就在这两人说话之际 陆灵率先出手 可面对逼至眼前的长鞭 男人却丝毫不慌 他换出一把长枪自信地说道 云海来的废物们 给我瞧好了 随后他高高跃起 轻松躲过攻击 紧接着一条巨龙幻影竟然浮现于身后 场下小嘎嘎见状无不感叹连连 马学长长枪如龙 还没有失手过 这小妞今天是死定了 这情况 男人的攻击就正面轰向了陆灵 许晴晴见情况不对 立马就想上前帮忙 可一旁的无福却将他拦了下来 不用紧张 他能对付 这里可是南华舞蹈学院 还是别说大话 而场上也正如许晴晴所说的那般 在男人的攻势下 陆灵已经渐渐地落入了下方 现在求饶 答应裴晴晴我完了 我就放了你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男人的长枪便重重地砸向地面 巨大的冲击也将陆灵给振飞数米之远 见对方不是对手 男人举枪悬浮于半空之中一脸戏谑地说道 你们就这点实力 我看还是早点滚吧 我马力不和废物交手 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陆灵才打算拿住真正的实力 作为云海学生会长的陆灵 第一次出手竟然就被对手给压制 甚至还被他当众嘲讽 就你们这点实力 我看还是早点滚吧 台下的学妹们看到自己学长的英姿 一个个瞬间都被迷得心花怒放 恨不得就地给他生个孩子 暴脾气的许晴晴健壮再也坐不住 抡起大铁锤就准备上去帮忙 然而马力却是一脸的无所 她一脸戏谑地说道 小妹妹 不如你也一起上来 没想到话音刚落 陆灵的攻击便再次袭来 往哪看了 你的对手在这 只见飞溯而来的血红长边 竟在瞬间幻化成树道残影 然而马力却丝毫不慌 就在长边逼着眼前的同时 她的身影居然瞬间消失 下一秒竟闪身到了陆灵身后 可就在众人觉得胜负已分之际 无福却冷冷开口说道 如此劣质的枪法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真是不自量力 说了 只听见啪的一声巨响 刚刚还一副目中无人的马 此刻脸上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鞭印 看你这下还怎么嚣张 没想到陆灵居然还藏了一手 来到这一边后的马力也顿时燃起了兴致 他当即决定利用自己的速度 来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可在无福看来 在长边武器面前 这种做法简直和白痴没有任何区别 根本就是在自投罗网 我居然 在陆灵的一记记血边乱舞之下 马力瞬间就被打得皮开肉绽 躺在地上不停地求饶 与此同时 无福一个顺身就来到身前 他拔出宝剑指向马力冷冷开口问道 我也不和你废话 说 让人意外的是 在无福之前 竟然就已经来了两拨人马来询问碎片之事 而碎片此时正藏于学生会的摇藏室之中 得此情报后 男主当即命令马力带路 可正当众人抵达后 却发现似乎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从屋内飘出 紧接着 门缝之中更是渗出了鲜血 陆灵见状不对 立刻开口说道 此地诡异无比 不宜久留 我们要赶紧走 可现在想走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话音刚落 就只见一群黑压压的人影出现在身后 将无福一行人给团团包围 会长 我刚刚看到他们几个进去了 然后里面就传来了惨叫声 我们现在赶紧进去救人吧 不用了 人确实在里面 不过现在都已经死了 无福带着陆灵一行人来取碎片 可没想到 他们刚到达目的地 就被人当成了杀人凶手 只见一个小嘎嘎甩出一把小刀 就对着几人质问道 原来也是为了神秘碎片来的 快说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然而无福却只是淡淡地表示 虽然现在已经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随后他接着说道 这个时候 你们最应该弄清楚的是真凶到底是谁 而不是来怀疑我们 无福 听闻你是用剑的吧 这满墙的剑痕难道不解释解释 我看你们就是做贼心虚 不然这么着急着走干嘛 许晴倾听后猛然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原来墙上真的布满着一道道的剑痕 见证据确凿 无福一行人的解释又如此苍白无力 南华的学生会长终于要出手了 居然为了一枚小小的碎片 就杀害我学生会之人 今天一个都别想走 说吧 一股强大无比的能量瞬间就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这气势之强 竟把陆灵和许晴晴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而与此同时的一座高楼之上 有两个男人正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切 师尊 碎片是被中央派的拿去了 这小子来路不明 且狂妄自大 若不早点处理掉 怕是会坏了老朽的大事 好在金家家主也快要出关 这小子活不了多久了 此时的摇藏室内 双方的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我来南华舞蹈学院 除了碎片 还有就是为了挑战你们 正好今天都在这 也省了我不少事 来吧 我要挑战你们所有的人 无辅此言一出 南华众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上一次这样说的人 坟头草如今都应该有三米多高了吧 可几秒惊惊 这群人便再也笑不出来 因为经历了一世万年的他 早已经将万本宫法战记铭记于心 看到宛如雷神一般悬浮于半空的男主 南华众人早已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卧槽了 他特么都快成神了呀 借此时机 我便将这万千功法 化繁为简 天书 成 现在你们一起上吧 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能来 这操作瞬间把许晴晴给你的眼犯桃花 陆灵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万本战记和功法 他到底是如何熟知的 而南华会长见状不对 胆忙一把将众人护在身后 随后更是果断开启防护罩 对着无福开口说道 现在金家满城找你 我们可不想和你扯上关系 所以请你马上离开学校 一旁的小嘎嘎们文言顿时一头雾水 老大 他们可是杀了人的 难道就这么放他走了 原来从无福所展现的实力来看 会长已经在心里断定凶手另有其人 但内心之中仍想知道 无福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犹豫片刻后 他也便不再阻止手下们的行动 可这对于无福而言 既然是挑战 那你们这群人不死 也得伤 这个男人的脑海中 竟储存着这世上近乎所有的功法 而在此刻 他更是要将这万道功法融合为一 自成天书 原来男人是最强神王的转世重生 他本想来取回属于自己的神兵碎片 可没想到却被人当成了杀人凶手 一个小嘎嘎们更是不由分说的 拿起武器就向着男主扑杀而去 然而下一秒 男主的周身竟然浮现出一尊巨大的佛像 精光所及之处寸草不舍 看到这一幕 陆林和许晴情人都傻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功夫 为了不让伤亡扩大 云海会长当即出手拦下众人 可手下们却是一脸的疑惑 他们不理解为何会长会出手阻碍 但下一秒 只见一股骇人的威压弥漫全场 四眼会长一脸阴沉的转头 冷冷开口说道 以他的实力 根本就不需要靠偷袭来抢走碎片 哪怕是我全力以赴 恐怕也只能和他五五开 给我老实交代 你们到底是受谁指使的 在强大的气势逼迫下 手下终于颤颤巍巍地说出了实情 会 会长我也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听一个戴帽子的人说的 待会儿再找你们算账 可即便嫌疑排除了 但四眼会长却依然要把吴福给强行留下 看这架势 这两人怕是又要打起来了 陆陵不由的一脸焦虑 因为南华武道学院之所以能在全省地位超人 甚至远超小宗大派 这其中张萧然是功不可没的 许行情听完一脸疑惑 他不就只是一个学生吗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和吴福一样 出道至今未曾一败 而此刻两人四目相对 谁都没有出手 但两股威压的激烈碰撞 让整个房间都为之阵战 几片刻之后 张萧然的眼镜就咔嚓一声地出现了裂合 紧接着整个镜片更是彻底碎裂 他冷笑一声摘下眼镜 缓缓开口说道 武佛拳法传承天下独我一人 我想知道 你怎么也会 然而面对张萧然的质疑 吴福当即开启了装C模式 只见他冷冷开口说道 上观星河下观星海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功法 南华的学生会长终于要和吴福正面开战 只见张萧然抬手就是一掌扑杀而去 可面对逼至眼前的攻击 吴福却只是淡淡一笑 随后只见他随意地挥了挥手 张萧然最引以为傲的古佛拳法 就被瞬间击得粉碎 下眼 一只更为巨大的手就立刻逼至眼前 只不思议的一幕 让张萧然彻底猛逼了 他无力地跪倒在地 大口喘着粗气 会长 你没事吧 臭小子 你到底对我们会长做了什么 没什么 我们只是分出了一个胜负而已 然而一众小嘎嘎们听后却瞬间暴怒了起来 他们不相信如此强大的会长会被打败 可就在这时 张萧然缓缓起身 就在众人以为他还要再战一场之时 他竟突然扑斥一声跪在了吴福面前 要拜他为师 这可把一众手下们给看忘了 他们不敢相信南华的学生会会长 竟然会拜一个二流大学的新生为师 见张萧然如此诚意 吴福在思考片刻之后转身摆手说道 你和我去一个地方 我边走边考虑 而与此同时 在梧桐市的鬼市内 此发正手持着神器碎片 与金家等着吴福刺头罗网 我没想到 一个白衣女子竟在此时突然推门而入 俩人见状后大惊 没想到六神山的洛家居然还敢来侦查 我听说金家堂堂大供奉 竟专程来此截杀一名原神境的学生 我洛家倒是想看看 这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霍家也有所听闻 今天也特来观摩一下 堂堂金家大供奉是如何对一个原神境的小子动手的 没想到 洛家和霍家今天居然一起找过来了 吴福这小子还挺有面子的 不过他杀了金灿 这就足够让他死伤一百回了 这热闹可不能错过了 而就在这时 一声狗叫突然传来 没想到今天这个场合吴福居然还叫只狗过来 难道我金家少主和大小姐的命 他要让一只狗来抵命吗 想到此处 大供奉瞬间勃然大怒 于是他当即命令一旁的手下去把狗给处理了 我没想到 这个小嘎嘎才当对着小哈目露凶光 脑袋就瞬间被一个爪子给拍进土里 扣都扣不出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洛西也是一脸震惊 吴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连他身边的狗都突破道元神经了 而就在这时 我们的主角们也缓缓走入了战场 哟 好久不见呀 洛西老师 吴福与金家的二番战又要打响了 大供奉更是一见面就直接开始释放威压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小活着离开 张萧然见状果断开启护盾将众人护击 吴福是我南华的客人 金家这是有事找他 我劝你们南华别搅合进来 否则就是以我金家为敌 见双方剑拔弩张 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紫燕一个转身就准备离开 洛西见状后 直接飞身将其拦下 我记得你同吴福认识 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想走了吗 没想到一个女人竟敢挡住自己的去路 紫燕冷笑一声 直接一道气弹打出 好在洛西眼睛手快 纵身一跳躲过攻击 而与此同时 罗老爷走到了吴福身前 小兄弟对我祸家有恩 我定会护你们周全 你们先走 我来拖住他们 可一旦神王 可能在一个老者和女人的保护下 苟且偷手 只见吴福双手插兜 周身的灵气犹如雷电般 四散爆裂开来 就你还想与我对抗 毛头小子 活腻了吧 说吧 金家供奉一个顺身就杀至眼前 张萧然见状猛了 人家都打过来了 师父他怎么还不动手啊 然而一旁的陆灵听后却是淡然一笑地说道 不 他动了 话音刚落 就只见磅礴的剑气瞬间凝结成一道气条 不愧是神兵 好在我早有准备 就你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捂你我金家 现在 但凡站在你身后 老夫今日都要统统同命 是 一阵剧烈的爆炸便让整个场馆都为之震战 可没想到尘埃散去之后 吴福竟然毫发未伤 随后他对着大供奉就是一阵冷眼嘲讽 就这 而在这时 身后的张霄然突然抱拳说道 师父 徒儿请求出战 其他的货色就交给我 您专心对付大供奉就行 随后他一个剑步就向前扑杀而去 可没想到 还没率上三秒 南华的古佛少年就被人给一拳奏飞了 这打脸速度之快 也是让陆灵等人瞬间无语 那个 师父能让他们帮帮我吗 对面可是有八个人 就你们几个废物 也想要反抗我们金家 去死吧 说吧 一众手下们就再次发起进攻 然而面对金家一众强者合击 无福毫不畏惧 他直接运转攻法正面硬钢 可没想到 双拳难敌四手 肩不可摧的剑气护盾竟然开始出现了裂痕 随后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无福竟被打退了数米之远 金家实力不满 我们几个大多都是元神镜 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管他是不是对手 先打了再说 师父 现在你说怎么办 你们只需要给我拖住他们一阵就行 其他的就交给我 金家大供奉文言哈哈大笑道 可惜啊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随后他当即下令让手下们全力击杀无福 你们不就是借用碎片以诱 千里送宝贝 这个请我领啊 说吧 只见一道道红色的灵气 犹如漩涡般快速地汇聚于无福的双手之间 紫燕见这气势顿势感觉不满 见无福大喝一声 见来 星辰宝剑便在这万道红光之下赫然浮现于空中 而我们神王的装C时刻也即将拉开序幕 这个男人有多逆甜 为了打败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金家高手 他竟然选择在战斗中直接突破修为 之间一断出星辰宝剑大喝一声 见来 紫燕手中紧窝的碎片就瞬间修得一声飞向男子 大供奉剑状不对 果断挥出龙蛇剑 既然我们得不到 那就谁都别想到 可没想到这柄锻造了数十年才完成的质宝 竟然在接触碎片的一瞬间就断成了碎片 金家手下们看到这一幕也是纷纷傻眼 这怎么可能 那碎片到底是什么神气 然而一脸不甘的大供奉一声大喝 便再次扑杀而去 不 我不相信 神兵 还有你的命 今天全部都要给我留在这里 可此时的无福还在借助星辰宝剑的力量突破修为 无法还击 危机时刻 张霄然挺身而出 想逗我师父 就先过我这关 随机两股 能让正面碰撞在了一起 然而大供奉的修为等级足足高出了张霄然一个境界 随着一道绿光冲天而起 陆灵等人瞬间就被他击倒在地 哈哈哈哈 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 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可他狠话才说完 无福竟然就瞬间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等反应过来之时 他已经手持着星辰宝剑悬浮于半空之中傲视一切 我只是想要提升一下修为 然后好好地对付你爸 没想到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就从原神镜直接突破到了返须中间 这座火箭般的晋升速度 让一旁坐山观虎斗的紫燕彻底傻眼了 可大供奉却不以为然 因为在他眼里 无福无论再怎么折腾都是废物一个 只见他周身的灵气瞬间幻化成数条巨蟒 再度向着男主席去 然而面对逼至眼前的攻击 无福却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不自量力 之后他一见麾下 这个目中无人的金家大供奉就瞬间人手分离 一命呜呼了 这操作把一旁的张萧然都给看傻了 师 师父果然厉害啊 见自己挑拨离剑之际已然失败 紫燕只能指着无福一顿无能咆哮 无福 我师尊白猿和刘静松可是师兄弟 你要是不放我走 我就 你没想到 他话还没说完 一到剑光就从空中劈下 我没兴趣听你讲这些废话 直接让你师尊来找我吧 至此紫燕也结束了他那猥琐的一生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白猿也感应到了自己徒弟已经出世 随后他默默转身对着静松说道 师弟 专心练带 我有事出去一趟 无福 你杀我徒儿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突破到反须境的无福 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在梧桐市排名数一数二的强者金家大共同 仅仅一招就被他当场秒杀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陆灵却在此时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他在听完后 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原来 为了对付无福 中阳派竟然派人来到了云海大学 并用全校师生的信令来威胁校长将男主赶出学校 然而无福文言后却直接转身交代陆灵先行回校 因为此刻他需要先去烫金家 把事情都解决干净 在这个世间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 说罢他便带着洛西来到了金家的修炼地 看到有陌生人闯入 两个美女守卫当即立生之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干嘛 怎么 堂堂金家家主就你们这点人手着 我忘了 金家供奉都派出去杀人了 我人都来了 金家主 你不打算出来见见客吗 见来人如此张狂 美女护卫顿时勃然大怒 他果断提起长剑就向着无福杀去 可没想到仅仅一个回合 他就被树到剑气给打飞出去 就在这时 逆势之中突然有一道强悍的威压扑面而来 一个老者用浑厚的声音冷冷开口说道 无耻小儿 既然你都找上门来了 那今日就给我永远的留在这吧 说吧 一道巨大无比的蓝色风暴便逼之众人眼前 来着风暴的威力之强 甚至让已经张开防御屏障权力格挡的无福 都弄得满手是伤 好强的压迫感 比起以往的任何一个对手都不一样 而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缓缓从逆势之中走出 就这点实力也敢找上我荆家 真是不自量力 此人正是荆家家主 在闭关之前 他的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反虚境的大后期 如今出关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此时 洛西开口说道 荆家本族有着独特的秘法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仅靠着一群供奉就可以在无同事例子 无福听后这才明白 原来是本族秘法 难怪连自己的天书都没有记录 不过连天书都没有记录的功法 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有办法对付他 说吧 男主便直接使出了一记碎神乱捕 眨眼之间 他便已经顺身到了敌人眼前 可就在星辰宝剑即将砍中之际 荆家家主却突然冷冷一笑 雕虫小记 这个老人是整个无同事的最强者 哪怕已经突破到反虚境的无福 手持宝剑全力次来 他也依旧面不改思 甚至仅用两根手指就能轻松挡下攻击 随后只见他青苔指尖 就准备使出一记大威精龙诀 好在无枝眼棘手快闪得及时 不然要是正面挨上这一击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看来荆家主闭关这些年 已经练成了神功 大威精龙诀可是荆家最为强悍的功法 可洛西刚准备开口劝无福不要正面硬扛 没想到他就已经再度冲向对手 见这个小子不仅狂妄无 还屠杀自己的家族后辈 荆家主顿时怒火中烧 全身遍布雷光就准备将无福就地阵法 随即将 那样就正面地碰撞在了一起 可这一次无福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只见老者一个顺身来到身前 臭小子 在我面前你还乐点 接着大帝便瞬间响起了轰的一声巨响 而在这股冲击之下 无福也是被打退了数十米之远 这老头果然不简单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竟然还想装死 简直就是在找死 可没想到话音刚落 无福的嘴角就扬起了一模邪小 随后他缓缓开口说道 你自己不也不好受吗 荆家主闻言后 这才发现脸上竟然被一道剑起划伤 这时 无福艰难起身 随后突然就变得无比兴奋 因为在刚刚的战斗中 他惊奇地发现 星辰宝剑竟然还能吸收强者的精元 这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呀 随后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淡淡开口说道 老头 真不知道杀了你后 能让这宝剑强大多少 没想到这个小子 竟然可以正面硬扛自己的攻击 这时的荆家主也不敢再如之前那般大意了 他当即决定要速战速决 臭小子给我拿命来 既然如此 就用你的命来给星辰宝剑开封吧 只见两人同时挥出一击 这一招对抗 地面瞬间爆裂 金家主大声咆哮着 臭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能与我对抗 你想看 那就让你看了 走吧 无福的右手突然换出了一把寒光四射的宝剑 老头 明年的今日将会是你的忌日 没想到无福居然掏出了另一把神兵 而且剑体寒光逼人 神秘莫测 金家主健壮赶忙运转攻法 想要挡下这一剑 可没想到哪怕自己已经用尽了权力 结果也还是败下阵来 临死之际 她跪倒在地 哈哈大笑起来 命脉精芒 不结圣尊 此生能与圣尊交上手 也可谓无憾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洛西依旧一脸的不可思议 强悍如金家 居然被无福一个人连根拔起 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男人居然还想将神兵融合静体内 只见一阵狂暴的弃旋 以无福自身为中心 瞬间四散炸开 她生的一切太过突然 还没等洛西反应过来 她身上的一阵狂 一阵阵剑气割裂的破败不堪 这令人猝不及防的福利 也是让一旁的张萧然看得鼻血直喷 可等两人反应过来时 已经彻底感受不到无福身上的修为了 原来 在融合完神器后 男主此刻不仅实力大着 甚至还能通过剑气来屏蔽自身的修为 上一世一路稳扎稳打 还从未遇到如今的这种情况 今世一路开挂也不知道是福是虎 在一阵感慨后 无福也准备起身回云海去解决中阳派 而挟持了全校师生的中阳派掌门 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当即对着身后的手下下令 六点一到 没多一分钟就杀一个人 一直到无福来的为止 躲在身后草丛的许晴秦文言后 瞬间就不淡定 怎么办啊 他们真的准备杀人了 可无奈几人在星级也不是中阳派掌门的对手 所以他们也只能耐心的等待无福英雄归来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搭在了王蒙蒙的肩上 一个红发男子一脸邪笑的说了 看看我发现了啥 一只大耗子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行踪早就暴露 不知何时 一众中阳派弟子就已经将几人给团团包围 哈哈哈哈 你们来得正好 杀了你们效果想来会更好 话音刚落 地面就轰得一声扬起了滚滚尘埃 许晴晴见状大喊道 是无福来了 等了半天的郑主终于来了 中阳掌门也是阴冷一笑 无福 还以为你胆小的不敢来了呢 没想到堂堂一个中阳派居然也临卑猎到如此地 靠杀普通人来威胁我 世俗规矩无非就是不伤及凡人性命 而我中阳派可谓成杀掉一人 只不过是想将你逼出来而已 只是没想到 如今的你却成了一个连修为都没他的废物 没想到无福居然变成了一个修为全无的废物 王蒙蒙等人这下是真的慌了 福哥他的修为怎么会没了 难道是金家家主将他重创了 这下要完了呀 中阳掌门见状更是一脸嘚瑟 既然成了废人 那就乖乖地把神兵交出来 说不定我还能给你留一个局势 眼下无福实力突然消失 中阳派诱人多势众 现在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陆林怀里的小哈一马当先 熬的一声就冲了出去 打算和中阳派众人火拼 可终究实力还是相差的态度 紧紧一招 小哈就被人给打飞了出去 真是不自量力 居然还想要以卵击石 看到自己的猛宠被人重伤 无福此刻已然彻底的愤怒 你们居然杀了小哈 你们完了 一个没了修为的废物 还想给狗报仇 真是可笑 随后 这个小嘎嘎更是想到了一个死章 他转身对着身后一众云海学生说道 谁要是能把无福给杀了 我就把你们全给放了 没想到这群忘恩负义的学生们在听后 竟然真的为了活命而拿起武器冲造了无福 下一秒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直接绷在了他们的脸上 看到被打飞的同伴 几人慌了 他不是失去修为了吗 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 都给我去死吧 还以为变成一个废物 原来是想要扮猪吃老虎 真有意思 刚刚就是你对小哈动手的吧 是又怎么样 不如我连你也一块杀了 好让你和你的狗在地府团聚如何 说吧 小嘎嘎便趴得一个箭步飞出 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因为自己的速度在整个宗门里都算得上顶尖 可无福居然仅用几个手指就轻松地挡住了攻击 此时男主缓缓开口 他的神情已经变得冰冷至极 你的话很多 今天我要让你们中阳派上上下下都去为小哈陪葬 说话之间 他拳头轻轻一握 刚刚还目中无人的小嘎嘎便瞬间灰飞烟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中阳掌门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 这个气息 它是和神兵融合了 而与此同时 在一个神秘的空间里 一个手持法杖的白发女子也突然感受到了无福的气息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没想到一个小世界里居然还能有人可以引动如此的天地一响 他到底是谁 没想到融合了神兵的无福居然可以引动天地一响 这一幕也惊动了一位来自上界的神秘狱子 于是他当即用罗教换出一面古老的镜子 我当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可当男主的身影逐渐在镜中清晰起来的时候 女人顿时就露出了一抹坏笑 还以为只是自己多心 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他的后人 这没与东西啊 就算化成灰我也认识 一边施法召唤出满屏的雷电 而与此同时 正在战斗中的无福也突然感觉到了异样 老夫夫的雷电就从空中静置披下 这雷电中满含的天道之气 无福啊 无福 看来这天都想让你死啊 我们的男主就宛如天神一般 张开双臂悬浮于半空之中 看到这一幕 中阳掌门整个人都傻了 他这是在吸收子雷 陆林更是被惊讶的嘴巴都喝不上 他不是没有修为了吗 怎么还能吸收天雷呢 此时无福缓缓开口说道 还是被你们给发现了吗 居然还想用一缕子雷将我湮灭 不过你们这次还是失算了 这个男人太过敏 不仅实力强悍 现在还能吸收天雷 越发觉得不对劲的中阳掌门 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 此时他立刻展出了一道剑波割裂大地 给我去死吧 可没想到 无福却只是在淡淡地瞟了一眼之后 就用单手轻松地接下了攻击 记住 杀你 只需要一息 就瞬间落下了一道子雷 正面轰在了中阳掌门的身上 这一击威力之强 竟可以瞬间让一个强者灰飞烟灭 我的人谁也别想动 就算是狗也不行 看到自家掌门都被灭了 中阳派一众弟子们顿时吓得四散逃跑 见学校的危机已然解决 陆林赶忙扶住已经耗尽元气摇摇欲坠的无福 而就在这时 王蒙蒙的声音突然从两人身后传来 福哥 小哈他没死 此当众人走近一看 却都纷纷愣在了原地 因为小哈居然变成了一颗蛋 而且此刻他还在不停地晃动 显然里面的小家伙马上就要破窍而出了 而更加诡异的是 无福的伤竟然也在此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就在这时 只听见突然啪的一声 一只小爪子就捅破了蛋壳 陆林居然再一次地被无福给推倒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束奇异的光突然从小哈的弹中迸发而出 正如其来的冲击也是打了无福一个措手不及 片刻之后 他就被一道耀眼的白光给彻底吞没 陆林见状后赶忙紧张地上前关心道 无福 你没事吧 感觉怎么样 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就被突然醒来的男主给瞬间扑倒在地 无福 你在干嘛 赶紧给我走开 被占了便宜的陆林顿时恼羞成怒 但是他二话才说就是一个大逼都直接扇了过去 你发什么疯呢 居然还想要占老娘的便宜 而就在这时 小哈居然缓缓上前开口说道 我才是无福 众人闻言后 瞬间就被惊得目瞪口呆 福哥 你怎么到小哈的身体里去了 原来刚刚的天道之气居然将他们的神魂给分离了 然后在误打误撞之间一人一狗就这样护化了身体 可就算了解了原因 但当陆林等人看到变成无福的小哈 跪在地上不停地蹭着一只狗的画面 一时之间也是无语的冷汗之流 而就在这时 一个中央派残党的声音突然从众人身后传来 哈哈哈哈 无福啊无福 你能以一己之力斩杀门主 可如今自己却傻了 现在偌大的中央派是我的了 哎 又来一个找死 真是可笑 没想到连无福身边的一只狗都会说谎 但没了无福 你们就都是废物 给我去死吧 说吧这个小嘎嘎就静止杀向了众人 下一秒 变成小二哈的无福就直接飞身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 王蒙蒙人都傻了 福哥就是牛逼啊 哪怕变成了狗都可以这么强 可当务之急还是得想办法赶紧变回去 总不能老是以狗的身份活着 但是想要回到原来的身体 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即将突破核道镜的强者 然后再利用他突破的天结让自己的神魂归屋 而无福的心中此刻已然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任选 于是他在交代好路灵等人将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后 便起身离去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两个中央派的小嘎嘎正一脸邪笑地看着前方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啊 这无福的修为现在竟然只有玄通静了 看样子是和门主大战的时候身受重伤了 小的们 现在他们就是挤的垃圾而已 跟着我一起上 没想到一代神王刺客居然变成了一只狗 为了尽快恢复原状 无福当即带别众人转身离开前往许家 而就在几人嬉笑大闹之际 王蒙蒙突然大喊一声 陆灵小心 直觉发音刚弱 身后就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可恶 到底是谁偷袭我们 陆灵 小哈你们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两个中央派的残党缓缓从尘埃之中走出 哈哈哈哈 无福终于死了 门主你可以安息了 可两人还没得意多久 就立马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哪怕被那么强的能量正面击住 无福的肉身也依然毫发无损 刚刚还好有小哈挡在自己身前 不然后果当真不堪设想 也不知道这次的身体互换到底是福还是福 不愚会的功 两个偷袭的小嘎嘎就被王蒙蒙给收拾了 妈的海岛偷袭 看胖爷我弄死你们 与此同时的许家别墅外 许秦秦正搀扶着身受重伤的许苍兰 而他们面前正是一群中央派的弟子 就在刚刚 中央派的残党们收到了激活许家的命令 而就在他们即将给予最后的一击时 变成小哈的无福竟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后 许秦秦见状后顿时大吃一惊 怎么会是小哈 无福在哪 就在这时 一个小嘎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们还想找无福 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早就已经死了吗 谁说我死了 没想到一只狗居然还能开口说话 中央派的小嘎嘎们瞬间就被惊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而在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 许秦秦整个人都麻了 这家伙该不会就是自大狂辩的吧 许应山也是一脸无语 就在几人一会之际 中央派的一个小嘎嘎突然就向着无福发起了偷袭 只见他一箭挥出 完全不设防的男主镜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在回恋一声剧情后 头被打了一个大包的无福缓缓起身 这小哈的零食可算没有白吃 身体硬度如今已经这么恐怖了吗 中央派残党健壮后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一只狗都能刀枪不入 而就在满心不甘的小嘎嘎再次举剑准备重新发起进攻时 无福却只是淡淡一笑 你们既然要动我的朋友 那接下来就让你连狗都做不了 你敢相信哪怕我们的挂王变成了一只狗 也可以轻松地覆灭一个门派吗 就在张嘎 一个手持巨剑的中央派小嘎嘎二话不说就向着无福劈去 一只狗居然可以用单手接下自己的权力一击 今天我就让你们中央派就地解散 说吧 无福的眼神顿时变得杀气肆意 如火般的灵气也汇聚于手中 随后只听见语的一声巨响 刚刚还无比嚣张的小嘎嘎就瞬间化作了流星飞向天空 果然我还是对这具身体不够熟悉 不然他早就该死了 有无福在这里大杀四方 中央派显然已经是穷途末路 于是许苍兰便吩咐许情情带着家族弟子去学校剿灭于党 而他话音刚落 男主也随之表明了来此的目 前辈如能突破何道境 那我说不定可以借你引来的天雷回归人生 可没想到许苍兰在听到无福的诉求后却瞬间冷汗直流 因为先不说他距离何道境还有一段距离 更何况突破是需要讲究天是地利人和的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我们的挂王无福面前 帮人突破就如同喝水一样简单 只见他淡淡开口说道 前辈无需担心 天雷而已 我来饮 我来躺 说话间 他的双手开始结硬 随后天空瞬间乌云密布 紧接着一道子雷便突然从天而降 看到了 在不远处的白云也不禁疑惑道 一天之内居然落下两次天雷 这到底是谁在突破 而就在这时 两道黑影突然刷的一声出现在他的身后 看到来人 白云赶忙毕恭毕敬的抱拳行李 没想到二位这么快就来了 少废话 事情进展得怎样了 刘静松炼制的丹药还差最后一步 炼成之后他的人头和丹药都归你们 那我的好处呢 两人闻言后当即就甩出了一粒金丹 这只是定金 等我们拿到了聚灵丹 好处少不了你的 哈哈 有了这个东西 事情就好办多了 而于此仪式的天外天上 看到漫天的雷光 神秘的白衣女子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在看到无数之后 她就不断地站不眼算 可无论她使出再多的手段 也依然看不透男主的前世今生 而就在这时 她身后缠绕碎片的白金不仅开始出现了松动 下一秒更是砰的一声彻底碎裂 而碎片竟也在此时发出了阵阵的红光 看到如此景象 神秘女子也不禁发出感慨 太阳 这天似乎要变了呀 各位观众老爷们 咱们的卦王今天终于可以不再当狗了 就在刚刚 许苍蓝听完无符的诉求后 便缓缓开口说道 既然无小兄弟开口 那便来吧 是生是死 就全交给你了 说罢许苍蓝便站到了无符身边 就在这时 只见男主唤出星辰宝剑 面对从天而降的天雷 他静止飞奔上前一箭斩支 这操作直接把许苍蓝给看待了 没想到这人居然连雷结都能给劈散了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只见天中的雷云缓缓变成一个漩涡 而那漫天的天雷最宛如千军万马一般踏踢而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威 与此同时 突如其来的巨大动静也是惊动了白人三人 斗笠男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如此平级的星球上 居然还有人可以引来天道之路 于是 几人当即决定前去一看究竟 然而当三人感到时 就看见吴福真的以一己之力硬扛天雷 只听见他咬紧牙关对着上天霸气的叫嚣道 你们就这点威力 是没吃饭吗 而他话音刚落 和陆灵一起赶来的小哈 便一个纵身奔向了吴福 男主回头望去 欣然一笑 来得正好 可天雷的威力还是差了点火候 不够帮助他回到自己的身体 可就在这时 吴福眼角的余光突然扫向了一旁的白人 随后他露出了一抹邪笑 天雷不够 不如拉你来凑 正好也省得我去找你 看到突然顺身到自己身后的吴福 白人整个人都傻了 卧槽 你想干嘛 可还没得到 说完 一到天雷就已经重重劈下 看着满山遍野的雷光 徐印山已经彻底呆若木人 这哪里是突破 分明就是在送死啊 而在天雷 吴福不仅成功地换回来身体 实力还得到了十足的提升 白人人都看傻了 连如此强大的天雷都能被他尽数吸收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之人 于是他当即决定 将吴福就地灭杀 断不可让其再继续成长下去 既然是想给天雷鸿 那我就成全你 不好 白人是想在天雷之下出手 这样怕是会引来更强大的天雷 臭小子 去死吧 说吧 白人便将能量凝聚于指尖 然后就向着吴福打去 可殊不知 这一切都尽在男主的计划之中 当白人看到他的能量 连同天雷一起被吴福吸收带进口 这才恍然大悟 可恶 臭小子 你是在利用我 我还以为你被我拉进来的瞬间就会出手 没想到居然胆小到现在才动手 随后只见漫天的黑云逐渐散去 而许苍蓝的修为也顺利地突破到了河道境 许英山见状大喜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如今再也没有视力是我们许家的对手了 可即使突破了河道 许苍蓝也依旧无法感应到吴福的修为 此时的他才更为清楚地明白 在我们的挂王面前 自己也不过只是一个勉强能上得了台面的人物吧 没想到面对苦 吴福不仅将其尽数吸收 回归了肉身 甚至就连实力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然而事后他并没有选择和白人交手 而是静止飞到了刘静松的药堂 两个神秘的斗笠男健壮后 也立马紧随而至 没有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 上一世丹药一旦炼成 就是师父的亡命之石 可那两人实力深不可测 以现在自己的能力 就算全力以赴 也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全身而退 于是 吴福当即决定先想个办法蒙混过关 他开口笑着对两个神秘人说道 刘兄与我关系匪浅 这句灵丹最后的一丝裂尾 还得由我来助他一臂之力 可见斗笠男听后依然半信半疑 吴福便直接表演了一首 吴福灵丹的绝学 想到这个小子居然也会练制剧灵丹 看样子想必是那刘静松的徒弟 于是 两人便放行让吴福进门 然而就在这时 大喊了快拦住他别放他进去 可等两个斗笠男反应过来之时 已经迟了 因为那句灵丹已经落在了吴福的手上 既然你们是冲着这没丹药而来的 那现在就给我滚原底 可白元却对吴福的威胁不以为人 这有什么好怕的 静松刚炼完丹药 一旦出手必定中伤 而你的修为又远不是我抖的对手 说吧 他便挥剑向着男主扑杀而去 然而面对逼至眼前的白元 吴福却只是淡淡一笑 这句灵丹最为强大的功效就是疗伤 捏碎了 再炼制不就好了 真是一群智掌 说吧 他当即将手中的丹药捏得粉碎 众人见到这一幕纷纷傻眼 白元更是气得怒火中烧 你毁我丹药 我定要将你拔皮拆骨方能解恨 刘金松也是一脸的不解 吴福 你为何要毁了巨灵丹 这丹药代表着老朽的丹道 这一会儿我可就什么都没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吴福竟然徒手拿出了一个品级更高的巨灵丹出来 他缓缓开口说道 丹药我有 而你要是炼制成功了 命运就没了 看到这一幕白元人都傻了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有巨灵丹 而且还是已经炼制完好的 就在白元疑惑之际 两个斗笠男突然将他摁在了地上 你居然敢骗我 明明你们早就把丹药炼好了 我没骗你们 一定是那小子搞的鬼 他手上的丹药肯定是一枚残次品 是吗 这种丹药在地球 随便一个小门派都可以炼制 看到吴福手中的丹药 白元知道两个斗笠男 今日是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他不甘地放声怒吼道 吴福 我要你给我陪葬 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掠过 周围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 不久之后 吴福躺在了一张陌生的床上 而他的伤口也在逐渐地愈合 只见一阵巨大的灵气突然四散炸开 男主再次醒来 真没想到 白元那家伙居然会自爆 在白元自爆后 侥幸捡回一条命的吴福 终于醒了过来 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找到师父的下落 于是吴福决定先去街上打探一番 就在这时 两个人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一番询问后得知 师父现在很有可能在灵丹门的甘草堂中 可自己在上一世 从未听过灵丹门这个门派 看着偌大的门派牌匾 男主陷入了沉思 也不知道在这儿能找到多少灵丹妙药 然而就在这时 一记鞭子重重地甩在了他面前的地板上 你在这干嘛 你一个外门弟子也敢站在门口 原来此人正是灵丹门的看守员 吴福本不想理会 可没想到那人依旧不依不饶地辱骂 我让你走了吗 外门弟子只配在茅房 这大门都被你们这裙废物给污染了 现在就给我跪着点干净 吴福听后眼神立马杀气四起 他冷冷开口说道 我若不是有伤在身 你此刻早已是具尸体了 你一个连修为都没有的废物 居然还想反抗 找死 可这在守门员正要动手之际 一道气波突然从不远处射来 守门员起身后瞬间暴摸 妈的 是哪个混蛋偷袭我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手持折扇的绝美男子淡淡开口说道 怎么 是在对着我吼吗 一个内门弟子居然没缘由地欺负外门弟子 居然还敢如此嚣张 看了 刚刚还目中无人的守门员瞬间下了冷汗之流 因为说话之人正是甘草堂的首席大弟子林木 而他当义正言辞地谴责完 就立马转头向着一旁的女弟子们显摆自己的道德高尚 看到这一幕 吴福也是露出一脸的嘲笑之色 没想到啊 他还是一个伪君子 那正好 就拿你当个挡箭排完案 于是他假意向着林木抱拳致谢 感谢林师兄 要不是您及时出手 我恐怕早已一命呜呼 听到有人恭维 林木自然是尾巴翘到了天上 你放心 有师兄在这里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 可他没想到 这句话正是吴福想要听到的 只见男主静止走到了守门员身前 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 这一巴掌直接把众人给看蒙了 守门员更是原地暴怒 可碍于林木在这 也只能把牙咬碎了往肚里 而林木此时也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被那臭小子给利用了 可这一巴掌对男主来说显然还不足以限 于是 他当即又补上了一记段子绝孙脚 林木见众人都麻了 卧槽 这小子也太狠了吧 报复完毕 吴福再次报权说道 为报答林师兄恩情 在下愿为您做任何事以做报答 林木听后 顿时露出了一抹邪想 那正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前段时间炼制了一批丹药 正巧没人是药 要不你来如何 放心 丹药没啥副作用 顶多就是闹闹肚子 但是有可能能让你提升修为哦 吴福听后当即答应了下来 此人杀戮之气如此浓郁 绝不是什么善来 就让我看看你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这个男人曾是天地间最强的神王 不仅修为干世余双 炼丹之术更是冠绝古今 可现在居然有人大言不惭地说要拿他来食药 只见林木二话不说 就带着吴福向甘草堂走去 而这甘草堂掌管着整个灵丹门的丹药补给 所以在门派之中有着极高的地理 一路上 在其他弟子的口中 男主也得知了自己师父的下午 目前他老人家正被宗门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 而就在这时 一名弟子突然递了一枚丹药给吴福 并吩咐他立即服下 原来 林木为了让弟子们在试药的过程中不受其他药力的影响 所以都会提前准备一枚丹药来清理他们身体里的杂质 还不知道一会儿到底试的是啥药 吞下丹药的吴福心理也开始莫名地期待了起来 看着走进炼丹房的男主 两名弟子轻声说道 说这小子是不是有啥毛病 居然会配合林师兄试药 估计是想突破想封吗 天天在那白日做梦呢 今天那小子要倒霉了 而炼丹房中 一顶巨大的丹炉赫然在前方发出轰轰作响之声 环顾四周 珍藏的丹药更是数不胜数 吴福健壮后大喜 因为这些丹药的数量足以让他恢复到巅峰的状态 就在这时 林木拿起一枚丹药缓缓开口说道 师弟你来了 扶下这枚丹药 就能让你快速地突破 可没想到 结果丹药后的吴福却是一脸的戏血 就你这种劣质的断肠丹 也好意思拿出来骗人 林木闻言后瞬间诧异无比 他没想到一名其貌不扬的弟子 居然还能知道断肠丹 而此时吴福手中突然释放出一团紫色的火焰 丹药则在其中散发出阵阵微光 这是天雷子火 你到底是谁 就你这水瓶还想捕死我 要不你来尝尝我这枚丹药的毒效如何 说吧 他一个顺身掐住林木的咽喉 小子 居然敢在我面前装逼 给我去死 可没想到林木的巴掌都还没挥到面前 就给林木丹 直接给摁进地板里 抠都抠不出来 随后 他抓起丹药 直接塞进林木的嘴里 伴随着一声凄惨无比的叫声 这个祸害了无数同门的伪君子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要不是我重伤在身 你早就死了上百回了 现在碍事的人已经没了 那接下来就该是我为所欲为的时候 在成功搞定了林木之后 吴福便开始决定利用这里的丹药来恢复伤势 可恋丹时巨大的动静也惊动了甘草堂的众人 就在这时 刘静松缓缓睁开了眼睛 通过气息 他断定这动静肯定是吴福搞出来的 于是他淡淡开口说道 我劝你们最好回去看看 说不定此刻家已经被人给掏口了 行主闻言后 赶忙喊上弟子匆匆向着炼丹式感觉 众人便合力轰开了警锁的大门 可当看到眼前的画面时 所有人瞬间惊讶地目瞪口呆 因为吴福居然把所有的丹药都融成了一团 这下林丹门的弟子们忍不住了 他们纷纷拿起武器 就准备给这个强盗一个教训 可就在这时 堂主却一把将众人拦了下来 因为融合那么多的弹药 这根本就是在送死 所以他大方地决定 让吴福发挥完生命最后的鱼 然后炸成一团飞灰 可就在他转身正准备离开之时 一名弟子突然大声喊道 堂主 林牧师兄死了 老人文言好 顿时惊讶地瞳孔放大 死了 难道是他杀的 而且现在他的伤居然正在恢复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真是一群傻子 真以为这些要效能将我给撑爆吗 这波操作真是直接把堂主的脸给打住 现在不仅丹药没了 爱徒还被宰了 自己更是被这个凶手给疯狂嘲讽 于是怒火攻心的他当即命令弟子 现在就去把吴福给就地震放 话音刚落 堂主的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 卧槽 这家伙有这么厉害吗 这灵气的爆炸威力 足以秒杀你们这些反虚的小子了 不过这还要多谢这位林牧兄弟 要不是他带我来着 我的伤至少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 说完 吴福看着被气到直颗塑笑救心丸的堂主 轻叹一声淡淡说道 算了 你我本就无冤无仇 我也不白吃你这么多的丹药 只要你们放了那个捡来的老头 我就帮你们挽回那些损失 堂主听后大惊 原来你的目的是他呀 但是你还是别做梦了 因为我们早已同天外的强者商议好了 吴福听后瞬间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啊 那就好办了 看来 我果然不适合心平气和地和你们谈判了 男人为了给自己疗伤 居然炼化了整个宗门的丹药 事后他不仅毫无愧疚之心 甚至还嚣张地威胁门内长老 今天如果不让他将自己的师父带走 就直接灭掉整个宗门 听到这话 炼丹堂堂主瞬间火冒三丈 他当即命令所有弟子马上将男主给就地诛杀 可没想到 一伙人刚拿起棍棒冲到面前 就被突然出现的一道红光给瞬间劈成了两半 这下可把其他人给吓傻了 因为这可是剑气 普通人别说硬扛 哪怕就是稍微挨上一下都会立即灰飞烟灭 没有想到一个少年模样的人居然可以这么强 无奈之下 堂主只好召集了整个宗门的弟子将出口给团团围主 甚至就连门主都亲自出马了 可面对整个门派的围攻 无福却只是淡定的弯腰蹲下 下一秒 就有无数的剑气从地面迸发而出 瞬息之间 几百名弟子纷纷命丧黄犬 而这招正是男主的绝技 星辰见诀 看到这一幕 堂主整个人被惊讶的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么多的人瞬间就被轰得连扎都不少 然而门主此刻即使害怕得要死 但为了灭你 他还是大声地怒吼道 混蛋 你以为我灵丹门没人了吗 话音刚落 无福的手就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要想不被灭门 就老实把人放了 看着眼前如杀神一般的男人 门主这下是彻底怂了 直接跪在了地上洞都不敢动一下 就在这时 刘静松穿过人群缓缓走来 小兄弟的实力真是越发强大了呀 可他话音刚落 无福就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杀气正在逼近 随后 只见空中突然亮起一道光芒 整个地面瞬间就轰得一声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好在千钧一发之际 无福一掌将刘静松打飞 不然正面挨上这一击 他定然是要粉身碎骨了 就在这时 一个身披斗篷的神秘人赫然站立于山谷之上 而他身上散发的气息俨然就与其他人不在一个层次 门主更是害怕的浑身发抖 他不敢相信 这世间居然能有如此强大之人 可反观无福却是一脸的淡定 因为他早就知道此人来自于云绝顶 而来此的目的 正是因为他感应到了无福身上质宝的气息 但他只是强者的一缕念气而已 所以男主也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没想到一个少年模样的人居然能够看得如此脱彻 今日在他身上肯定也是无法问出质宝的下落 于是神秘人的身形逐渐的开始消散 离开前 他笑着对无福说道 珍惜你还能狂妄的时候 我会来找你的 而在神秘人离开后 无福的表情也开始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深知自己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和那群敌人相拥 所以他决定将修为突破至合道境 然后成就尊准 为宁神做好准备 听到这话 灵丹门的弟子们瞬间就冷汗直流 合道境 这怎么可能 因为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 在他这个年纪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可纵使觉得男主是在吹牛 也没人敢出言置疑 因为在实力不够的情况下 所有人也都只能选择当个眼吧 任由他装逼 就在这时 刘静松提议和无福一起去趟山谷的路加 可就在两人正准备离开之时 一股骇人的威压却突然逼至身前 无福转身望去 冷冷开口说道 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而他话音刚落 一抹黑影就遮天蔽玉般地杀到了眼前 这两个男人的实力 可以让地球上的顶尖宗师都为之打他 仅仅只是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就能让一个宗门的掌门吓得不敢动他 可在突破合道镜的无福面前 却又瞬间变得不堪一击 他们遮天蔽玉的一掌 被男主一剑轻松斩碎 血红的剑气更是把他逼得连连后退 然而此刻的无福因为虚赶往山谷路加 所以并不打算和斗力男继续纠缠 于是 双方简单过了一掌之后 男主便如流星般飞走了 灵丹门的掌门在看到这场对决后 也是三观尽随 如此强悍的实力 他真的只有河道镜吗 画面一转 在一处静腻的山谷之中 有两个绝美的少女 正在舒适地泡着温泉 就在陆陵还在担心着 无福会不会遇到危险之事 不远近却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怎么回事 难道有人上门来闹事 片刻之后 整个路加的护卫便迅速赶去事发地点 当他们看到一脸悠哉的无福二人时 所有人瞬间怒虎冲天 居然有人敢在路加闹事 简直是在找死 可无福仅仅只是微微伸手 直到气墙便瞬间拔地而起 将一众人等格挡在外 作曹 这个少年这么强的吗 就在这时 无福一脸微笑地说道 诸位误会了 我只是来给你们送人而已 说罢便指向了一旁的刘静松 可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星辰剑就突然爆发出了强烈的反应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福一个顺身就飞向了陆家祖坟 而陆林在得知这一切之后 瞬间就不淡定了 毕竟祖宅是从来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无福并不是莽撞之人 他今日这般冲动到底是为何 这要是让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 然而就在他担忧之际 一个拥有强大气场的男人 就缓缓地从烟雾中走出来 何人胆敢擅闯我陆家祖坟 此人正是陆家现任家主 陆林见状不妙 他刚想解释 可怎料陆家主头也不回地 就带着众人向山洞里走去 见到无福后 陆林直接就傻眼了 因为他竟然直接开启了 这山洞之内的禁止 就在这时 陆家主冷冷开口说道 我陆家已有百年历史 这个入口可不是你这个外人能禁止 无福听后瞬间就犯难了 因为这毕竟是陆林的家 自己也不能强行占领 而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 陆家主接着说道 虽说外人无法进入 但你要是成为了我陆家的女婿 那就没有问题了 此言一出 众人直接惊掉了下巴 陆林更是害羞地小脸通红 随后 陆家主抬起一脚 就把陆林和无福踢入禁止之中 看到这一幕 陆林的姐姐直接竖起大拇指 一脸冷汗了 干得漂亮 爸 陆家的祖坟里 到底藏得怎么样的秘密 无福才刚刚进入其中 一双神人的眼睛 就已经锁定了这个闯入者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地面中 因为一尊庞然大物 给封出了一个大堵 一上来就给我 这么大的一个礼物吗 不过想杀我 可没那么容易 然而无福还是大意了 这尊石像怪物 居然还有着天道的气息 一拳蹦出 力拔山西 强如男主也被这一击 给轰飞了出去 可纵使石像力量再强 可动作却很僵硬 发现这一点的无福果断 利用自身的速度优势 三下五除二 就将这个庞然大物 给轰成了一堆碎势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在无福的耳边萦绕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既然没有办法杀你 那我就毁掉这里的禁止 让你永远亏于此地呢 说吧 一道紫光 变足地面里 然后随即向着四周飞速散开 可恶 想要依靠天道之气毁了这禁止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而此时在禁止的某处 被父亲踢入其中的 陆林正愉快地和一只小兔子吸血 可就在他正要将这个小猛虫 抱在怀里之时 一道紫光却突然窜进 这兔子的身体之中 下雨 刚刚还萌萌的小可爱 瞬间就变身成了一头 嗜血的庞然大王 看到这一摸 陆林整个人都吓傻了 就在变异兔子的巨角 即将将它撕碎至极 先往吴符闪亮登场了 紧紧立即飞腿 就解决了战斗 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来救自己了 陆林瞬间安全感爆棚 可就在这时 森林之中却突然传来了各种灵兽的吼声 看样子 他们都是朝这里来的 吴符健壮淡淡开口说道 不用怕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跟着我就行 想用天道之力控制灵兽来毁了禁止 你太天真了 说吧 吴符抱起陆林就开始在丛林中一顿穿梭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禁止的中心地带 而一路上被抱着的陆林此刻脸已经羞红的发烫 这可能就是爱情的温度吧 就在这时 前方的一块黑石突然发出了阵阵的晃动 而与此同时 星辰宝剑居然和他有了相同的共鸣 原来 这静置的阵眼就是最后的一块碎片了 确认之后 吴符露出一脸喜色 他当即盘腿开始融合星辰碎片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却突然闯了进来 哈哈 这神气是我们了 好在陆林眼急手快 一招将小嘎嘎打退 可吴符此刻正在融合的关键阶段 而对方却人数众多 以他一己之力要相续 显然太过吃力了 更何况他们身后 还有实力深不可测的两个斗力男 就在小嘎嘎得意地以为神气唾手可可之时 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从陆林的身后传来 这些战士欺人的狗就交给我吧 看到吴符已然苏醒过来 斗力男当即让首相们退下 因为他深知吴符现在的实力 可不是这群小喽啰可以对付的 但对此斗力男也早有准备 只见他使出一招四方竞阵 坚不可摧的魔法屏障瞬间将吴符困于其中 可斗力男都还来不及得意 一道黑色剑气就将屏障斩碎直奔自己而来 然而天外强者的实力也不是指定的 面对吴符冷力的剑气 斗力男紧紧拳头就硬生生地将其垂开 这画面直接把陆林都给看傻眼了 这还是人类该有的实力吗 请接着 两人便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对拼 为了将吴符迅速灭杀 斗力男甚至直接开启了狂化变身 庞大的身躯散发出的气息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打寒 陆林更是害怕的身体都开始发抖 可就在斗力男觉得已经胜确在握之时 吴符却淡定地站在原地面无表情 你这种放弃了理智而换来的强大力量 在我面前不过杂鱼儿 好了不和你玩了 说吧 只见他一箭挥出 斗力男的手就彻底脱离了身体 这一箭挥出